五千年前,神话时代,灵气充沛,人类竟入修行的繁盛期。 阿明,天资岂早,但是奈何体质特殊并不适合修育。 也许这一生都无法突破炼体气,进入下一个境界。 师父,徒儿有耐心,一年不成就十年,十年不成那就一生。 回事不日就要与话飞升,我就告知你一个方法。 如果你能寻到大陆之河,便可逆天改命,走上修行之路。 只不过,大陆之河只存在于传说中。 师祖,徒孙不孝,修为自立浅薄,宪师祖劳死以后,不能在师祖面前尽下了。 袁决,你也一百几十岁的人了,不要激动,我不怪你,你安心地去吧。 能圣其自然的老死,也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那像我,如今练体气修炼到九万九千九百四十二岁,虽然从未老去,不断在练体气突破,但却穷尽五千年的时间,都无法进入到下一个境界。 这几千年来,身边的人或是飞升,或是洛斯,最终只剩我永恒不变,看着大陆世界的风云变化,或许,只能把希望放在师父说的,大陆之河。 爸,爷爷已经到了民流之际,为什么要单独见那个陌生小子?据我调查,那个小子只是我们省城大学的一名实习老师。 小蝶,你爷爷经商一生,创下这片原家记忆。 他这么做,必定有他的道理,我们耐心等待即可。 那小子出来了。 我爷爷怎么样? 死了。 死了?爷爷死了?虽然我知道总会有这么一天,但是……站住! 有事? 爷爷生情和我有交代,让我以后见了你,想对得他一般对待你,对你的命令无条件服从。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你爷爷的话不必当真,一声匆匆而过,对我来说,你们只是路人。 想走?没那么容易,拦住他! 我原家在清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家族。如今爷爷在你面前去世,你必须给我交代清楚。 你爷爷要是知道你这样对我,恐怕会被你弃活了。 到了就是这里,初蝶之女,我听说老爷子死了是吗?怎么也不通知你二叔我一声。 你坏事做尽,当初原家差点因为你而覆灭,爷爷生前早就把你逐出原家,如今你还有什么脸面回来? 行啊,小辈敢教训长辈,原家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今天我原彪把话撂这儿,原爵老头已死,今后这原家由我掌管。 修祥! 原彪,我念你和我还有几分血脉之情,赶紧退去,莫要自悟。 原整天,你狂什么狂,掌握了二品五者的修为?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让你试语着真正的实力。 父亲,父亲,没事吧? 三品五者,原彪,你何时修到了三品五者? 我已经拜青狼山山主流青狼为师,如今老头一死,我在原家无人能抵,实际的,把原家让与我。 我还能只打断你们的腿,饶你们一命。 原彪,你修要得意,我就算死,也不会让给你。 初恋,父亲无能,护不住你,护不住原家。 今日里我父女二人,恐怕难逃此劫,父亲对不住你。 父亲,你别说了,你们永远和你和原家站在一起。 那我就成全你们了,能不能让我先离开? 小兔崽子,胆大包天,这种场合你还敢说话? 我又没舍你,你凭什么骂他? 这,这怎么可能,两百斤的阿猫竟然被他一巴掌抽飞了。 小子,你哪条道上的,也敢管我原彪的事? 我?幸福大道上的? 幸福大道? 还有事吗? 没事的话,麻烦让开条路,我要回去了。 那是什么势力? 哪个帮派?难道是外上来的? 幸福大道上的东方大学,我在那里教书。 搞了半天,原来是个小小的老师。 上,给我揍他! 住手! 原彪,轩原小兄弟是父亲生前请来的客人。 我们的事情和他无关。 这小子和我畅能,我如果不废了他,显得我原彪好欺负。 上,给我打! 我的天哪,这怎么可能? 你到底是谁? 这是什么势力? 四品武者,五品武者,还是看别青狼山主的宗师级武者。 我又没辙你,你为什么打我? 你,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可是三品武者,你未必是我的对手。 三品武者,很厉害,我还是九万九千九百四十二层武者。 四品武者,你未必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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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者。 这薛原明,我们一定要把握住。 覆灭在即?父亲,有这么严重? 我原家,虽然在南岛市称霸一方,但是和青狼山主那种凶狠人物比起来,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如今原彪败是青狼山主,一旦惹得青狼山主亲自出山,我原家无人可挡,如今之际,只能求救于薛原明了。 父亲,薛原明刚才说,他在幸福大道东方大学教书,我现在就去找他,你放心,我一定会请他来帮助我们原家渡过难关。 东方大学我略有耳闻,我这就打电话,派人收购这所学校的股份,安排你进入这所学校。 爸,我想自己安静地生活一段时间,您就别总给我打电话了。 青梅啊,你一下子接受不了,想要逃婚,爸爸的意见,爸给你时间,慢慢考虑这件事。 我调查过你入职的这所学校,是南岛市有名的混混学校,爸给你派了一位高手做保镖,救助你革命,也可以随时保护你的安全,这是爸爸最后的要求。 行,就这样,我答应你,没别的事情,我先挂了。 老大,找到了,你看上的小妞在那儿。 美女,你真是让我好找啊,我刚才在大街上叫你,你竟然不理我,害得我追到这里才找到你。 我对你没兴趣,给我滚。 你对我没兴趣,没关系,我对你有兴趣就行。 兄弟们,上。 你们想干什么,这里是学校,而且这里可是教职公社区,很多老师都在。 你们别乱来。 学校,学校怎么了,这垃圾学校里的老师就是一群胆小鬼,哪个敢管我的事情。 你指望一群胆小鬼来喂你出头。 美女,你太天真了。 又莫名其妙被骂了。 那是,太好了,看样子这人就是父亲说的宝镖,出现得真及时。 快过来救我,大炮只剧混蛋。 小子,你敢过来,信不信我分分钟撂倒你。 就这个小鸡崽子的样子,他连自己都救不了,还救你。 别想反抗,那傻小子看着就像个窝囊废,给他一万个胆子都不敢过来。 你要撂倒我吗? 有,还真有不怕死的。 小子还想英雄救美。 吃我一招。 感情是有点功夫,我说怎么敢管我赵死红的事情。 臭小子,你别仗着会点功夫就了不起。 我认识的修行者也不是一两个,随便一巴掌就会拍死。 我没功夫关你的事情,你是今天第二个无缘无故骂的。 我很生气。 我看你是不想恨了,你给我等着。 你还敢动手,我…… 别打了,我服了,别打了。 太打够了,本小姐还没打够呢。 别喘了,饶了我吧,顾奶奶。 我有眼不识泰山,上次不敢了。 我的脚。 下次再让顾奶奶我看到你们。 你这次打得还狠,赶紧滚。 我滚。 表现得不错,我爸终于给我派了一个靠谱的保镖了。 小模样还挺正。 我脚扭了,你扶我上楼,待会儿我给你发一笔丰厚的奖金。 没兴趣。 可恶,你给我回来。 你个保镖牛什么牛。 小心我告诉我爸,把你开除了。 我手里,只剩下最后一棵灵草了。 现在地球灵气越来越细薄,有年份的灵草越来越难以寻找。 没有灵草,就无法练至培圆带。 接下来我的修炼,恐怕会越来越慢。 也许我不应该再去野外寻找那些野生灵草。 而是找那些古老家族进行交换,收购一些来。 毕竟那些有底蕴的家族,手里应该还有一些组。 变成了。 我如今修炼到令体器99,942层。 距离10万层大人满,还有58层。 大陆之河的线索太过飘磨,又凶险一场。 还需要做万全的装备。 如果达到10万层,也许会有奇迹出现。 若还不险,不管得到大陆之河如何凶险, 都要闯上一闯。 突破了99,943层。 千年的岁月匆匆而过, 我一直在世间休息, 从未老去。 为了避免没有必要的麻烦。 每个20年, 我都会换一个身份, 重新生魔。 过去, 我曾在历史上留下无数的传说, 然后销声匿迹, 也曾在暗地里运筹帷幄, 改变诸多格局大事。 如今我的身份是一名实习老师。 工作内容简单, 轻松, 正适合我在这里安心修炼, 生活。 哇, 这车这么拉风, 估计得上千万吧。 这是谁啊, 太好了。 你还不知道吧, 听说是原家的原大小姐初蝶, 要来我们学校上学。 原家大小姐来我们学校上学, 没开玩笑吧。 她不去那些贵族和名牌大学, 来我们这儿, 你在揍我吧。 揍你干啥, 这不人都来了, 也许是来体验生活的。 是她, 她果然在这座学校。 都让开, 滚开, 别挡路。 初蝶? 没想到你会转到我们学校。 秦霄? 秦家二公子也在这座学校。 秦家虽然比不上我们原家, 但在南岛也算是大家族。 此人性格顽劣, 人品不怎么样, 在这碰到可不是什么好事。 初蝶, 走, 我带你去逛逛我们学校, 然后再给你开个庆祝会。 当初追求她的时候, 她总是爱搭不理。 现在到了我的地盘, 一定要把她拿下。 不用了, 我来这里除了上学, 还有事情要做。 薛月明, 这么巧。 又见面了, 等会儿一起吃个午饭如何。 我知道你来这里做什么, 但我们不熟, 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 虽然这丫头, 是元爵的后代, 但是, 我所认识的人的后代, 数不胜数。 如果他们的后代都要我来照顾, 我薛月明, 就不用做别的事了。 可恶, 敢当中拒绝我, 薛月明, 你给我挡着。 那小子是谁, 给我查清楚, 敢和我秦潇强女人, 简直是混腻歪了。 秦少, 查清楚了, 和元大小姐认识的那个小子, 叫薛月明, 是学校刚来不久的实习老师。 巧的是, 最近他刚好调入我们班级, 教授体育和历史这两门课程。 哼, 一个穷老师, 敢和我抢女人, 他敢来, 我玩死他。 那是, 薛月明就在这个班级教书, 他敢不搭理我, 我就来他的班级上课。 哼, 看他拿我怎么办。 蝴蝶, 没想到我们还在一个班级, 我那里刚好有空位, 坐我那里吧。 不啊, 我在这里就行。 哼, 那也行。 他转到这个班级来, 不知道和薛月明那家伙, 有没有关系。 不管怎样, 先让那小子, 在初蝶面前丢个面子。 喂, 去, 提前给薛月明个下马位。 嘿嘿, 是, 交给我吧。 唉, 这就行了。 琴霄这伙人, 在找薛月明的麻烦, 我要不要阻止他们。 还是趁机看一下薛月明的真实实力, 虽然父亲让我极力请他帮忙, 但薛月明如此年轻, 怎么可能抵挡住青山狼主那种狠人。 如果他不行, 我也不必在他身上浪费时间, 还是抓紧找其他高身修行者为好。 据我所知, 琴霄的歌和琴璋就是个修行者, 在南岛事分又名。 曾一人, 三挑三位半步宗师级别的高手, 并把他们废除修为, 手脚打断, 极其狠辣。 如果, 连琴霄都不敢招惹的话, 说明他根本没有实力和琴昭抗衡, 那他对我原家来说, 也就没什么用处了。 琴少, 那小子来了, 有好戏看了。 这是谁干的? 谁知道谁干的, 肯定是看欣元老师你不顺眼的人呗。 老师你人员不行啊, 对来就被人骂, 这要是哪天被打了怎么办? 不管是谁干的, 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 老师, 你就这么窝囊, 连多问两句都不敢问, 自己把黑板给擦了。 以后, 不要叫你轩元老师了, 叫你怂老师吧。 是啊, 太怂了。 好听。 他竟然一身不疼的, 自己擦了。 面对这样的嘲讽, 是个男人应该绑冒三丈才对, 轩元明竟然会无动于衷。 都闭嘴。 念在你们是我的学生, 第一次我不和你们计较, 下不为例。 打开课本, 我们开始讲第一课。 轩元皇帝大战吃油不落。 轩元明竟然如此逆来顺盛, 看来父亲确实高看他了。 他一定是害怕得罪秦香的哥哥秦章, 才不敢作声。 只是这么做, 也太窝囊了。 还下不为例。 看来我们班当老师, 我以为是个王者, 没想到是个怂包窝囊废。 秦少, 你吃黑白仨干什么? 秦香, 他怎么? 难道是轩元明? 有可能他如此无动于衷, 应该不是他。 况且, 我也没看到他出手。 秦少, 你吃黑白仨干嘛? 快救秦少, 秦少吃黑白仨椰子吧。 秦少, 秦少, 把不出来啊, 秦少, 你别咬那么紧啊。 不行, 这不出来了, 赶紧想办法, 秦少快憋死了。 秦少, 我来。 秦少, 秦少, Alrighty, 没事吧。 卡, 你要是什么? 你说, 你是我爸给我派来的保镖? 正是老夫彭海 何小姐 来之前 何家主已经和我说明 你此次单独外出 恐怕会有某些人 打你的主意 你放心 有我彭海在 可高枕无忧 好吧 老爸真是的 既然你是我的保镖 那么那个人是谁啊 不认识 不过此人不乏沉稳轻快 应该也是炼家的 可恶 那天他竟然冒充我的保镖 还把本小姐扔在地上 简直不可饶恕 既然这小子惹了何小姐 我就去教训一下 也好让他知道 什么人不能惹 等等 小姐 还有什么吩咐 那个 小小的教训一下就好 不要太过分了 毕竟他也算是帮过我 小姐放心 这种后事啊 老夫知道怎么调教 老夫彭海 乃是何清梅小姐的护卫 武者三品高手 小子 我看你也是练过几年功夫吧 应该知道 武者三品的分量 小子 放肆 老夫在和你说话 马上对何小姐道歉 否则老夫可要出手了 小姐 小子 你这些才叫什么 你还把他拦下来了 这下有好戏看哦 看来要考虑换个工作 换个地方居住 最近莫名其妙找上门的麻烦还真多 这小子 这小子 彭海 你连那么年轻的小子都打不过 还怎么保护我 怎么让我高枕无忧 小姐 刚才老夫没有防备 被他偷袭 只是个意外 这小子没多大本事 虽然有些修为 但如果正面交手 他不是老夫的对手 行了行了 回去了 那个混蛋轩元明 敢这么对我 七少 还搞不搞轩元明那小子 昨天要不是他扇了你一巴掌 你就要被黑板擦噎死了 瞎扯 给我搞 不光搞 还要往死里搞他 昨天我莫名其妙的赤黑板擦 我怀疑就是轩元明干的 最后又当众扇了我一巴掌 我现在的脸还有点疼 这绝对不能忍 轩元明 我有话要和你说 我并不想听 昨天的事情 你为什么忍气吞噬 不敢反抗 是因为 害怕秦昭吗 我并没有忍气吞噬 我也不知道你说的秦昭是谁 我只是没有太多时间 浪费在不相干的人身上 也包括你 哼 轩元明 你就是害怕秦昭 才不敢招惹秦霄 还找那些莫名其妙的理由 你以为你很拽吗 父亲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强大 勇武的帮手 而不是一个 微微缩缩的轩元明 谁干的 怂老师 你说那讲桌啊 那是我不小心碰到的 赤鱼墙上的字 应该是昨天你自己没擦干净 老师 你这次记得擦干净点 没准明天还有 我说 下不为例 你没听见吗 你说过 你说的话算个屁啊 松老师 就你这小几个还敢过来 你难道还敢动手打我不成 现在把桌子放好 自擦点 立刻 你们听听 这个松老师说啥 他要我勤销擦掉那些字 松老师 我发现你挺可爱的 不但怂 还有点傻了吧唧的 我既然洗了 还擦个毛线 七少 没事吧 把字擦点 立刻 你找打 滚蛋 放开我 你会后悔的 松老师 你完了 秦少的哥哥是秦昭 敢打秦少 你完蛋了 我不想再重复刚才的话 你们几个把桌子放 我 自己擦点 我 我们这有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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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宣元明竟然动手了 没有像昨天一样继续忍耐 是因为 我刚才对他说的那些话吗 宣元 雪月明 如果你是因为我刚才的那些话 才痛纵了秦少一顿 我向你说声抱歉 我不应该用那些话刺激你 你现在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吧 秦少的哥哥秦昭 根本不是一般人可以招惹的 他要是对你出手 就危险了 圆绝年轻的时候 是一个很懂事 很聪明的孩子 为什么他的后辈如此愚笨 你 理财愚笨 这家伙简直太无理了 我爷爷不知道比他大了多少岁 竟然说得我爷爷像个孩子 那口气 好像是他看着我爷爷长大的一样 真是胡言乱语 还是先和爸说一声 喂 爸 雪月明得罪了秦昭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雪月明是你爷爷看中的人 即便你说他实力比不上 秦郎山主那种狠人 不能为我原家 抵挡出这场灾祸 我们也要尽力护他周全 我马上派冯老过去 冯老 你和秦昭比 怎么样 秦昭是南岛市有名的后期之秀 我和他五五开 嗯 你马上出发 暗中保护一个叫轩元明的年轻人 尽量在不得罪秦昭的情况下 保护轩元明 如果保下轩元明 必须要得罪秦昭呢 呃 那就优先保护轩元明吧 父亲啊 你突然离世 虽然我还没有搞明白 你让我原家世代交好轩元明是何意思 但是我愿意相信你的嘱托 必有深意 少爷 你弟弟秦昭在学校被人打了 何人 是学校的一名年轻老师 你看你要不要去一趟 这种小事你去办就行了 他怎么打得我弟弟 你就怎么十倍打回去就行 明白 我手里的灵草全部用完了 没有灵草就无法炼制裴元旦 无法继续提升修文 通过大家族寻找灵草 暂时还没有门了 修炼不能停止 暂时先去郊外的天水山找 看看还能不能找到有些年份的灵草 那个 那个叫轩元明的小子 上了前面那辆公交车 这辆公交车是通往郊区天水山的 跟着他 等到了郊区也方便动手 小贼 既然让我碰他 那就给你点教训 喂 有小偷 你这让让什么 我正在提心吊胆的辛苦工作 被你这一嗓子 差点下出心脏病来 赶紧赔我精神损失费 否则今天我要你好看 还有你们 看个屁啊 谁再敢看我废了他 这人赶光天化日明目张胆的心切 我们一起把他送到警察局 刚才没注意到 还是个美女啊 我现在改主意了 不让你赶紧赔钱了 你既然自己送上门来 那我就不客气了 嘿嘿嘿 你 你别太嚣张 大家都看到你偷东西了 看到我偷东西 我问问 我问问 谁看到我偷东西了 看到的站出来 对 谁看到了 站出来我看看 我们俩都没有看到他偷包 谁敢看到 我腻肥了 尽管站出来 让我们看看 嘿嘿 小姑娘 你看看 根本没有人看到哥哥偷钱包 你现在给哥哥赔礼道歉 晚上跟我回去卸完火 我就原谅你污蔑哥哥我 你 你们三个都是一伙的 嘿嘿 怎么样 有人证明我偷东西吗 你指望这些怂货给你做着 你也太天真了 大姐 他手里的钱包就是你的 你可以证明 对不对 我 我 我 喂喂 你可睁开眼睛看好吧 这是不是你的钱包 如果你敢诬陷我们 这荒山野岭的 可别怪我们哥几个不客气 不 不是我的 我没有丢钱包 嘿嘿嘿 怎么没丢钱包 那明明是你的钱包 你不要因为怕他们而不敢承认 这样只会让这些人更加自以望违 我说你这个小姑娘嚷什么嚷 嘿 我说没丢就没丢 是你自己看错了 嘿 你招惹了人家 可别来连累我 你 你们怎么能这样 骗到是非 嘿嘿嘿 小妹妹 现在就给哥哥认错吧 长得这么水灵 要是哪里少了快快就不好了 小妹妹过来吧 嗯 嗯 嗯 哼 小子 你是哪根葱 敢阻止我办好事 你打扰到我了 滚下车 否则打断你的头 不用在我面前装大头酸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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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行不易 还敢如此长谱 我给你们十秒钟时间 滚下去 我的嘴 你们还愣着干嘛 快过来干饭腾 看多管闲事 大哥哥 小心 没事 还有五秒 小子 你拿车到上的 一 三 五 时间到了 熊树还有跳着数的 再给你们三秒的时间 滚下车 我们下 我们下车 自己 停车 快停车 开门 一 二 三 时间到了 自己不开门 不停车 我们也下不去啊 大 大哥 救命啊 这不能怪我们啊 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听说 一秒钟 下去 否则 你们 大哥 你不用说了 我们滚 我们滚 我们这就滚 不停车 大哥 从车上掉下来三个人 看来车上一定发生什么事了 不管他们 继续跟上去 小伙子 哦 谢谢你啊 钱包还给我吧 什么钱包 你手里的钱包啊 那是我的 刚才 被那几个小混混偷走的 你还给我吧 你的 谁能证明是你的 我记得刚才你说过 你没有丢钱包 还对这位小姑娘说 让她边连累 是不是 小伙子 你可别不知好歹 你以为 你把那几个小混混当跑了 就了不起啊 赶紧还我钱包 否则 我报警把你抓起来 大姐 刚才抓小偷的时候 我让你们站出来报警 你不肯 现在大哥哥见义勇为 你反而对他一个好人报警 你还奖不奖力了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要不是你多管闲事 能有这么多事吗 你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我告诉你们 赶紧把钱包还给老娘 否则 我不但报警 我还要告你们偷钱 行 钱包给你 这还差不多 算你识相 我斗不过那几个混混 还能碰了你们两个老实人 我的钱包 大哥 刚才公交车上掉下来三个人 这次又飞下来一个钱包 还有这么好的事 哈哈哈哈 钱包 不要白不要 你还我钱包 我那里面有五千多块钱 毒怪你 你赔我钱 你再敢抄抄 把你也从车里扔出去 我就抄抄了 你能拿我怎么样 你要不还我钱 你今天别想走 我让你坐一辈子了 好家伙 又下来一个 今天什么日子 车上 车上怎么一个气的向下吊人 小混蛋 别让我再看到你 看到你 我非把你脸 挠花不可 痛死我了 我这腰 差点给我摔断 哇 小伙子 赶紧把钱包还给姐姐 这个钱包是我的 小伙子 姐姐 你谁啊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那个钱包是我的 你赶紧给我吧 你别玩去 这钱包和你一样 都是从天而降 我捡到的 就是我的 再敢瞎说 小心我臭你 小伙子 你怎么不讲理啊 你赶紧给我 你太丑了 上 赶上我这里来碰� 给我打 我就是 救救我 车要救救我 愛呦 到了 二哥哥 等一下 是不是 大哥哥 刚才谢谢你 那个项链 怎么会在这女孩身上 这处山里草药很多 大哥哥也是金山采药吗 算什么 那个 我能问一下 这项链的来历吗 啊 这个项链啊 这串项链 是我外婆留给我的 外婆 五十年前 我因练功急于求求 进入一处险地寻求兔 却没想到修炼出现一遍 是 什么 在一个姓徐的大家族 修养过一段时间 没事吧 那时候 有一个少女 每日给我送餐 虽然知道少女心意 但是这世间的前爱对我来说 犹如过夜云烟 转瞬便是红粉枯落 所以我并未留恋 后来 我身体恢复离开了 便给了那位少女眼前这串项链 对她眼说 如果遇到难办的事情 就以这串项链为信物来找我 只是她和她的后人 大哥哥 从未来找过我 有什么问题吗 啊 啊 没 你这个项链 这串项链 是我外婆临终时留给我的 她说 这是她生命中最难忘的人送给她的 终 你是说 你外婆去世了 如今 徐家没落 我和母亲 更是脱离家族 母亲只是说 和家族争斗有关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我知道 小姑娘 你为什么会孤身一人来这山里采药 我不想了 马上要考大学了 大哥哥 我叫徐盈盈 来这里采药 是为了给妈妈治病 他得了很严重的病 我们住不起医院 自己来山里采点药 回去给妈妈治病 你跟我一起吧 也好有个照应 谢谢大哥哥 当年徐家是豪门大祖 权势在一方也是呼风唤雨 指掌乾坤 只是时光流转 世事如焰 转眼间徐家末路 故人生亡 我又遇故人子孙 只是我还是我 世界 却不是那个世界了 薛元哥 我需要的草药已经采齐了 谢谢你 要不是你 我还不知道要花费多长时间 根据你的描述 你母亲的病想要彻底治好 还需要一味主药 那就是火灵芝 火灵芝 那是什么 我好像没听过这味药的名字 火灵芝不是普通的草药 天水山的外面 根本见不到 这样吧 你跟我来 我带你去采摘火灵芝 先前我在天水山采药的时候 曾在一处山谷 见过火灵芝 站住 小子 跟了你一路 现在终于让我 抓住机会了 说吧 你想怎么死 是谁派你们来的 你自己惹了谁 你不知道啊 还要我提醒你啊 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 你听好了 你惹了情招情大少 哦 明白了 那就动手吧 我还有事 赶时间 臭小子 荒山野岭的还敢装逼 我先教训教训你 大哥 达到这小子 旁边的妞可要让兄弟们尝尝 哎 青鹰哥哥 小心 喂 我赶时间 你们还是一起上吧 小子 你什么 绝对无准三层 绝对天高地头 而我马上要哭过舞者 自杀 让你看看 什么是真正的招手 这小子 这小子玩犊子了 老大绝对废了他 老大出手 这小子死定了 你回去告诉那个叫什么秦招的 我这人讨厌马 让他别来惹我 否则 我们细劳永逸 绝对废了他 走吧 薛元哥 那边有人了 无妨 走 我们过去 马堂主 我儿的肺病 这次就全靠你了 还请你一定要为我儿 取得火灵芝 蒋夫人放心 令公子的肺病 本来就不是什么大 这次我定会为你取得火灵芝 保管药到病除 哎 你们两个 此地禁止游客进入 回去吧 我要去前面的山谷 采摘火灵芝 老蒋 让路 费什么话 滚回去 你要是不会说话 我不介意把你的嘴撕烂 堂主 这年轻人怎么样 好像也是来取火灵芝的 看修为 不过五者三策 我弟子张龙一只手 就能把他打趴下 不过谷内最近 地脉暴动 让这个倒霉蛋进去 帮我们探探路 也不错 也方便我们顺利取得火灵芝 如此甚好 敢和我儿抢火灵芝 进去是可以 出来嘛 就没必要了 劳烦马堂主了 夫人放心 我懂 在我青棱山弟子面前 还敢说大话 看你是骨头痒痒了 慢着 这位小兄弟 你可知道山谷内 最近地脉烟火暴动 你进入后 会有生命危险 不用你们操心 让路便是 既然如此 张龙让路 让这位小兄弟 随我们一起进去 在外面等我 薛元哥 我们要不回去吧 我不想要霍灵芝了 无妨 我去去就回 走 我们也进去吧 是 小子 过了这处湖面 前面的湖心小岛 就能采摘到火灵芝了 不过通往湖中心的石路 可能有危险 我们四个轮流探路 每人前进五十步 就先由你开始 如何 可以 师父 这家伙估计是个呆子 让他去 他就去 等到他 把地脉烟兽引出来 我们就可以趁机出手 打跑地脉烟兽 这样 就可以安然无忧地 走去湖心小岛了 有这小子在 倒是省了我们不少 试探地脉烟兽的时间 这小子只有武者三层 估计会被地脉炎兽 直接脱下水吞噬掉 不过 这也只能怪他自己 不开眼撞上来了 实也命也 怪不得别人 好 不是不到了 该你们了 地脉炎兽怎么没有出现 这小子不会这么好运吧 怎么可能 没看到炎兽攻击他 也许地脉炎兽正在沉睡 虽然便宜了这小子 不过 也正好是我们过去的最佳时机 走 过去吧 小子 这里已经没啥危险了 还走得慢腾腾的 让我教教你走路 什么叫做勇往直前 地脉炎兽怎么会 师父 救命啊 聂处 休得伤人 师父 救 救 稳了 一切都稳了 这湖水温度极高 又有很强的腐蚀性 被地脉炎兽拖下去 绝无生还的可能 师兄 都是你 刚才要是你 引出了地脉炎兽 张龙师兄就不会掉下去了 我不明白 我可以掉下去 但你师兄不可以 这是什么道理 讲什么道理 我要看掉你 慢着 此地不太安全 不可一起用事 先去湖中心吧 这 先留这小子 等会也许还有用处 师父 是火灵芝 不错 这几颗火灵芝都是上天 我们运气不错 除了给蒋家外 剩余的带给山主 他肯定会重赏我们 小子 算你识相 还知道害怕 没有和我们争火灵芝 你现在就是一具尸体了 我不去 并不是害怕 还是因为那块石头有问题 什么 笑死我了 师父你这都信他 小子 你倒是会给自己找台阶下 害怕就是害怕 还石头有问题 这就是一块大石头 哪里有问题 怂话 不过 小子 别以为你认怂 我和师父就会放过你 等采摘了火灵芝 跟我回青棱山 给我做一百年奴隶 这是三 三间要兽 徒儿快 快跑 师父 咋了 你怎么是不表演 行 师父救命 不好 不好 赶紧逃 我认识个废物小子 竟然直接吓傻呢 要受他送的好快 这样下去肯定逃不掉 小子 要不就怪你命不好 现在天下里作用的时候到了 我抵挡片刻 谁 什么 臭小子 松开我 不要 救命啊 三间要兽 有点麻烦 但是麻烦不大 和我拼肉也是 太嫩了 我可是炼体积九万九千九百四十三层 那是 怪不得有三间妖兽在此守护 原来这几株火灵芝已经进化成灵草 除了致病之外 圣鱼正好可以炼制黑元旦 这是什么 十号吗 上面好像还有不弱的静制 居然能挡住我一圈 说明这道静制 应该最少是杰丹奇修士 这样的修士 可是很多年没见到 还是回去慢慢炼化掉这道静制 免得暴力破开 把里面的东西也毁坏了 接下来 便是这大蛇尸体 内丹 是这只三阶妖兽毕生修炼出的南两斤 唯一可惜的是 这种妖兽内丹 并不能被修士直接吸收 因为炼制妖兽内丹的方法 早在漫长的末法时代失传 末法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时 我并不是太清楚 因为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我一直被囚禁在一处密地 现在妖兽内丹的唯一用处 就是收藏 或者利用其散发灵气 辅助修炼 宣元哥哥怎么还不出来 小姑娘听我一句劝 别等了 那个傻小子回不来了 不可能 宣元哥哥一定会出来的 出来 你知道里面有多危险吗 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有什么能耐 别说活下来 能留下全尸就不错了 青郎山的那几位 都是修为高山的舞者 实力高山莫测 我回来了 什么 太好了 宣元哥哥 我就知道你会没事的 小子 你怎么出来了 马堂主他们人呢 死了 死了 这怎么可能 我们回去吧 你 你给我站住 有事 马堂主他们死了 你是怎么出来的 你给我解释清楚 哼 我何须向你解释 拦住他 我不管里面发生什么 你人可以走 或灵芝给我留下 哦 凭什么 凭我手里有枪 枪里有子弹 年轻人 我知道你或许有些本事 但在枪面前 你没有反抗的力量 宣元哥哥 我灵芝我不要了 给他们吧 别人的东西我们不抢 但我们的东西 别人也抢不走 口气倒不下 动手 住手 你又是何人 你可以称呼我冯老 是原家家主 让我来保护这位小哥 还望高抬贵手 跟了玄元民一路 现在终于轮到老夫出手的机会了 也对原家主有个交代 哼 就是你跟了我一路 我还以为是什么人 原来是原家主派来的人 你 知道老夫在跟着你 这小子看上去不过骨折三层 老夫已经五折五层突破在即 他怎么能发现我 替我告诉原家主 我不需要保护 多谢他的好意 我们走 这位 冯老 原家虽然在南岛实力雄厚 但我蒋家也不弱于原家 这小子 你们保得了一时 保不了一世 蒋夫人不必和老夫说这些 我只是原家主化重金雇来的 略尽职责而已 小元哥 今天谢谢你 不然 我也不会采取这些草药 更是得到了火灵芝这样的珍贵药草 我妈妈病好 我邀请你去我家做客 我跟你一起回去吧 顺便给你母亲看看病 真的吗 太好了 徐茵茵所采的这些草药 肯定会非常开心的 全是大法之药 并不像是治疗肺病的 既然有缘 还是去看看 如此破旧的大楼 他们母女竟然住在这里 妈 我回来了 妈妈 感觉好点了吗 没事 姨姨 这位是 妈 她是轩辕哥 人可好了 不但帮我打跑了坏人 还帮我找了很多药材 这几株火灵芝 就是轩辕哥帮忙采到的 有火灵芝可以治愈你的肺病 真的吗 我这肺病 我都没想过可以治愈 陈大师也说需要慢慢调药 来了来了 陈大师 你来了 怎么样 药材都找到了吗 找到了 而且还找到了一味珍贵的药材 火灵芝 嗯 什么 你说 火灵芝 真的是传说中的火灵芝 老骗子 陈大师 有了火灵芝 我母亲的病就能痊愈了 麻烦你赶紧治疗吧 痊愈 谁说你母亲的病可以痊愈 嗯 你不知道火灵芝 只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吗 吃了这枚火灵芝 你母亲的命就别想要了 不 不会吧 看正要理来说 火灵芝 应该正好可以克制我母亲的肺病 放屁 你在质疑本大师吗 再敢这么说话 你母亲的病我不治了 你们就在家熬着吧 这 陈大师 你别生气 盈盈还小 他不是有意的 嗯 这样吧 本大师高风亮节 为了避免你们瞎用药 这株火灵芝 我就没收了 另外本大师的诊费 陈大师 你再宽限几天吧 出血贷款下来 我马上给你钱 助血贷款 你在说笑吗 本大师平日里给那些豪蛮看病 无不是豪车皆送 枕金以数百万起步 你那点钱够偿还的吗 是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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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强人所难 还有 选择 看你们穷兮兮的 把你脖子上的项链给我 勉强 当做枕废了 项链 这 这 这个是我外婆留给我的遗物 陈大师 你能不能换件东西 废话少说 本大师说的话 就是金颗玉律 这难倒 谁敢反驳我的话 实话告诉你 给你们看病 是看得起你们 要不然本大师这种身份 岂会管你们这种小人物的死活 好吧 只要能治好母亲的病 我给你 你都不知道你有多走运 年纪轻轻就认识了本大师 老骗子 你玩够了吗 放肆 你是什么东西 敢对我这么说话 赶紧给本大师跪下赔罪 否则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臭小子 准备老夫出手 你恐怕不知道 老夫可是二屏无者吧 谁想趴下 老夫竟然看走眼了 没想到你小子也会点功夫 不过 你终究是犯了一个不可挽回的大错误 我陈大师在南岛呢 是跺跺脚又颤一颤的人物 你等着 我这就打电话 你完了 还有你们 竟然让这毛头小子对我无礼 这病犯大师不会治疗 你们慢慢熬吧 宣元明 陈大师在南岛的势力很大 他有个弟弟是南岛的地下一霸 不妨 我先给你治病吧 我的病不用担心 倒是你 陈大师的人马上要来了 我和你们有缘 今天这件事我管定了 把手伸出来 我靶一下慢 不 妈 不要怕 让宣元哥给你看病吧 我相信宣元哥 他可厉害了 看病 你就装吧 这不是一般的病 只有本大师能看 嘿嘿嘿嘿嘿 行 大弟病请我治哪儿 家里有冰块吗 去哪里 有 我去哪儿 冰块 这小子搞什么名堂 玄元哥哥 给你冰块 支配 您俩 装模作样 老夫行一半辈子 都没有看到过你这种治病的方法 待会儿别把人治废了 火灵之火属性其重 你直接服用 身体会承受不住 以冰块支援 缓慢吸收 可解你的肺病 妈 你感觉怎么样 不可了 而且我感觉肺部也轻松了很多 仿佛没等过肺病一半 这药真的管用 什么 真的治好了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老骗子 为什么不可能 小子 他的病是老症了 不可能简单的一副药就能治好 你肯定用了什么障眼法对不对 待会儿他的肺病就会复发对不对 本大师 这就拆穿你 什么 肺病 这 竟然好了七七八八了 你到底什么 什么人 你这么年轻 不可能有这么高的医术 还轮不到你问我的问题 现在我问你 你为何要骗虚隐隐的玉佩 是 年轻人 你艺术不错 我很欣赏你 这样吧 本大师破例 收你为徒 保你日后除人头地 是不是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 大哥 不回事 哪个小子不看也敢惹你 没事了 虚惊一场 这小子已经被我摆明 收下为徒 哼 收我为徒 老东西 你配吗 小子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弟弟在南岛 底下排前几名的势力 你可要想好了再说话 我懒得和你们说这么多废话 今天你们二人给我把事情说清楚 否则我打断你们的土 大哥 什么跟他背话 一个毛头小子 我今天教他做人 什么 我上 小子 看招 看你的样子 应该是三平五者的实力 怪不得敢不给我陈大葵面子 不过 陈大葵面前 你还不够看 什么 还来 你 你到底是什么修为 炼体七 那是什么修为 我就知道修炼等级分为五者五宗 炼体七 我曾经在一本古典上 看见过那是上古时期修士的等级划分 看 感觉那年轻人到底什么来历 我怎么惹上了这么一尊大神 现在我们该好好唠 你确定要我拜你为师 嗯 不敢不敢 我 我拜你为师 师父 请受徒儿一拜 乌尔队师父的医术 北部的五体头地 甘愿摆在师父门下 哼 当我徒弟 你还不够资格 是是 你说的对 我不够资格 宣元先生 今日是我们兄弟二人冒犯了你 既不如人 我们认在 只请宣元先生 这次放过我二人 以后你有什么吩咐 我们兄弟绝无二话 我问你 你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宣元先生 实不相瞒 其实我们做的这一连串事情 是为了拿到 徐盈盈小姐身上的项链 项链 谁让你们做的 是天南省徐家 天南徐家是大家族 虽然最近几年有些没落 但地运深厚 他们拜托我们的事情 我们不敢不给面子 太可恶了 我和母亲都已经躲到南岛来了 他们竟然还不放过我们 这串项链 是外婆留给我的 徐家要这串项链有什么目的 只是知道 徐家惹上了一个大人物 需要得到这个项链 去请您先生出山 传说那位先生 几十年前 就将要达到宗师境 如果还活着 绝对可以为徐家 化解这场灾难 今日我不为难你 但你们记住 以后不准再来闹人 否则 我下次不会出手这么轻 我们记住了 轩原哥哥 这串项链是当年外婆喜欢的人送的 徐家来抢夺这条项链 难道 他们还要寻找当年外婆喜欢的那个人 那个人竟然把项链当信部 如此重承诺 他当年应该也是喜欢外婆的吧 呃 这个 项链好好收着 天生收藏 对你有好处 现在看来 可以肯定 徐盈盈的母亲 是被人下毒引发肺病 再加上当年 徐盈盈外婆 从而意外去世 这些人还真是狠 希望他们失去 别再来找麻烦 这些火灵芝年份不错 希望能再生一天 翻车 九万九千九百四十四车 历练体十万丛又进来 这个石盒是从守护灵芝的那条大蛇尺 身上发现 像是非常古老 看石盒上面的纹石 也许是修仙凡胜的上古时期 遗留下一个东西 这石盒上面有一股不弱的精神 如果用蛮力破坏 恐怕会破坏一个东西 不过 这难不倒我 我曾经学过一门破阵之谷 普通的阵法 和渣影破坏 果然鬼牛 再打入一道正法光头 这是什么 古阳疲倦 如此数遍或十几遍 内经归途 外物自然缩减 此未知彩要归途 竟然是诗传已久的妖兽内弹炼之之法 妖兽内弹炼之之法 早在华夏神话时代 就已经是诗众 五千年了 我几乎找遍了整个神周到 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哪怕残片都未成功 妖兽炼之之法 好像有人在背后操作 刻意从世间违去 如今有了这妖兽内弹炼之之法 我便可以在灵草无竭的情况下 靠吸收妖兽内弹炼 快速把修炼提升到炼体十万层 还是炼制 三阶妖兽的内弹 应该够我升级级 这妖兽内弹的炼之之法 好像有些不同 这功法果然不良 竟然可以直接吸收妖兽内弹上的灵力 转回成我体内的灵力 而不是经过任之法 这里功法有些太强大了 难道是因为太过强大 所以有人故意 让这类功法从历史中消失 连升三阶 三阶妖兽内弹蕴蓝的灵力 果真强大 虽然这套功法来路不明 但顾不了这么多 薛元明 我就知道你在送舍 我有事要跟你说 你就这么走进来 我不是敲门了吗 然而我并没有让你进来 小气 就没见过你这么小气的男人 我现在很生气 薛元明 你陪我逛街去 没空 没空也要去 我雇你去 一万块钱 不要 两万 我给你两万必须去 我给你十万 别来打扰我 不 装吧 你一个实习老师 拿得出十万块 我可是调查过你 你是个孤儿吧 作为孤儿的你 这可不算是个小数目了 怎么样 答应我吧 两万块钱 顶你大半年的工资 你就当我看你可怜 资助你咯 资助 狐狸啊 别说你这两万块钱 就是把你们整个何家送给我 我都不屑一顾 行了 别再来打扰我 不屑一顾 你凭什么敢这么说 因为我是全球首富 你们何家在我们面前 不值一提 雪月明 看不出你这张死鱼脸还挺能吹的嘛 行 能把自己吹成全球首富 你这不要脸的样子 让我有点喜欢啦 雪月明 雪月明 你给我站住 何其梅 你就这么一直跟着我 对啊 我赖上你了 你不陪我逛街 那我陪你 总行了吧 我觉得我们并不熟 上次在宿舍区 你帮我打跑了几个小混混 虽然对话你让我很不爽 但我和青梅也是讲理的人 我勉强跟着你这个朋友 哼 气死我了 雪月明是个木头嘛 若姐 要我说 你想看下这小子的虚实 根本没必要 他年纪轻轻 能有什么本事 有老夫在 足以保护你的安全 行了 行了 也不知道是谁 上次被雪月明一脚踢飞了 哼 这个世界太危险 本小姐现在太没安全感了 待在雪月明身边 还能让我安心点 小姐 雪月明 嗯 我有话和你说 说 说 我昨天想了一宿 我还是觉得 你惹不起秦招 这样吧 秦招还卖我原家几分面子 我带你去给秦霄道个歉 把这件事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怎么样 不怎么样 这件事不用你操心 什么秦招秦霄 在我面前都是蝼蚁 在我面前都是蝼蚁 你今天没来学校了吗 肯定被我哥打背了 现在 估计在医院躺着了 嘿嘿嘿嘿 雪月明 老师 还叫雪月明 老师 下次叫怂老师 不 不是秦上 雪月明 在你后面 什么 雪月明 你怎么没去医院 我为什么要去医院 我哥排去的人 没把你闪失了 我知道了 肯定是你小子躲起来了 我哥的人 没找到你 雪月明 如果你乖乖在我面前认怂 我可以让我哥 你想干什么 行了 你别老跟着我了 小姐三思 我大哥 可是秦昭 小姐 雪月明惹了秦昭 我们还是不要惹祸上身 是 警官其变 先看看再说 不想搭理你们 是因为在你们身上 不值得浪费时间 但是你们如果一直找事 我警告你 小姐 别乱来 你是老师 不得随意动手 哼 你这种学生 该的 雪月明 住手 小姐 雪月明 快放开她 一再挑衅了 我看看你的骨头有多硬 小姐 雪月明 快放了秦昭 赔礼道歉 不然 不然 事情真的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哼 雪月明 你是不是疯了 你把秦昭伤得这么重 秦昭 肯定不会放过你 原初蝶 啊 你个笨女人听好了 我再跟你说一遍 什么秦昭 在我面前就是个屁 你 小姐 这是 哇 好帅啊 小哥哥 等等我啊 小 小姐 还真是麻烦 喂 是哪一位啊 我是雪月明 什么 大哥 真的是你 哥 真的是大哥 大哥 我就知道你会联系我的 我终于等到你了 秋三 我有事需要提走 大哥 你说 替我找妖兽哪单 越多越好 妖兽哪单 这玩意儿又无法吸收 只能关上收藏 你要这个干什么 你不用管 我回头再和你吸收 记住 妖兽哪单 越多越好 高等级妖兽越来越难找 秋三人漫过 可以去一些大家族的众器 有杀器 是什么人 等等我啊 雪月明 哼 看来刚刚那股杀器 不是冲着我来的 雪月明 你终于疗心发泄 我跟在你身后都快累死了 我又没让你跟着 你 你这能 有件事提醒一下 什么 有人要害你 什么 谁要害我 在哪儿 小姐 别听这小子妖言获重 有老夫在 何人敢来找小姐你的麻烦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 那小子 我看是故弄玄虚 你们好自为之吧 雪月明 你站住 你就算不让我跟着你 也不能陷我啊 三 雪月明 二 一 大胆 考虑 何方小小 敢谋害我家小姐 老匹夫 敢阻我 有老夫在 竟是必让你伸手易出 就这 这次 不好 龙虎般若宫 你能败在老夫的拿手掌法之下 使你走运 慢着 小子 你一边待着去 能见识到老夫的看家本领 你三生有幸了 不要和他进这 不然 你会 雪月明 放屁 你小子害怕就直说 这里有老夫顶着 保你和我家小姐无事 废话说完了吗 还打不打了 好 玄圆小子 看好了 老夫怎么一招致敌 什 什么 我的手 独自量力 结束了 这些成绩有剧毒 完够了吗 好快的速度 小子 老夫只是被暗算了 不用你帮忙 你给我让开 我还能打 好啊 喝 太完了 臭老头 揭 滚 送你下地狱 老夫日送小子救我 停下 什么 可恶 阻挡我五毒门拜扇 我腻歪了 防臂当车 这条金马可是我的本命毒物 竟然是妖兽 虽然极其低阶 坐 什么 该你 我 不要 我是五毒门的人 五毒门 没听过 回答我的问题 可以饶你一命 我问你 你们五毒门 可是专门饲养妖兽 不是饲养 是五毒门的弟子 都会和毒物形成血气 每人 都会有一只本命毒物 可有强大的妖兽 比如 生长出妖兽内丹的毒物 有 有 有 我师父的毒性 就是可以吞吐内丹的妖物 既然有人和妖兽签订血气 嗯 又多了一个获取妖兽内丹的来源 既然你懂事 能乖乖地放过我 放心 只要你以后见到五毒门的人 推比三射 我不会报复你 回去告诉你师父 告诉你们五毒门的高层 让他们来报复你 还不快滚 真是太帅了 奖励你一根棒棒糖 不过 你就这么放了他 他和我又没什么深仇大恨 我还没问他为什么害我 总感觉这次的杀手和之前的不是一伙的 那是你的事 是 站住 你知道我是谁不 没兴趣知道 葛绍 这小子不按套路出牌啊 擒招是我兄弟 这家伙 敢打伤我兄弟的兄弟 不能放过他 跟上去 来 来 唐长官 我要的货还是没消息 呦 我用一分不会少你 小哥就是大气 这些日子有个拍卖会 你要的药草会出现在拍卖会上 但拍卖会具体时间地点还未定 到时候我通知你 多谢 对了 听说现在不止一伙人在找那些药材 嗯 对 而且都来历不凡 这也是现在药草难找的原因 原来如此 小哥 到时候可要小心哪 哼 不妨 宣月明 你今天不付出点代价 休想离开 代价 可以 半把糖给你 这什么意思啊 老大 这小子可能想贿赂你 你家会录用棒棒糖啊 我像是用棒棒糖能收买的人吗 小子 把东西交出来 交出东西可以少你一命 东西 给他们了 给他们了 你确定 确定 刚给 站住 不许动 谁啊 让开 我找宣元明有急事 我问你 宣元明给你东西了 给了 快给我让开 杀 把他们抓回去 你们干什么 任务完成 帮忙 帮我去 江夫人 你要的人抓到了 办得不错 宣元明 上次让你交出火灵汁 你不失抬举 这次 你休想 敢绑架我 你们想过后果没有 这 这家伙是谁 宣元明呢 我要的东西呢 江夫人息怒 宣元明把东西交给了此人 东西就在他身上 把东西拿出来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把东西给我 你敢打我 你可知道我是谁的人 我管你是谁的人 快把东西给我 什 什么东西 还装算 就是宣元明给你的东西 给 你 就一根棒棒糖 真的没别的了 宣元明就给了我一根棒棒糖 你们也太狠了 为了一根棒棒糖 就敢绑架人 怎么回事 江 江夫人 我也不知道啊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再去 把火灵汁 给我带回来 如今妖兽那一代 有邱三帮我收集 再加上我自己可以零杀妖兽 所以妖兽内单的收集渠道 不算什么 五都门那边 如果敢来找我麻烦 也是一个不错的收集渠道 林草这边的收集 就只有当铺掌柜唐三才 渠道偏手 过几天的拍卖会 是一个不错的渠道 再也 该找一个合适的家族 为我做事 这样多管其下 我才能更快地突破 链铁十万岁 韩明宇老师 你能不能别跟着我了 何老师 都是在一个学校当老师 你何必拒人鱼千里之外呢 给我自己会 让我请你泡个温泉如何 韩老师请自重 我们还没那么熟 正因为没那么熟 所以我们才应该多联络 何老师 我就开门见山和你说吧 我韩明宇看上你了 论职位 我是学校的副校长 论家事 我们韩家在南岛 也是有名有姓的家族 我觉得 何老师 你不应该拒绝我的邀请 那校长 韩家 好厉害的样子 我也开门见山和你说吧 我和青梅 看不上你 不可能 青梅 你肯定是在说气话 对不对 我韩明宇 要家事有家事 要地位有地位 你怎么可能看不上我 大哥 我确实看不上你 你说的这些 我都不稀罕 请你让开 我不信 你肯定是在说反话 我知道 你们女孩都害羞 你就痛快承认了吧 我会对你好的 从你进入学校第一天 我就把你当成了我的女人 真是死缠烂的 薛月明 好 我承认了 太好了 我就知道 你 我承认我有男人了 你就别痴心妄想了 就是 大哥 这人骚扰我 是什么 老公 薛月明 你和何清美结婚了 没有 就算没结婚也是男朋友 韩明宇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何清美 我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 没有追求的人 薛月明只是学院一个小小的实习老师 你竟然找这种人做男朋友 怪你屁事啊 我就喜欢实习老师 怎么了 薛月明 你过来 我有话和你说 没空 搞不定何清美 我还搞不定你薛月明吗 这些事都和我无关 别来烦我 站住 我以副校长的身份命令你 听我训话 说 你听好了 我觉得你配不上何清美老师 你进入学院两三年了吧 现在只是个实习老师 这辈子买得起房买得起车吗 你一个月的工资自己都不够花吧 女人需要安全感 你给不了 还有 你这样的小身板能干啥 我一个都能打你三个 所以我建议你远离何清美 这也是给他幸福 小子 我问你答不答应 可以 这就同意了 何老师 你也看见了 薛月明就这怂样 在我面前连个屁都不敢放 那是薛月明把你当成了一个屁 懒得搭理你 你这么讲的事情 就是这样的 那人真这么说啊 掌将 我从未见过如此长头的人 他亲口对着我说 让师父和掌将去报复他 既然如此 似乎吧 你徒弟的事情 你自己出面解决吧 我的雷马 突破在即 正好需要新鲜的血水肉食 趁此机会外出 雷马必可进阶化为天雷马 薛月明 给我等一下 拿着 帮我把何清美约到这个地方 为什么让我去 废话 我约他他不去啊 你替我约 事情办成了 你就是我小弟 以后在学校 我罩着你 怎么样 是这样 薛月明 你完蛋了 看得没有啊 秦桥没来上课啊 这么说事情闹大了 秦哲恐怕要出手了 秦哲恐怕要出手了 秦远老师挺倒霉的 怎么就惹上了秦家哥 秦远明 秦远明 你实习的时间够长了 今日我特意申请教育局对你考察 如果能通过这次考察 你就会成为东方大学的正式老师 如果通不过考察 抱歉 你将要被开除 你个实习老师也配合我抢个人 等你被开除了 何清梅不还是进入我的怀抱 幾位教授 快快请坐 今天还要请你们 为学校的实习老师做考核 这几位可是教育局派来视察工作的 正好利用他们考核宣远明 听说他们对教学质量要求极其严格 宣远明遇到这几年 算他倒霉 高小姐 实在怠慢 没关系 实在不知你要来 要不我去办公室里喝杯茶 今天是怎么回事 现实教育局派来了几个国内的 学术围斗视察工作 接着 这位被誉为最有希望创造诺贝而讲 最年轻记录的学术天才也来了 这座学校 只是一个二等大学啊 罗校长 你也不必陪着我 我是来找我父亲的 再给你们一个什么实习老师做考核 还名誉这王八蛋 不知道为何拉着视察团去考核一个实习老师 现在可好 高小姐的父亲就在视察团里 这算怎么回事啊 昔圆明 你可以开始了 接下来我们讲到英周王 英周王本人是一个文武双全 极其聪慧的人 他在登基的时候 英朝可以说是内忧外患 大煞将轻 是英咒王力挽狂澜 延续了英朝多年命漫 宣言明 众所周知 英咒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昏君 你竟然说他文武双全 聪慧过人 你要笑死我了 你了解的只是一些文学作品的演绎 真实的英咒王 他足之多谋 文采武略 统一东南 巩固东夷和平原 对历史有大攻击 我看你是疯了吧 好像你见过英咒王似的 我确实见过 甚至还曾和他把酒言欢 可惜 他身不逢时 天下大事 分酒必合合酒必分 他却刚好撞上了那个时代 各位教授 让你们看笑话了 我这就开除 慢着 这位薛元老师说得对 啥 薛元老师确实 对历史研究下过功夫 聊聊几句话 就准确定位了英咒王 前途不可限量啊 什么情况 薛元明这家伙真的懂历史啊 也不信 治不了你 历史课就不要讲了 你就 就讲讲数学课吧 我是历史老师 不是数学老师 薛元老师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你作为老师 怎么能只会一门学科呢 全科才能够出类旁通 更符合我们的教学要求 书学 我没备课 更没大课本 你就不用备课 你就把你的水平展现出来 让几位教授考核一下 如果几位教授嫌你水平太低 今天这考核可就不好过了 既然如此 我来讲一下 这方程和超灵界厄米特 杨振宁 米尔斯方程的变形 我为分级和研究里 有两个来自物理学的方程 至关重量 高小姐 里面就是一个实习老师在上课 要不 他是 一个是成为量子力学 标准模型的 厄米特杨振宁 米尔斯方程 这是 厄米特杨振宁 米尔斯方程 另一个 是和相对论紧密相关的 凯勒安因斯坦方程 什么鬼 这小子还真懂数学 在稳定的前提下 求解这两个方程的步骤 就是这些 我讲完了 几位教授 薛元明讲得对吗 说实话 不知道 因为薛元老师讲得太过深奥 前面我们还可以勉强理解 后面就很难跟上薛元老师的步骤了 薛元明啊 你听到了吗 几位教授都听不懂你讲的什么东西 我看你是胡乱瞎讲 他们听不懂是他们水平不够 你有什么怎么说我瞎讲 五千年来无聊时 早就把人类的所有知识几乎都精通 笑话 这几位都是国内鼎鼎有名的教授 七会听不懂你一个小小实习老师的讲课 我看你是在狡辩 虽然我等无法理解薛元明老师所讲内容的对错 但可以肯定薛元老师肯定不是乱讲 其实是我等水平不够 什么情况 薛元明水平真的这么高 几位教授都听不懂他讲的课 既然几位教授都不知对错 薛元明 你今日的考核待定 暂时算不通过 富威分几何领域世界男人 没想到竟然被一个实习老师破解了 你这个男人很不错 薛元老师刚才讲的内容 很有可能获得数学界的最高奖项 菲尔兹奖 你竟然算他考核不通过 你是有多么可笑和无知 等等 你是谁啊 你这是对学术的不尊重 你马上给薛元明老师道歉 我堂堂一个副校长 给一个实习老师道歉 别以为你长得漂亮 说话就有理 高映雪小姐说的话就是有理 高映雪 难道是那位国宝级学术天才 闺女 你来了 薛元明所讲的也就你能看得懂 既然你觉得薛元明所讲的是正确的 那肯定没错 不 闺女 两位校长 我代表教育协会 批准薛元明老师通过考核 另外 薛元明老师出自的研究成果 我会上报教育协会 除了研究成果 是你们整个学校的荣誉 听见没有 赶紧给薛元明老师道歉 态度不诚恳 我就撤了你这个副校长 对不起 我向你道歉 不打理我 对不起 鞠躬了还不响 对不起 薛元明老师 薛元明 怎么样了 什么怎么样 还能什么 韩副校长要对你的考核啊 就是 我们知道他就是找借口开除你 韩明宇太过分 如果你被开除 我也不待在这里了 多谢你们 我已经通过了考核 通过了 韩明明没有为难你 应该说 没有为难住 没有为难住 考核很简单 嗯 至少对我来说 很简单 我们过几天也要转阵考核 看来不用太担心 放心了 放心了 薛元明都能轻松通过 我们的转阵考核也没问题 英学 你说薛元明刚才所讲的内容 有没有达到诺贝尔奖的水平 菲尔兹奖本来就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薛元明的水平完全配得上 什么情况 诺贝尔奖 菲尔兹奖 薛元明到底奖了什么 他好像是高硬学 那位超级天才 对薛元明竟然有这么高的评价 是从大学的转阵考核 这么恐怖了吗 需要达到诺贝尔奖的水平 这 朱堂主 原家如今内外空虚 势力担保 继续说 这块肥肉有不少人盯着 上次要不是被一个叫 薛元明的年轻人破坏掉 如今原家已经落入我手中 那小子什么势力 应该是三品无辙 还请朱堂主出手 灭了那小子 没空 一个年轻人 也值得本堂主出手 山主这次派我出山 是为了调查马汉堂主的死因 这是头等大事 至于你 我这儿有一颗丹药 吃了这枚丹药 减少十年寿命 可以临时暴增三层修为 这减少十年寿命 这是不是有些 元彪 青龙山的人 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 青龙山看见你的用处 年轻人都看不定 现在对你有些失望 朱堂主心怒我 我必会尽快出掉薛元明 接受元家 薛元明 应该就住在这里 今天就是这小子的末日 给我挡着 薛元明此人异常狡猾 上次竟然骗了我们 这一次 不要和他说任何话 你先装进麻袋 交给蒋夫人 明白 老大放心 屋里没人 难道这小子不在 找我有事 何止找你有事 轩元明 轩元明 果然有两下子 可惜 我这次早有准备 我迷失了这颗丹药 雄为暴增三层 你就算 打架就打架 废话这么多干嘛 大哥 那小子在那儿 小点声 直接装进麻袋 带走 成功 走 回去赴命 今天还真是热的 江夫人 夫人 你这个王八蛋 三番两次的抓错人 我要你何用 一群废物 废物 为什么会这样 怎么会抓错人 看来 还得我另找人 阿九 你亲自带这些废物前去 我儿的病 不能再耽误了 再抓不到人 把这些废物 扔到江里未云 是 夫人 不用你扎了 我来了 薛人明 你竟然敢到这里来 我为什么不敢来 我这人怕麻烦 而你三番两次的 找我麻烦 我很生气 生气 你算什么东西 你生气 我会在乎吗 还愣着干什么 人都来了 还不敢请给我拿下 是 怪不得敢孤身前来 原来实力不弱 薛人明 冤家一解不一结 我确实需要火灵芝 为我儿子治病 我出一百万 买你手里的火灵芝 你看如何 没有 火灵芝已经被我用了 这么说 你不同意 阿九 出手 聊口气就行 你不该拒绝蒋夫人 武者 尤其像你这种低脾武者 在普通人眼中 或许是强大存在 但是在蒋家看来 不值一提 我讨厌别人在打架之前 说这么多话 你要是不出手 我就出手 哼 现在张狂 找打 是 什么 以后别来惹我 否则 惹我也打 哼 太简单 至少具备武者武层的修为 夫人 夫人不好了 少爷他 他又犯病了 什么 儿子 儿子你没事吧 难受 好难受 我快难受死了 少爷 为什么痛苦的是我 为什么不是你们 为什么 卓斯 是不是又痛了 妈 我现在太难受了 我的肺好像有一团火在烧 你给我找的药呢 为什么还没到 笨笨已经找到了 但被一个叫轩元明的人 抢走了 敢抢蒋家的东西 让我忍受如此痛苦 他算个什么玩意儿 妈 你把他给我抓来 可以叨叨把他剁碎了胃狗 吴儿放心 妈绝对不会放过他 我是轩元明 小哥 我是唐三才 上次和你说拍卖会的事情定下来了 明晚七点在启明大厦 好 我知道了 是妖气 爱 你 里我 是 这 唐总许的什么愿 这还用问吗 唐总如此优秀 肯定是找个如意郎君 对对对 最好天上掉下来个好哥哥 唐总这样漂亮才华初衷的女人 只有天上下凡的男人才配得上 天上真的掉下来一个男人 看样子 长得蛮帅的呀 不愧吧 许愿这么灵 你是谁 刚才有一只妖物闯进了你的院子 我是追踪妖物过来的 气息消失了 是藏起来了 妖物 没错 妖物就在你们的院子 我需要把它找出来 站住 收起你这些无聊把戏 如果你想以这样的方式引起我的注意 我劝你打消这个念头 你可以走了 你误会了 我没有什么把戏 刚才 我确实看见了一只妖物进了你的院子 你以为这是在拍电影 还是我像是很好骗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这套说辞 不显可笑吗 就是 没想到是个满口胡言的家伙 白瞎了整个这么帅 赶紧走吧 给我三分钟 让我把它找出来 够了 你再不走 我可要报警了 小姐 小姐不好了 出事了出事了 女妈 出了什么事 小小姐 小小姐她突然昏迷不醒啊 什么 在那儿吗 凌儿 凌儿 你醒醒 别瞎妈妈 小姐 柳妈 凌儿的身体一向很健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姐 我刚才和萧萧姐在房间里玩 就感觉突然一阵阴风吹来 小小姐就好端端的晕倒了 怎么叫都叫不醒 医生 赶紧去叫医生 医生马上到 小姐 医生来了 医生 快看看我女儿 医生 我女儿怎么样 唐总 检 检查结果 小小姐 一切正常 没有生病啊 没有生病 为什么凌儿昏迷不醒 你到底会不会看病 这 这就触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 唐总 我知道一个陈大师 专门看怪病的 要不要请来 好 赶紧请陈大师 好的 我现在就给他发消息 让他过来 不用请什么陈大师了 那妖物就在你女儿的体验 我可以解决 你怎么还在这儿 赶紧出去 唐总 正好陈大师在附近 他马上赶过来 这股妖气极重 不赶快把他揪出来 会伤害这孩子的根 这只妖物旁飙来此 酸物这个女孩体内 是为了什么 好妖物 我看你是妖言惑重 等陈大师来了 当众才穿你这个骗子 陈大师来了 让我看看 是什么疑难杂症 陈大师出马 人道病除 陈大师 你可来了 赶紧给我们小小姐看病吧 陈大师 你别理这小子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 就是个骗子 是人 什么 我可没有承认收过你当徒弟 是是 师父你虽然没有认下我 但我对你老人家的敬仰之情 犹如熊熊高山 连绵不绝 又如星河灿烂 指引我人生的方向 在我心中 我早就把你当师父了 嗯 嗯 这 陈大师 能不能先给我女儿看病 看 看什么看 有我师父在 哪轮得到我出手 可是 他是我女儿被妖物缠身 实话和你们说 和我师父比 我这水瓶就是蚂蚁剑大象 根本不值一提 可他这不是在胡言乱语吗 就是啊 陈大师 你是看病的高手 你只要帮我们小小姐的病看好 我们唐总绝对不会亏待你 放屁 我师父 陈大师 既然人家都这么说了 你去看看也无妨 师父 你以后叫我小陈就行 既然师父发话了 我就去看一下 嗯 陈大师 怎么样 奇怪 脉相平稳 气息柔和 奇了怪了 你女儿没病啊 又是这样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根本不像是生病的样子 我水瓶有限 谁能救救我女儿 现在能救你女儿的 只有我师父 血缘先生 请救救我女儿 如果你能救我女儿 我可以给你一百万 不需要 再拖下去 这个女孩的身体 就要被妖精侵蚀了 我给你一次机会 自己出来 我数三生 三生数完 我不会再给你活命的击 陈大师 这 我们呀 相信师父 装模作样 对着空气乱喊乱叫 这是在看病吗 我看 这是他自己病了 给礼不要远 给我 出来 这 真的有东西出来了 啊 什么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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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哼 来笑吗 小子 三块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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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明是谁 我需要你命的 哼 轩元 先生 这是什么 我和你说过好几次了 妖物 可是 这个世界怎么会存在妖物 两千年前 修仙界曾经陷入了承动 三分之一的修饰远落 我也在那次动乱中 差点生死倒下 眼前这种无形本体的妖物 就是动乱的根源 没想到消失了两千年 它们又出现了 这是预示着新的火火来源 薛元先生 你能不能为我解释一下 没空 哇 你这人 妈妈 太好了 你终于醒了 你赶紧准备一百万 送给薛元先生 唐总 他就算有些本事 但对你的态度 别说了 按照我说的去做 之前的事情 确实是我们唐突了 是 我现在就去办 这几年 我也接触一些诸入舞者 妖物方面的信息 之前总以为这些是骗人的 现在 未必如此 都给我查仔细了 别什么人都放进来 今天 秦昭秦大少可要到场 我们为秦少 站好每一百岗 是 是 大少 你放心吧 没有秦帖 谁也进不去 学员小哥 我可是打听到好多东西 这次拍卖会的东西 都是鸡品 就是你要的灵草 高级的不少鱼两根 你们两个 慢着 请出示秦帖 秦帖呢 秦帖 我不知道要秦帖呀 这就是你打听到了好多消息 连有秦帖都不知道 没有秦帖 不能进去 赶紧走 就不能通融下吗 快走 怎么 出什么事了 学员明 是你 小哥 你们认识啊 不算认识 给过他一个棒棒糖 棒棒糖 让你朋友通融下 放我们进去 你还敢听棒棒糖 就因为你的棒棒糖 我差点没命了 今天有我葛大少在 你休想进去 什么事 大呼小叫 拍卖会都快开始了 你们门口抄着啥呢 这不是轩缘 成哥 有点小事 有个小子没带门票 师父 啥 我不是你师父 师父 你虽然没有认识我 但我陈大魁 对你老人家的景仰之情 又如熊熊高山 连绵不绝 又如星河灿烂 只因我人生的方向 在我心中 你就是我的盖世英雄 我能进去了吗 师父 请 慢着 成哥 这个学员明惹了秦大少 不能让他进去 你在教我陈大魁做事 是吗 不长眼的东西 惹我师父 打死你 我打死你 嗯 触碟 触碟 你听说了吗 最近天水山山处出现了一只强大狗腰 这是我听说了 那只狗腰强大无比 引发了天水山妖物暴动 好多都讨算出来了 这次拍卖会的组织者 把众多武者齐聚于此 其实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成立一个猎杀小队 去天水山妖物 猎杀那只狗猎 他怎么也来了 触碟 看什么呢 没什么 秦昭就要来了 你不是想要他帮你们原家度过危机吗 这次是个好机会 他对你还是有几分好感 肯定会帮你的 我知道了 轩原小哥啊 这次拍卖会来的 都是南岛省的武者和豪门子弟 你想要的那两株灵草 恐怕需要一番竞争 无论多少钱 都要把灵草拿下 回头用我瑞士银行的账户转你 这里真豪华呀 钱质费用是其他地方的好几倍 这次赚了钱 能给妈妈多买点补品 对对不起 怎么搞的 你没长眼的 对对不起 实在对不起 对不起有个屁用 你说这事怎么解决 这位姐姐明明是你装弄我 放屁 你一个服务员 就算我撞你 你自己不会躲着点 灵灵 这是怎么了 清华 今天太晦气了 被这个服务员洒了一身酒 最客气的是 这个贱丫头还不认错 哎呀 小丫头啊 你摊上大事了 知道我们灵灵是什么身份 听好了 她是唐氏集团总经理的女儿 唐氏集团你知道吗 你说的我听不懂 但我没有错 是她现状的我 这两人怎么为难一个小姑娘啊 噓 那两都是唐氏集团高管的子女 平时娇和拔虎惯了 唐氏集团有钱 大爆发货 还是别管了 小丫头真不懂事啊 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赔偿玲玲的这件衣服钱 第二 跪下道歉 大庭广众的 跪下影响也不好 这样 你站好了 让我扇一巴掌 这事就算过去了 站好了让玲玲打 记住 这一巴掌让你长个教训 让你知道 以后见到老娘躲着走 你是谁 敢管我的事 玄园哥哥 小子 放开你的手 别多管闲事 你怎么会在这里 玄园哥哥 我在这里监制打工 你是这个见丫头的哥哥 来得正好 我们好好算算账 这件事我看得很清楚 是你自己的责任 所以 我要你给徐盈盈道歉 小子 你脑袋被驴踢了吗 你让玲玲给你一个服务员道歉 就是 真是可笑 就你们这俩货的服务员身份 也得让我道歉 见丫头 脸伸过来 让我打 否则等会 就不是打脸那么简单了 小丫头 你还敢躲 玲玲 小子 找抽 龙龙八蛋 火场这么大 我爸都没打过我 你竟然敢打我 干嘛呢 吵吵闹闹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陈哥 你来得正好 赶紧把他们抓起来 陈哥 这小子在你看那场子闹事 一定要把他腿打断 来人 抓起来 小子 落在陈哥的手里 不死也要脱层皮 陈哥 咋回事 抓我们干啥 你抓错人了 抓的就是你们 扔出去 轩月鸣 你又惹事了 是事惹我的 算了 我不和你说这些了 你来这里干什么 这里有我需要的灵草 什么 灵草 薛月鸣 你知不知道 这次拍卖的灵草 被秦昭预定了 秦昭少爷到 秦昭哥 秦昭哥 你终于来了 我和触蝶等你半天了 触蝶 多日不见 你越来越漂亮了 秦昭 你修为又精进不少 看来很快 你就会超越那些老牌高手了 别的不敢说 在这青州市年轻一代 我秦昭还是有自信成雄 对了 触蝶 你不是有事情要拜托秦昭哥吗 嗯 爹 你我 也确实该拉近一些关系了 有什么事 尽管说吧 呵呵呵 不瞒秦少 前些时日 原家遭遇变故 我二叔元彪 拜师青郎山主 欲夺取原家基业 所以 想请秦少出手 帮原家度过危机 青郎山 确实有些麻烦 果然还是 不过 青郎山的地盘 并不在青州市 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 我可以出面 劝说青郎山 不要参与此事 此话当真 嗯 有秦少帮忙 我就放心了 秦少 秦少 你可总算来了 葛少 你这是怎么了 谁打的你 还能试试 就是轩原明的家伙 指使陈大奎打的我 轩原明 就是他打我弟弟的轩原明 对对 就是他 胆不小 他人呢 我在这 轩原明 胆子不小啊 还敢站出来 轩原明 赶紧过来 和秦少 打声招呼 我给你引荐一下 没必要 轩原明 你不要执迷不悟 我这是在救你 救 不需要 书蝶 和这鱼木脑袋 还有什么好说的 他如此看不清形势 就让他自生自灭吧 轩原明 这大奎子 滚出来 今天 把你们全部收拾了 不用问他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秦少 人带来了 广头朗 给秦少跪下 秦大奎 你现在有什么话想说 怎么回事 轩原明竟然和秦少有过节 不说话是吗 那好 那我给你两个选择 秦我还是轩原明 你做个选择 想好了再回答 出蝶 看样子啊 你和轩原明也挺熟的 对吧 这样 你让他给我下跪道歉 我不但放过他 还会尽全力 帮助你们原家度过危机 这 出蝶 赶紧答应啊 秦少既然说尽全力 那你们原家就必定无忧了 那 我试试吧 轩原明 你听我一句劝 今天的局势 真的不是你能掌控的 所以 所以 你给秦少跪下道歉吧 轩原明 你不要总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这里不是你任性的地方 你走吧 看在原杰面子上 我和你说的话够多了 你这种智商不足的女 以后别再来烦我 轩原明你 气死我了 轩原明 既然你提到了我爷爷 你就当看在我爷爷的面子上 帮我们原家一把 给秦少跪下道歉 行不行 不行 你怎么如此不可理喻 轩原明 你真把自己当根葱了 初蝶都这样和你说话 你竟然还不答应 你这个混蛋 你敢打我 你竟敢打女人 轩原明 你还是不是敢 怎么回事 我怎么放不出声音了 轩原明 你对冉冉做了什么 太吵了 让他闭走 初蝶 看来你劝说失败了 陈大奎 干你了 你的选择是什么 这要怎么选的 我绝对相信 轩原先生有本事 本秦昭也不是吃素的 所有都不好惹呀 哼 陈大奎 别婆婆妈妈的 你要是敢不跟情少 你就完了 乖乖的当情少的一条狗多好 到时候随便扔两块 都够你啃的 快点 别耽误时间 当狗可以活命 还有骨头吃 可哨 我们做人要讲风度 还是不要逼他 我 我选轩原先生 什么 这个陈大奎 和他哥哥一样 是个聪明 陈大奎 你再把刚才的话说一遍 我说 我选轩原明 我陈大奎就算死 也不当狗 那你就去吧 随缘先生 好险 你就这么想死 不 是你想 那个年轻人是谁 敢和秦昭对着干 出生牛犊不怕虎 我喜欢 我听说 这一年内 秦昭就打费八个人了 这年轻人 就是第九个 有意思 已经好长时间 没人敢和我这么说话了 秦少 笨人之小子 让他不知道天高地厚 那我就 秦少 手下留情 这里毕竟是拍卖会 事情闹大了 影响不好 等会 你不是还要拍得灵草吗 各位嘉宾 拍卖会马上开始 请大家就位 好 那就让这小子多活一会儿 等拍卖会过后 再算账 行上 这么多人在 那我们去二楼包间 慢慢谈 算了 都是轩原明惹的祸 今天就当为了救他 稳缺一下自己了 轩原小哥 刚才吓死我了 你竟然和秦昭有这么大的过节 什么时候的事啊 轩原险上 秦昭在秦州年轻一带风投正上 绝非浪得虚名 你要小心 无妨 倒是你 选择跟我 只要秦昭在 你就很难在秦州混下去 你不后悔吗 轩原先生 我现在后悔也晚了 所以我就铁了心跟着你了 你可不能不管我呀 最近 我一直想找个家族替我办事 收集各大家族手里的名词 也许这个陈大魁正好合适 各位侠宾 盘卖会正式开始 有请第一剑藏品 这把古剑 是在一座皇陵中得到的 孤独的时候 霞光漫天 星月弥漫 星月不留置 难道这把剑是他已留置我 不过 这把古剑到底是不是灵气 谁也不知道 现在开始盘卖 你价五十万 就没有人愿意赌一赌吗 我出五十万 我说 这人是谁呀 一把破铜烂铁也买 冤大头 好 这位小哥有胆识 还有人出价吗 我出六十万 看什么看啊 我就是和你对着干 还有人积蓄吗 秦少出价六十万 一百万 一百一十万 每次都比你高十万 你有办法吗 五百万 轩原先生 一把生锈的铁剑犯不着为了赌气啊 花这么多钱呢 小哥淡定啊 没关系 我有钱 秦少算了吧 算不着跟薛月明动气 不行 五百一十万 为了和秦少对着干 花这么多钱 买一把破剑 徐月明 我还真是高看你了 我出一千万 一千万了 这小子真有钱 不是有钱 是真会败家 没脑子呀 花一千万就买折 他是个傻子吧 这把剑有机率是离弃 但毕竟那是传说中虚无缥缈的事情 虽然我是拍曼飞的工作人员 我还是劝大家 能冷静一下 这小子还真敢出现 他哪来的一千万 薛月明 不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师吗 我也不知道 估计他在装吧 秦少 看他待会怎么付钱 一千万一次 一千万两次 一千万三次 成交 恭喜这位刑长拍得这把古剑 现在游戏先生现场付款 拿走古剑 小哥的钱我来付 刷卡 学员先生 这把古剑现在归你所有了 没错 这把剑果然是当年他的佩戴之物 傻叉 学员明 你这金废铁我二十块回收 你慢不慢 二十块已经出高了 我出十块 你千万 买一把废铜烂铁 都死本少爷了 把不动 学员先生 这把古剑锈住了 无法拔出 应来的话 只会损坏古剑 不妨 这把古剑材质不凡 品阶远超一般灵气 不会损坏 完了 这小子被刺激疯了 都开始幻想了 傻了吧 学员明 你这是何苦呢 面对现实吧 这把剑至少有两千年没有开窍 发生了什么 这难道是灵光 只有灵气才会发出的灵光 什么 这怎么可能 这是什么 闪的眼睛都睁不开 没错 老夫可以百分百肯定 这就是灵光 这把古剑确认灵气无疑了 这东西 可值一千万 简直是有识无价 老夫真后悔 没参与镜拍啊 强剑拖架 竟然会有飞龙印象 这真的只是一把灵气吗 我从没有在其他灵气上 看过有一箱产生啊 太灵人震撼了 我必须减剑 这把剑 绝对超越了灵气 否则绝对不会出现 如此令人震惊的景象 至于灵气之上是什么品贱 老夫也不太清楚 这位小哥 这次捡到了逆天宝贝了 这把剑的主人 曾经是一名年轻的霸道女秀 是当时最有希望飞升之人 可惜 赶上了两千年前发生的毒瓣 为了抵抗妖物 他只身前往妖物巢穴 拯救世人 从此消失铭剑 今日 没想到他的剑再次重见天人 前几天恰好无形无体 要我们再现人剑 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那把剑 那把剑超越灵气的存在 没想到 这次竟然被薛元明捡了个大漏 他是蒙的吗 还是知道那把剑真是价值 不可能 薛元明一定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一定是这样 我出两千万 五剑卖给我吧 两千万 你想什么呢 我出五千万卖给我 一个亿 薛元明 我给你一个亿 把这把剑给我 你打我弟弟的事情 我也可以既往不救 哼 你想屁吃呢 你 现在进行第二轮排卖 上一轮 五剑的价值之大 实在是出乎意料 但接下来 这三株灵草则是毫无意外 它们就是具有极高的价值 它是某位喜爱探险的修行者 在一处原始森林中采到 灵草可以炼丹 可以辅助修炼 你可以进行培养繁殖 价值巨大 行了 别废话了 你说的我们都知道 赶紧拍卖吧 我都等不及了 好 废话不多说 这三株灵草的起拍价势 一个亿 一亿 你们也知道 本少突破在即 这三株灵草我有大用 诸位今日给我个面子 我秦昭会记在心里 秦少说话了 我等自然拱手相让 秦少 你放心拍 我们不给你抢 秦昭客气了 谁敢不给你面子 当然当然 两个亿 什么 是哪个不长眼的 和秦少作对 又是这小子 敢和秦少争抢灵草 活腻了吧 算了 这人疯了 你拦都拦不住 徐月明 你已经得到了一把宝剑 还要禁拍做什么 我劝你 赶紧放弃 我有钱 为什么不能禁拍 有意思 我出三个意 小子 你不是有钱吗 你有本事就跟下去 我可告诉你 主持这场拍卖会 背后的势力极大 你敢虚假报价 有你好看 五个亿 七个亿 十个亿 十一个亿 据我所知 这小子背后 没有家族支撑 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身价 他真的能拿出十个亿 十个亿 小哥慢着 小哥 我没想到今天 竞拍会这么激烈 我只带了十个亿的现金 再加价 我们钱不够了 再想想办法 这三株林草 我等了半年多 必须要拿到 真的没办法了 主要是 你的竞争对手是情招 我们就算去借钱 也没人该借给我们 那 薛元明 你有本事在出价 雄人一个 敢和本兽金牌 也不撒跑你要照照自己 二十一 谁呀 这时候还敢出来喊价 直接好二十一 这有点凶残了 哇 这是谁呀 好漂亮好有气质 唐总你都不认识 我们青州的新贵 短短几年 就问点了青州首贵的宝座 不愧是丁丁有名的女强人 我替薛元先生 出价二十一 什么 唐总竟然是为薛元明出了二十一 我没听错 听说唐总还单身 难道薛元明设唐总养的小白脸 只有这个解释才合理了 薛元明 算我看错你了 我之前还疑惑你一个普通老师 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原来你的钱来的不干净 我出 青少三思 唐婉瑜这个女人别的没有 就是有钱 你和她竞拍不明智啊 最后输的肯定是我们 明明灵草马上到手 没想到半路杀出个陈咬精 青少少安无躁 就算薛元明拿到灵草又如何 他能带走才算是真本事 我明白了 暂时让他们得意一会 这三组上等灵草 为薛元先生派得 恭喜薛元先生 这三株灵草是你的了 东西我收下 钱我会给你 薛元先生说笑了 这三株灵草就当我送给你了 作为上次的感谢 事情办完了 走吧 薛元哥哥 薛元哥 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母亲一直想感谢你 让你去家里吃顿饭 也好 那就今天吧 我也正好顺便看一下你母亲的病情 薛元先生 不如我送你们吧 正好我也有事情想和你说 嗯 谢了 我亲自去开车 薛元先生等我一下 薛元哥 你是不是很有钱 我不缺钱 但是很多东西 是钱买不来的 是啊 我虽然没钱 但我也知道这个道理 听说有钱人都不快乐 薛元哥 我从没看到过你像 你是不是也不快乐 快乐 师傅师傅 我练体第九层了 马上就要突破了 好好好 等你突破到下一个境界 师傅就传给你更厉害的功法 以你的资质 修为肯定后来居上 到时候你我师徒二人一起飞升 也算是一段佳话 而现在 只剩下我 这俩穷兄妹终于出来了 灵灵 这次没有陈大奎给他们撑腰 你放心 这两人我们拿捏的稳稳的 你气坏我了 你对服务生 也敢跟我叫板 你们听好了 等会儿对我狠狠的大 我有了事前 事成之后 少不了你们的 刘姐 薛哥 你们放心 保证你们满意 薛元哥哥 薛元哥哥 你在想什么 你刚才的问题 让我想起了以前的一些事情 薛元哥 我觉得人活着 还是快乐最重要 这话虽然简单 但做到很难哦 希望以后 能看到薛元哥 你脸上的笑容 喂 小子 没想到吧 我们会在这里等着你 又是你们 你们还想干什么 贱丫头 你给我闭嘴 今天我要扒光你的衣服 把你扔到大街上去 还有你这臭小子 没有了陈大葵给你承邀 我看你还怎么逃出我的手心 让我好好教训教训你 陆少 刘姐 行了 这妞真水亮 等会儿拔衣服的时候 我来动手 少你了 等等 想求饶 没用的 惹了我们 你就是惹到阎王爷 不再也要褪层皮 这里到处都是监控 在这里动手 不怕后面处理起来麻烦吗 天真 天空早就提前被我们掐断 今天想怎么玩 就怎么玩 没麻烦 我就放心了 还有谁 干嘛 都给我上 废了他 我警告你啊 别乱来 我们可是唐氏集团的人 你不是阎王爷吗 你不是让我退层皮吗 小子 你现在给我归下道歉 我还可以原谅你 你还敢打我 你欠他 你 小子 你有种 你给我等着 这 我让你走了吗 你别太嚣张 我就不信你一个无权无视的小子 真敢把我怎么样 唐总 你怎么来了 赶紧救救我们 怎么回事 你们两个怎么在这里 唐总 这小子干对我们无礼 我们不过是出手教训一下他 没想到 他竟还敢还手 就是 他这儿简直不把唐氏集团放在眼里 不把唐总你放在眼里 这么说 你们惹到了轩辕先生 唐总 您说反了 是这小子惹到我们 唐总 唐总 你真是 瞎了你的狗眼 胆敢惹轩辕先生 轩辕先生 对不起 是我管教不严 让集团高管的子女 在外面胡作非为 招惹了你 什么 这 你们两个 赶紧给我跪下 给轩辕先生道歉 不 不好意思 我 我不知道你认识唐总 我们永远不是台山 求轩辕先生 饶了我们这一次 轩辕先生 你看此事怎么处理 你处理即可 回去告诉你们父母 从现在起 他们被唐氏集团开除了 师父 不要啊 唐总 我父亲要是知道了 会打断我的腿 唐总 我母亲也不会饶了我 他会处罚我的 求你了 我们知道错了 唐总 求求你了 唐总 其实 我有一事相求 说吧 自从上次那件事之后 我女儿唐灵一直精神不振 整个人比之前瘦了一大圈 医生说 这是受到了惊吓 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痊愈 自从那天 见识到了轩辕先生是斩神通 我便惊为天人 所以 我想让唐灵 拜先生为师 拜我为师 当然 我知道轩辕先生你是高人 不会轻易收徒 所以 我会拿出唐氏集团的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作为拜师礼 唐 唐总 三思啊 集团百分之三十股份 那可是贴文数字啊 瞬间可以让一个人成为青州首富 闭嘴 抱歉 我从不收徒 你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是台阶 你知不知道 唐总刚才给你的是什么 我再说一遍 闭嘴 否则 你给我滚下去 抱歉 薛云先生 我能问下 您为何不肯收徒吗 徒弟 是 师父 徒儿愚钝 为领悟大大 如今受冤将近 恐不能再在师父跟前师父 小十一 为什么 师父 你何时那么年轻 实际在你身上 似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真令人羡慕啊 我问你 为什么 有人说 师父 你就是糖三肉 吃了就可以长生不老 我这么老了 马上就要死了 师父 你就让我咬一口吧 师父 这是我的私事 总之 我不收徒 既然如此 我也不勉强薛云先生 以后有任何事情 薛云先生 竟可以来唐氏集团找我 薛云哥哥 我们上去吧 我母亲给薛云哥哥做了好多菜 薛云 你赶紧 你赶紧走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答应你的 今天不让我满意 我就不走 母亲 真会计 我怎么摊上你们这对母女 你真是让我把辈子没 母亲 你没事吧 呦 盈盈 都长这么大了 怎么了 见了父亲 都不叫一张 没有你这样的父亲 请你离开我们家 你们家 提到这五家来起 给我滚开 当初娶你 就是看中了你们徐家有钱有势 谁知道 没过几年 无端被徐家赶出来了 还净身出户 弄得我也跟着你们受穷挨恶 我母女就是一对丧门星 我告诉你们 这个房子马上就要卖掉了 识相的 赶紧把房产证给我 薛明 这个房子 是我们母女唯一的容身之处 这些年 你没有给过我们一分钱 还经常来家里拿钱 盈盈的薛飞 都是自己打工挣来的 如今 你还要把房子夺走卖掉 你们有没有良心 赶紧走 你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再不走 我报警了 你丫头 你闭嘴 买房子怎么了 惹气了我 连你一起卖掉 我再问你一句 房产证拿不拿出来 你做梦 竟就不吃吃罚酒 哪儿来的猫头小子 你给我起开 看在你是徐英英父亲的份上 我不打你 滚 你可真有意思啊 你算个什么东西 叫你这小山板 还敢威胁我 你知不知道 我是混社会的 信不信叫了几千兄弟 废了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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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到痛就赶紧滚 徐明 你赶紧走吧 以后别再来我们家 你和你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嘿 行啊 你们母女长本事了啊 竟然找了个小白脸撑腰 欠负淫负呸 徐明 徐明 你住嘴 嘴巴放干净点 呦 这个小白脸模样不错了吧 不知道你们母女俩谁是 还是俩都是 你 我 你说一个字 我就打你巴掌 你们给我等着 这事没完 我还会回来的 徐明 不好意思啊 本来是请你吃饭 没想到啊 我和你们有缘 以后你们遇到什么事 可以随时找我 当年送出这块项链 便是一个承诺 既然当年的少女与世 这份恩情 便还给她的后人吧 徐明哥哥 多吃点菜 陈大魁 我是宣月明 宣元先生 你有什么吩咐 东岳小区一号楼三零一 有一对母女居住在这 最近有人找他们麻烦 你派人帮我盯着点 宣元先生放心 事情一定办好 出来吧 宣元明啊 抢了秦少的东西 你以为你能轻易离开吗 秦昭为什么自己不来 秦少是什么身份 这种事情 岂会亲自动手 你们不是我的对手 来又有何用 我这人最怕麻烦 我把你们一起解决 不要浪费不必要的时间 猖狂 我们既然前来就有拿下你的把握 这是秦少的师父赐予的担药 吃了它可以让我们发挥出几倍的实力 小子 我劝你赶紧把拍卖会上的东西主动交出来 然后乖乖跪下 跟我回去领罪 我还可以在秦少面前 给你求个情 不然 吃了这枚丹药 你可就连求饶的机会 什么 吃就吃 哪来那么多废话 吃丹药 一起上 这就是高手的感觉吗 太强了 小子 你永远不会明白 你现在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力量 你同样不知道 你所面对的是何种力量 结束了 什么 一起上 唐儿 你觉得此人如何 招式硬朗 力道十足 但是修为略低 比起那些人 还是太弱了 他既然能在拍卖会上 认出这把剑 并且将此剑激活 说明他剑势非凡 非一般人能及 那也不值得爷爷专程前来看他 我们孔家之前 可是派人几次鉴定那把剑 都没有探查出什么眉目 这次有资格前去探险的 哪一个不是青年翘楚 也没见爷爷你如此重视谁 那不一样 这次进山 这次进山 涉及到千百年的道统秘境 我们正好需要一位 有独特见识的人 见识这种东西最难提升 这次去的地方错综复杂 有轩元明这样的人 也会多一分把握 你这丫头 走吧 去和他谈谈 浪费时间 自我介绍下 老夫孔家家主 孔天峰 先前你参加的拍卖会 主办方正是我孔家 有事可以直说 小有爽快 那我就直说了 最近天水山深处 有一只狗妖作祟 强大无比 舍得整个天水山 地动山摇 怪象频发 狗妖 自古狗极难成妖 只因为它们和人生活的 比较亲近 沾染红尘俗气 自然难以迈上修行之路 这只狗妖极其难缠 先前有五折五层的高手出手 根本不是狗妖的一盒之敌 最重要的是 这只狗妖守护在一处 古老的道头秘境 有如此强大的狗妖守护 想必这秘境肯定来历不凡 里面恐怕有重宝 你们让我帮你们进入秘境夺宝 你太高看你自己了 是协助 不是帮 以你的能力 还帮不到我们 唐儿 住嘴 此次如果小友肯协助我们 不管多少钱 小友可以开个价 我对钱不感兴趣 对你们的事情也不感兴趣 慢着 我看小友上次在拍卖会上 拍得了三株上等灵草 应该对灵草有需求 据我 据我所知 好 这次行动 三日后来接我 三日后来接我 开始炼制裴员袋 拍卖会上得到的这三株上品龙槽 足够炼制三枚上品龙槽 足够炼制三枚上品龙槽 九万九千九百四十八层 之前一颗培原蛋 就可以提升一层修为 现在三颗才勉强可以 看来又到了修为提升的瓶颈了 所谓瓶颈 便是在练体期 我的修为提到一定的层级 身体犹如金鱼吸水一般 需要大量的灵力 总息不满 提升修为境界变得极其困难 前面犹如多了一道沟壑 需要以前的几倍 几十倍 甚至几百倍的丹药林槽 才能勉强提升一次境界 在这几千年的修行过程中 我数次遇到这种阻碍 要不然 我的修为早就突破到 炼体十万层 而解决这种瓶颈的唯一办法 就是用海量的灵力 填满这道沟壑 也许 孔天风所说的道头秘境 是一次机会 被人打成这样 我给你那枚丹药 你没吃 诸堂主恕罪 实在是没来得及吃 就被宣元明打晕了 元彪 你是只猪吗 你就不知道先吃了丹药 我忘了 诸堂主息怒 不过我这次被打晕后 被带到了蒋家 意外地让我发现了 杀害马汉堂主的凶手 是谁干的 无巧不成书 这人正是宣元明 哦 此话当真 不会是你和那小子有仇 故意这么说的吧 绝对不会错 这是蒋夫人亲口和我说的 那天 蒋夫人请马汉堂主进入虾谷 摘取火灵芝 没想到宣元明出现 最后 却只有他一人出来 马汉堂主就算不是他害的 也肯定和他有关 竟然如此 本堂主该出手了 诸堂主 我还打听到一个消息 两日后 一只低调神秘的孔家 将要组织一支小队 前往天水山深处 颤出那只近日闹出极大动静的狗腰 并探索一处道通秘境 据说 孔家这次邀请宣元明了 现在去找这小子 会不会和孔家起冲突啊 孔家确实一只神秘狄 就算我青狼山 也不能全部摸清他们的底细 你去和孔家说 我们也参加这次行动 祝他一臂之力 去了天水山深处 我再找机会废了那小子 接下来这几天你安排一下 我出手帮你夺得元家家主职位 得令 今天讲到这 下课 宣元明 我听说孔家邀请你了 不过 我要告诉你一个消息 孔家同样邀请秦章了 宣元明 你敢剥离我 宣元明 你给我站住 宣元明 你给我停下 你没听见元小姐叫你 元小姐 是不是宣元明惹到你了 你和我说 我帮你教训他 逃好了眼前这位元家小姐 再升一级 也不是不可能 宣元明 我就不明白 你为何一直要在我面前装骄傲 你想多了 我只是单纯的不想搭理你 希望你有自知之谜 不要再打扰 你竟敢说我打扰你 宣元明 你站住 再不停下 我就开除你 行 我等你开除 混蛋 宣元明 你就是个混蛋 元小姐 何必和这小子一般见识 他就是个不入流的小人物 我去帮元小姐起草文件 正式开除宣元明 还是不够 这些凡人的气血 远远不够雷芒 进化成天雷芒 还是先去找挑衅五毒门的那小子吧 吞了他 这个舞者应该有些效果 那个女人也要尽快干掉 虽然一个凡人给的酬金不高 但是这个任务拖得太久 恐怕影响五毒门的声誉 你们都听好了 学校董事长的决议 宣元明从今日起被开除了 天才高应血都淡不绝口 凭什么开除他 这是 韩明宇 你为什么要开除宣元明 你给我说清楚 这是董事长的决定 如果你们有意见 去找董事长吧 你们要做什么 学校既然要开除你 我和你一起走 我也不干了 宣元明 这三年来 你的教学水平很是优秀 虽然平常不爱交接 但直接开除你 这绝对是公报私仇 这学校我也不想呆了 不用 这件事和你们无关 哦 蜘蛛地方是非太多 确实需要换个地方 换个身份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暂时没想好 先离开这里吧 朱堂主 朱堂主 我们到了 您亲自出手 帮我夺得元家 肯定是首到擒来 必须的 小菜一碟 朱堂主 我们现在冲进去 冲进去多没排面 你去里面告诉元家家主 限他一个小时内 出来迎接本堂主 把元家交出来 否则就尝尝我的手段 朱堂主果然高人风范 我这就进去通知元正天 元正天 限你一个小时内出去 跪迎朱堂主 交出元家 元彪 你也是元家人 现在没勾结万人毁灭元家 你还有良心吗 自从你元正天掌管元家那刻起 我的良心早就没了 论修为论管理能力 我元彪哪一点比不过你 偏偏你做了家主 我不服 元正天 这一次我看你还怎么保住元家 元家就要在你手上消失了 家主 现在怎么办呀 去虎门备车 马上去东方大学 我去请宣元先生 回京之际 只有轩元先生可以救元家 元小姐 按照您的吩咐 我已经把轩元明开除了 谁让你开除他的 不是元小姐你亲口说 要开除他的吗 算了算了 开除就开除吧 给他点教训也好 初谍 轩元明呢 父亲 你怎么来了 这 轩元明 元家主 轩元明冒犯元小姐 已经被我开除了 什么 那小子就是欠收拾 早就该赶他走 谁给你们全力 开除轩元明的 父亲 轩元明确实太过分了 我明明都是在对他好 谁知道他根本不领情 糊涂啊 糊涂 现在元彪请来青狼山猪堂主 堵住了我元家大门 一个小时内不交出元家 元家就要覆灭呀 什么 轩元明现在人呢 恐怕 再收拾行李吧 走 赶紧跟我过去 轩元明 你就这么走了 你们没必要跟着我了 小哥哥 我无家可归 我求求你 能不能收留我几天 我会做饭 会洗衣服 还会暖床 轩元先生 太好了 轩元先生 你还没有离开 前正天 招我有事 元家有难 请轩元先生出手 元家有难 我二叔元彪 找来了青狼山的一位堂主 想要吞命元家 你如果能化解元家的这次危机 我可以不开除你 我可以不开除你 楚蝶 住嘴 轩元先生别生气 我替小女向你道歉 如果轩元先生肯出手 不论怎样 这座学校就是轩元先生的了 轩元明 我父亲如此放低姿态和你说话 你应该知足了 不要以为离开了你 我们就对付不了他们 好啊 那你们就去找别人吧 轩元先生 留步 元初蝶 你给我跪下 给轩元先生道歉 什么 父亲 你太高看他了 他是有些本事 但绝对不可能 是青狼山堂主的对手 不用他帮忙 我现在就找别人解决这件事 卿尚 我是初蝶 有件事我想麻烦你一下 哦 是初蝶啊 初蝶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尽管说 是这样的 我二叔元彪联合青狼山的猪堂主 想抢夺元家的产业 我想请情少帮忙打退那位猪堂主 初蝶 青狼山山主 可是一位武宗级的人物 听说青狼山还有武圣坐镇 所以这件事我只能尽量帮你调节 你们元家拿出点诚意来 诚意 秦尚 拿出点诚意是什么意思 比如把一半的元家 分给猪堂主和元彪 这恐怕不行 初蝶 你还是不明白 你们到底面对的是何种人物 猪堂主这种高手 说实话 面和元家十个都不在话下 秦尚 你能不能再想想其他办法 我还有事 我的提议你好好想想 如果可以 我再出马和猪堂主谈 怎么样 秦尚说 把一半的元家分出 刻报元家平安 作梦 我在打电话给秦尚 劝说他一下 他一定会帮我们 够了 你是我唯一的女儿 是未来元家的继承人 怎么还如此不成熟 跪下 给玄元先生道歉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父亲 我是你女儿 你让我给一个外人下跪 玄元先生不是外人 他是你爷爷敬重的人 出爹 时光元家生死存亡 我希望你能分得清清重 为了元家 我听父亲的 给你道歉 玄元先生 老夫也给你跪下 求你帮帮元家 罢了 看在元爵的面子上 再出手帮你一次 太好了 情况紧急 玄元先生随我上车 玄元明 我还是认为 就凭你 不足以拯救元家 最后恐怕 还是要仰仗情少 诸堂主 时间到了 元家还没动静 我们 斗尸抬举 冲进去 好嘞 我这就去踹开大门 元政天 你终于出来了 你躲得了一时 躲不了一世 今日诸堂主亲自前来 无论如何 也要做个了断 元彪 你这个白眼狼 今天就算元家毁掉 也不会白白偏意你们 宣元明 你竟然也来了 你就这么想找仇 宣元明 就是你害了马汉堂主 他自己无能 好够狂 本来我还想让你多活几斤 既然如此 今天把你和元家一并处理了 朱堂主 你和宣元明的私人恩怨 请不要和元家混为一谈 没想到宣元明竟然和朱堂主有仇 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朱堂 元家还是希望能和朱堂主谈谈 朱堂主是连秦昭都忌惮的人 血月明绝对抱不住元家 等本堂主解决了这小子 你们就知道怎么做了 且慢 青少 你来了 我就是到你不会扔下元家不管的 朱堂 我说过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怎么会不管你呢 这位是青州舞者协会的杨会长 我专门请他老人家出面调停这件事 太好了 父亲 清朝请来了舞者协会杨会长 元家有救了 见过杨会长没想到杨会长大驾光临 元家主客气了 此事我也是听秦昭所说便赶了过来 如此此事全仰仗杨会长了 事后元家必有重献 好说好说 朱堂主久仰久仰 杨会长前来 难道想阻止我朱某 朱堂主哪里话 请郎山做事谁又能阻止 你知道就好 俗话说元家一解不一解 老夫今日想调停此事 当个何事佬 还望朱堂主给个面子 这小子和马堂主的事有关 你说 这事要怎么解 元家主 不是说家族之争 怎么还牵扯到马堂主的事 杨会长 这件事跟元家没有半点关系 我们也不知情 完全是薛元明的个人行为 朱堂主 既然这件事和元家没关系 我觉得此事可以一马归一马 可以啊 不过 这小子今天别想活着离开 元家主 你觉得呢 这 恐怕有些不妥 父亲 如今 他和青狼山有死仇 他帮不了我们 我们也救不了他 薛元明 事已至此 我希望你能理解 楚天 不可 我们如果这么做 和元彪有什么区别 我元振天 绝不做那妄恩负义的小人 父亲 这样做才能保住元家 你想想 元家的百年基业 不能今日葬送了 元伯父 为了个薛元明 这么做不值得啊 元家主 元家的事情还能商量 薛元明和马堂主的事 可没法调解 希望你能想清楚 不行 我坚决不同意 如果这么做 我到了地下 都没脸见你死去的爷爷 父亲 你老了 真的老了 这件事 我来做主吧 楚天 现在还不是元家家主 你想干什么 父亲 我不能眼睁睁的 看着元家被灭 元家 是爷爷的心血 我相信爷爷 更不想看着元家毁灭 父亲 办完这件事之后 我给你认错 你要怎么惩罚我都可以 逆子 你这样做 才是真正的毁了元家 元家主 别激动 你还是歇会儿吧 楚天 不要和他们谈 你这是鱼虎毛皮 元家主 你再这样闹 晚辈可要请你歇会儿了 宣元先生 今日之事 是我们元家 是我 对不起你啊 诸堂主 现在宣元明和元家再无关系 我现在代表元家和你谈谈 好啊 大侄女 不得不说 你比你父亲果断很辣多了 二叔很欣赏你啊 二叔 元家要不是你 何至于如此 我们还是说正事吧 既然有杨会长和秦少替元家出面 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 所以 诸堂主决定 只要元家拿出九成家产 剩下一成给你们找地方安家 什么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杨会长 秦少 这么分配 确实有些不妥 元彪 你胃口有些大了 何止是胃口大 这根本 就是在吞并元家 元家最多拿出两成到三成 而且 你们要保证 以后不得再来骚扰元家 这西瓜真甜 和元小姐一样 傻白甜 大侄女儿 二叔刚夸完你狠了 你现在又变得这么天真 你们什么意思 杨会长分两成 秦少拿一成 元家一成安家费 剩下的六成归我们 杨会长 这样的分配 你看怎样 什么 可以 分配很合理 我无意义 你们 怎么能这样 秦少 你说句话 蛤 初笛 其实一成安家费 已经不少了 杨会长要是不出面 你和你父亲 绝对要近身出户 杨会长在青州名望很高 自然出场费也高 不 这样的分配 确实还算合理 这样吧 我那一成不要了 送给你 但你要答应我 做我女朋友 母齿 原来你们都是一伙的 都是来光分元家的 初笛啊 我说过你这是云虎谋皮 你就是不听 现在人家彻底完了 你们不能这样 我绝对不同意这样分配 初笛 臣首笛 事已至此 家已破 就会要弄到人亡了 怎么 怎么会这样 都是我 都是我把一切搞砸了 好了 既然商量完了 本堂主该办正事了 小子 把之前害死马堂主的事情 说清楚 我给你个体面的司法 朱堂主 这小子在拍卖会上 抢了我几件东西 我今天也正是为了此事而来 不如 让我带你出手 先教训教训他 去吧 给我留口气审问就行 薛人相上 赶紧逃 老夫拼了这把老骨头 你要挡住他们 父亲 小子 那些东西藏哪儿了 老老实实交出来 还可以少吃点苦 沈元先生 赶紧跑啊 无妨 他屡次找我麻烦 浪费了我不少时间 今日我们确实该做个了结 你所谓的了结 不过是我 对你单方面的屠路 可恶 可恶 我要干掉你 可恶 可恶 我铁腿下 清昭铁腿无敌 这下薛元明必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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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腿 这 啊 秦少 竟然 败了 废物 抢着出手 我还以为多厉害 薛月明 你想干什么 我说过 今天做个了结 自然是了结你 你敢 我师父是武宗 你打断我的腿 已经是不可饶恕 你还敢对付我 我师父不会放过你 现在给我跪下赔罪 让我打断一条腿 否则的话 行上 被薛月明干掉了 薛月明 你竟然敢痛下狠手 你没听见秦昭说 他的师父是武宗吗 那又如何 武宗高高在上 犹如神明 你当真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我看你是太狂傲了 我说过 那又如何 纵然武宗来了 我有云据 你 爷爷 有病啊 这么急匆匆地赶去原家 以我孔家的面子 可以救下薛月明 但这样 就和青狼山有了恩怨 毕竟原家一解不一解 我有预感 这次天水山探险 薛月明会是关键 这对孔家无比重要 不得不做 而且 我总感觉 薛月明不是表面 看起来那么简单 看样子 你还有些本事 你现在激起了我浓厚的虐杀兴趣 这是 五者八层的修为 马上踏入准武宗境 杨会长 开眼界了吧 猪堂主干掉这小子 如啃花切碎 我会把你身上的每一处骨头打碎 你居然没事 你不是说你能打碎我的骨头吗 继续 刚才是本堂主没尽全力 怎么可能 我练体五千年 虽然我的修为一直停留在练体器 但我的身体强度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人多强 小子 今天本堂主状态不佳 暂时放你吗 你打完了 该我了 我乃青狼山堂主 你敢和青狼山作对 猪堂主 就这么没了 田猪堂主 他不是 轩元明的对手 我 我一直看错他了 轩元 轩元先生饶命 轩元先生 不要杀我 轩元明 你没事吧 不是 没事 猪堂主没找你麻烦 猪堂主呢 在这 猪堂主怎么会 猪堂主没了 杨会长 是你 孔家主 以我的实力 和猪堂主最多五五开 哪里能干掉他 轩元明 到底是谁救了你 没人救我 他是被我干掉的 孔家主 确实是轩元明 干掉了猪堂主 不过 他这次也惹下来 弥天大祸 轩元小哥好样的 我孔天风果然没看错你 我本来还担心你 特来相救 看来是多此一举了 明天天水山探险 我们准时会合 庞儿 爷爷没看错人吧 爷爷眼光独烂 这个轩元明 看着平平无奇 确实出乎我的意料 轩元先生 留步 给我过来 轩元先生 小女人出牒 任你处置 没必要 我和原家再无关系 鬼下 认罚 对不起 我错了 轩元先生 原初蝶做出如此背信弃义之事 你要怎么处置都随你 没必要 请轩元先生不要放弃原家 走了 这几千年了 我见过许多的生死离别 起起落落 聚散离合 大道无情 他们对我来说 不过是一段插曲罢了 父亲 初蝶呀初蝶 你都不知道你今日闯了多大的祸 父亲 我这么做 都是为了原家啊 你这是在恨原家 要不是轩元先生 本来和朱堂主有仇 今日我们原家必亡 我早就告诉过你 对轩元明客气点 你爷爷也说过 让你像尊敬他一样 尊敬轩元明 你就是不听 你刚才没看见吗 就连孔家都对宣元明离境三分 父亲 你说刚才的那些人 是十二豪族的孔家 正是 十二豪族把持华夏经济命脉 你不会不知道他们的分量 那是打个喷嚏半个华国都颤一颤的庞大家族 根本不是我们原家这种小门小户能比得上的 他们要灭亡我们原家 那只是一句话的事情 而你却屡次对轩元明出言不逊 我也不知道他如此深藏不漏 虽然不知道轩元先生和你爷爷是什么关系 但我能看出轩元先生是个念旧情的人 父亲 你放心 就算为奴为婢 我也会挽回轩元明 轩元明 你给我站住 你已经被开除了 怎么还在学校里乱逛 赶紧离开学校 否则我叫保安把你轰出去 住嘴 怎么 不许这么无礼 小姐 我在替你教训这小子 这小子死活赖着 不离开学校 元小姐 你 你被开除了 赶紧滚出这座学校 元小姐 为啥 我是在帮你教训轩元明啊 为啥 现在整所学校都是轩元先生的 什么 这不可能吧 赶紧把他轰走 轩元 轩元先生 我有眼不是泰山 你饶了这次吧 轩元先生 之前的事 轩元先生 上车吧 我们现在出发 轩元明 我云出敌不会放弃的 诸位 抱歉 我来晚了 轩元先生 这些人就是此次进入天水山探险的人员 孔小姐 你专程去接的人 就是这个矛盾小子 让我们等了这么长时间 小子 你面子挺大 孔小姐 我也很好奇 要你专程去接的人 到底是何实力 牛奔 轩元先生薄小古今 他这次来 是为我们探险 遇到未知的难题时 提供一些建议 当然他的实力也不俗 哦 这小声板 原来小兄弟是个文人 等会儿跟在哥哥的身后 哥哥保护你 哈哈哈哈 这人谁啊 好强的体魄 这是练体到达一定的境界了 这人你都不认识 他是青年准武宗 杀破堂 极有名气 西堂 我来了 好久不见 杀哥哥 杀哥哥 什么时候出发 现在就出发 前面就是天水山 最近因为那只狗腰 道路已经被破坏 所以我们只能徒步进去 事不宜迟 我们出发吧 好 出发 这次有准武宗在 这次有准武宗在 肯定有惊无险 大家小心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进入天水山深处了 看前面 那是什么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用 雪原先生 可知道这是什么 雪残佑 不要碰他 我们绕过去 这东西应该在三千年前就灭绝了 怎么会出现在这片山林中 这位小兄弟 探险刚开始 遇到事就退缩不前 竟想着怎么躲开 这可不是探险该有的精神 不错 我去看看 这到底是个什么 牛奔 我们此行的目的是找到那片道统秘境 不要节外生枝 听雪原明的 绕开此地 哼 孔小姐 你还真信这小子的话啊 因为那只狗腰 整个天水山都发生了大变 这个勇 也许和道统秘境有关 可是 喜唐 放心吧 牛奔的实力不弱 心该无事 不要等他 这是一种飞蛾的卵 你这样 很容易把它引来 小伙子 你还真是博雪多彩 这要是飞蛾的卵 那只飞蛾要有多大 害怕就直说 不要心为狗狂 什么玩意儿 太臭了 这人已经没了 看服事 好像是王家的人 看来王家已经先我们一步来到这里了 孔小姐 既然有人接足先登 事不宜迟 我们赶紧出发 遗迹里的好东西 不能被别人抢走了 接下来 大家全速前进 走不了了 小子 你什么意思 怎么会 会有这么大的飞蛾 救我 上 救人 我们也被缠住了 救命啊 这只妖物太强大了 我们都没有办法反抗 孔小姐 撤吧 薛元明 有克制这只妖物的办法吗 没有 除了干掉的 什么 这怎么办得到 撤吧 喜唐 你跟在我身边 我护着你撤退 众人听好 撤 薛元明 你要干嘛 那小子 我飞蛾那边走干啥 赶紧撤 后来是一颗药水 还是瘦了 虽然比不上那条大蛇的那颗 薛元明 你在做什么 赶紧回来 心该是吓傻了 这是人在极端恐惧下的应激反应 只有被吓破胆才会这样 喜唐 撤吧 这人应该没救了 不会 薛元明不可能被吓到 什么东西 又来了个大家伙 赤炎天灵 连这种妖兽都出现了 刚才那是个什么东西 好强的妖兽啊 以前天水山 没听说过有这么强大的妖兽啊 难道和那片道桶秘境有关 事情有些不简单 各类妖兽都开始出现 只是妖物在抚甦 这次找寻那出道桶秘境 恐怕危险重重 大家一定要多加小心 喂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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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竟然吓得自投罗我 真是太无能了 我牛本虽然忙 但绝对不会吓成你那样 哼 文人果然都是这尿下 关键时刻掉链子 呃 你没事吧 没事 继续前进吧 喜唐 你待在我身边吧 你带来的那个小子并不靠谱 我来保护你 沙哥哥 薛元明不是那样的人 他当时肯定有自己的原因 是什么样的人 已经显而易见 前面还有其他好族的人 更应该小心 你要是出事 那片道桶秘境根本无法打开 好吧 公小姐 这里有两条路 该怎么走 薛元明 我们该走哪一条路 走右边这条路 啊 我从卫星地图上看了 这是条近路 我们能尽快到来 走走便 薛元明 明明右边这条路更加平坦好走 而且更近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和我畅反调 这里地处深山 人际寒致 出现一条平坦光滑的路 你不觉得不正常 有什么不正常的 不过是一条路而已 这种路叫做崇荡 是猛兽经常行走的道路 现在山里夭手复苏 走这里不安全 一派胡言 害怕就直说 什么崇荡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沙哥哥 我觉得轩元明说的有道理 我们按照轩元明说的走吧 西唐 你放心 别说轩元明说的不可信 就算真的有危险 我一位准武宗的实力 肯定会保护好你 可是 西唐 其他豪族的人已经抢在我们前面 剩他们占了先机 这次我们就算白来了 走这条近路 至少能给我们节省一个小时的时间 也许可以追上他们 嗯 薛元明 你觉得是否可行 无所谓 我只是怕你们有事 既然你们选择走右边 那就走吧 哈哈哈哈 小子 又在吹牛了 放心 有危险 牛班哥保护你 好 大伙出发 西唐 看见没有 走了这么长时间 风平浪静 连野兽的叫声都听不到一声 什么虫道 纯粹是危言耸听 薛元明也是小心行事 谨慎点总没错 在我看来就是胆小 你一开始就不应该带着他 万一有危险 他不但帮不上忙 我们还要腾出手来保护他 什么 什么声音 是药兽 啊 可恶 哎 吃我一圈 啊 呀 这妖兽皮好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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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本五宗饶不了你 不愧是准五宗 一招干凡妖兽 沙公子 好样的 什么 可不 防御力好强 竟然无法看保他的身体 啊 连准五宗都没伤到他 妖兽竟然没事 啊 并不是沙公子实力不行 而是这只妖兽 皮藏肉厚 包容金刚 很难攻破 是他的脖颈位置 那里是他的弱点 人命关天 小子 你可不要随口乱说 什么东西 过来了 是充群的赤牙撩住 什么 沙哥哥 听宣月明的 快点解决掉这头妖兽 喜唐 我觉得宣月明还没有自分指导我 你放心 我会解决掉这头妖兽 保护好你 我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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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轩月明说对了 这妖兽的弱点 真的是脖颈位置啊 哼 竟然被他蒙对了 我的妈 妖兽又变多了 妖兽又变多了 孔小姐 快想办法吧 不然 我们都要被妖兽干掉了 宣月明 接下来该怎么做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只能冲出去 早知道就应该跟宣月明的 走另一条路 不知道能不能逃出去 走给我闭嘴 是 准备一下 杀出去 喜唐 你跟在我身边 我来保护你 宣月明 你自求多福吧 这种情况下 没人顾得上你 男人一点儿 别像刚才一样吓傻了 狗子 你们这些畜生 休想伤害喜唐 今天我一定要冲过去 宣月明 你跟在我们身边 一起冲出去 拜托这群妖兽 我们损失一半人数了 要是他们再攻上来 前面快到那处道桶秘境了 大家再坚持一下 玉佩开始发热 说明目的地就在前面 好大哥啊 完了 又被包围了 这次妖王都出动了 维京之计 只有决战到底 大家 一起上 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救命 救命啊 在他们那些 我们如露蜴一般啊 根本逃不出去 求我在 我会挡住这头猪王 不会让他伤害喜唐和大家 杀破堂 干掉这头猪王 沙武宗加油 小心 抄我重来了 喜唐 别怪我 这头妖王 我根本挡不住 什么 什么 宣元明 看来妖王也不过如人了 喜唐 你没事吧 我刚才是想引开妖王 没想到这头妖王没有上当 别说了 我又不是傻子 喜唐 跟着我 我带你一起逃 又来了一只飞行妖兽 朱王被这只大鸟一下子干掉了 这 怎么又朝这边来了 看来 这只大鸟盯上了我手中的玉佩 它可能 能带我们打开到统密间 喜唐 你说什么傻话 快逃 不好 孔小姐被大鸟抓住了 喜唐 怎么办 谁去救救孔小姐 杀武宗 你出手救下孔小姐吧 这只大鸟的实力 绝对超过了五宗境 这绝不是你我能对付的 我们都是孔家招心而来 难道眼睁睁地看着孔小姐被抓走 是啊 宣元明 两人都被大鸟带走了 赤焰天灵 从我手里夺走一颗妖兽内丹 还敢回来 宣元明 你不该跟上来 这下我们都逃不了 有我在 不须担心 现在我们至少在千米高空 要是掉下去 那就让它降降高度 什 什么 千金镇 还敢往上飞 要是还敢让我靠 你啊 给我上去 沙五宗 现在可怎么办 继续前进 离我们的目的地不远了 孔小姐不在 就算我们到了那处道统秘境 也无法进入 对啊 不如迎路返回吧 别忘了 除了我们这一队 王家也来了 而且还在我们前面 沙破堂 你有何计划 王家既然也来了 也许有开启秘境的方法 而且现在回去 也未必安全 一路上还不知道 要碰到多少妖兽 我同意沙公子的意见 继续前进 好 我们出发 哼 还真少安静 薛月明 不好了 这只鸟才要撞山 哼 陪我落下去 小心 如此强大的妖兽 就这么被干掉了 那把剑怎么消失了 被我收起来了 收起来了 收到哪里去了 储物空间 储物空间 这是古老修仙时代的一种法宝 轩月明竟然有一件储物法宝 找到了 赤燕天灵没让我失望 比上次那条大蛇的内单还要高一些 轩月明 你需要 妖兽内单 嗯 没错 我家里也收藏了几枚 到时候 我让我爷爷送给你 多谢 你救了我一命 应该我谢你 爷爷说得对 这次幸亏带着轩月明一起来 走吧 去医迹 好 轩月明 你到底什么修为 练体器 练体器 就是你们现在所谓的舞者阶段 刚才那头妖兽 你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我很强 嗯 你确实很强 刚才大鸟朝我飞来 好像是认得我的玉佩 这玉佩 您是从哪里得到的 是我爷爷从一位没落的盗门传人手中买来的 给我看一下 啊 好的 啊 这是邪物 啊 轩月明 你在干什么 这是一件邪物 你们所说的那处到头的秘境 恐怕也是一处邪地 不管是什么地方 你现在把玉佩弄碎了 我们还怎么进去 这种玉佩肯定不只有一枚 你爷爷是被人骗了 故意让你们佩戴玉佩 进入那处邪地 我有些听不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佩戴这枚玉佩者 进入那处邪地后 恐怕会被玉佩中的邪气所控制 进而遭遇不测 怎么会这样 这么看来 王家抢先一步来到此地 他们身上也有玉佩 不管是邪地还是福地 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我所关心的是 那地方有一处药田 这件事是真是假 地形图上明确标出了药田的位置 这个不会作假 好 那继续走吧 前面就到遗迹了 大家小心 此处有些安静 倒不准这里 还有什么强大的妖兽存在 是啊 这里有些过于安静了 论理说 王家在我们前面 为什么没看到他们的人眼 是啊 会不会王家的人在半路遇到妖兽 全军覆灭了 孔小姐遭遇意外 我们根本进不了道统秘境 不管如何 先去入口出看看 恐怕没人会想到 开启道统秘境的玉佩 并不只有一块 有尸体 这里发生过打洞 除了王家 还有其他尸体 看样子了 尸门早就开过 已经有不少人进到内部了 现在怎么办 没有玉佩就进不去 能进去 怎么进去 来都来了 怎么能不进 沙武宗 没有孔小姐的玉佩 我们根本没办法进去 你们看这是什么 这是 和孔小姐一模一样的玉佩 太好了 沙武宗竟然也有一枚 我可以打开这道石门 不过 我有个条件 里面的东西九成归我 其余的你们分配 九成都归你 这是不是有点多了 多 如果你嫌少 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进去 或者可以选择原路返回 你这不是妖仙人吗 如果孔小姐在这里 绝对不会提出这种无理要求 东西堂已经不在了 我最后再问一句 还有人不同意吗 我 我同意 同 同意 老夫不同意 你 老夫这里也有一枚玉佩 你 你也有玉佩 你到底是谁 老夫青州黄海川 黄海川 这不是青州鼎鼎有名的准武宗吗 就是他 实力不弱于沙破堂 黄老 你确定要和我作对 沙公子 老夫没想和你作对 不如你我联手 里面的东西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 谈你有没有这个实力 当老夫怕你 你竟然隐藏实力 彼此彼此 好 哦 呀 啊 细心外放 这是武宗的实力 你们既然都有武宗级别的实力 刚才为什么不去孔小姐 我们这次探险可是孔家组织的 堂堂两大武宗不救人却在争斗 哦 呀 闭嘴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 当时情况极其危险 老夫也只是出入武宗境 自顾不暇 就算勉强出手 也不是大鸟的对手 还容易把自己打进去 我当时想救下西堂 但还没来得及动手 他就被抓走了 是吗 可是 最后你们连出手的意思都没有 啊 孔小姐 孔小姐 你那事太好了 西堂 你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 还是说 你希望我死在那只妖兽手中 不是 我的意思是 我很担心你 你能活下来 我很高兴 够了 不要再说了 孔小姐 现在用玉佩就能打开那道石门 孔小姐 你来得正好 我们不用受两位武宗的要挟了 是啊 傻武宗让我们听命于他 拿走九城的东西 对 这明显的不仗义 我 我的玉佩碎了 啥 啥玩意儿 碎了 谁弄碎的 我捏碎的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这种人只能给你拖后腿 闭嘴 你没资格说薛元明 你 喜唐 我并不是针对你 我只是觉得 这小子太废物了 你还带着他干什么 你管不着 喜唐 我对你的心意 你应该清楚 我如今突破五宗境 有我在你身边 不比轩元明强百倍 说这些话 你不脸红吗 关键时刻是 轩元明奋不顾身救了我 你比起轩元明差远了 你 既然喜唐你不愿意随我进去 那就和这小子在外面吧 什么 他竟然把石门推开了 这还是人吗 这是多大的力量 门开了 我们进去吧 太好了 快 大家随我进去 好 我们跟口小姐一起进去 沙公子 没想到这石门很容易就能被推开 石门被打开了 我们这玉佩还有何用 玉佩就是信物 进入里面肯定有大用处 这处遗迹外围有那么多的妖兽 证明一记里面非同小可 我们手持玉佩 就等于是天选之人 有了这玉佩 到了里面肯定比别人有很大的优势 既然如此 我们也进去吧 有你我两位武宗在此 里面有什么宝贝 是用不得别人染指 那树林药填在何处 按照地图上的标识 在这处遗迹的核心地带 有什么东西过来了 什么 这么大的老鼠是鼠妖 玄月明 现在怎么办 冲过去 好疼 滚开 这些鼠妖没有攻击我们 沙公子老夫说的不错吧 这枚玉佩有大用 在这里面我们手持玉佩 就是天选之人 原来如此 喜唐来我这里 我可以保护你 不过这次你要答应 做我的女人 想活命的 来老夫这里 老夫可以救他一命 黄公子老夫 救我一命 我冤天命一遇 喜唐 别执迷不悟 这些鼠妖源源不得根本出不完 离开那小子 离开那小子 来我这里 我可以保护你 玄月明 鼠妖太多 根本打不完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托风 走 哼 这小子力气不小 低阶五指而已 就他这样 还想得到十二豪族孔家继承人的方心 简直痴心妄想 喜唐不会敲上一个马夫 喜唐 快来玉佩笼罩的范围 外面很危险 不用你费心 离我远点 我愿意跟着玄月明 边缘不断 还真是有些麻烦 喂 过来 抱着我 来抱我 这 这种场合 不太合适吧 算了 我抱你 可恶 沙公子 孔小姐的方心 似乎被那小子夺走了 十二豪族啊 财富取之不尽 孔小姐又是一脉单传 被一个不知名的小子 捞到如此天大的好处 确实令人羡慕 你放心 我沙破堂竟然跨入武宗 这世间就没有我得不到的东西 终于安全了 你可以放开我了 哦 玄月明 你小子怎么跑得这么快 抱着个人 我们竟然追不上你 跑得快有什么用 能拿到宝贝才是有本事 走吧 前面应该慢慢接近这处遗迹的核心 那里才有宝贝存在 我们也继续前进吧 你不是还要找那处灵药田 慢着 有人过来了 是谁 别紧张 是自己人 自己人 胖子 王家 王家的核心家族成员 基本全是胖子 所以一般豪族出现的场所 只要看到胖子 八九不离十是王家的人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王月伴 王家的人 怎么就你们这些人进来了吗 就我们这些人 王公子 你过来是 没事 我就是来看看有什么能帮你们 这位是孔小姐吧 是我 王家和孔家同为十二豪族 同其莲芝 这里面几组危险 接下来我带孔小姐进去吧 走吧 王少 现在里面什么情况 实不相瞒 我王家虽然先你们一步进入这里 但并未渗入里面多少 因为在前面我们被一只狗腰拦出了去路 啊 狗 狗腰 是那只近日在天水山作祟的狗腰 正是 这只狗腰强大无比 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不少 你们既然来了 大家可以一起对付那只狗腰 王少 你们来了多少人 现在就剩下你们五人了 还有之前山门那里有争斗 那些尸体是怎么回事 实不相瞒 那些人是其他势力的人 都是被我们杀的 你们做的 你们王家为何要这么做 因为那些人不知道天高地厚 竟然想要抢夺我们手里的玉佩 她竟然也有玉佩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块玉佩 你们不觉得好奇吗 这玉佩有古怪 我劝你们还是赶紧丢掉 孔小姐何出此言呢 你也有一枚玉佩吧 难道你那枚丢掉了 喜唐的那枚玉佩被这小子弄碎了 所以才编造了一个玉佩有问题的谎言 欺骗喜唐吧 孔小姐 没有玉佩在这里会寸步难行 我也是出于好意提醒你们 你们可以选择听与不听 喜唐 我不知道你怎么被这小子洗脑了 一个普通武者而已 能在这处秘境活着走出去都困难 我杀破堂堂堂武宗实力 难道还比不上这小子 你比薛元明差远了 你 孔小姐我们还是抓紧前进吧 前面狗妖到底什么实力 我们这些人能不能对付得了那只狗妖 孔小姐放心足够了 如今来了两位武宗 加上我王家几人 绝对可以对付那只狗妖 小心前面 有岔路 孔小姐 走这边这条路 这条路虽然危险 长满了石人花 但通往狗妖所在之处 那里才是一记恶心 而另一条虽然没有危险 但什么都没有 灵妖的气息 在那边传来 喂 把你的玉佩给孔小姐用 我 可是我怎么过去啊 拿来吧你 孔小姐 这名玉佩你拿着 可以顺利通过这里 薛元明 我走另外一条路 还有 玉佩不要碰 这家伙就是个胆小鬼 孔小姐 那这个 我 我不会碰玉佩 既然这样 来人 大家一起把孔小姐护在中间 冲过去 是 孔小姐 前面就能见到那只狗妖了 黄公子 你们进来 也是为了那件东西吧 终于出来了 孔小姐 同为十二豪族 我们的目的是相同的 那你为何要帮我 我们毕竟是竞争对手 我们既然对付不了那只狗妖 还需要你们的帮助 希望如此 走吧 不是献殷浅 王家的这些人 对我未免太积极了 如果这里真有那种东西 孔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得到 哼 没路了 那就开仇 果然在这里 真的是一片灵药田 这些灵药 足够我突破这次修炼瓶颈 一逛三十五株灵药 书后很丰厚 看这些灵草药的缘分 此处邪地 至少是两千年前就已经存在 难道 这个地方和两千年前的那场 修真戒大动乱有关系 过去查看查看 前面就到了 来 这里光线有些暗 大家小心点 王上 狗腰到底在哪儿啊 狗爷 你要的美女 我们给你带来了 是 什么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孔小姐 你自己都说了 我们是竞争对手 我凭什么对你这么好 就是为了把你献给狗爷 你无耻 你无耻 这么说 山门处的那些人 都是你干掉的 不错啊 谁让他们不肯交出他们的女同伴 所以把他们都干掉 你这样做 不怕孔家 对你们王家开战吗 哼哼 孔小姐 我们来这儿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如果在这处遗迹中 找到豪族近身的信物 到时候我王家 还会怕你们孔家 孔小姐 别怪我 这也是为了家族 如果是你 我相信也会这么做的 哼 我没你那么卑鄙 卧槽 你们吵完了没有 好强大 这是什么行为 一句声音就让我们承受不住 狗爷 你要的美女 我给你带来了 这一次的比前两个都漂亮 办得不错 你比我们狗族还要狗 这妞确实不错 多谢狗爷夸奖 狗爷 既然事情都办妥了 我王家的人 可以在这里寻找鲜宝了吧 快滚吧 君傻瓜 一座邪库哪来的鲜宝 走 去前面寻找鲜宝 王少稍等 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 是啊是啊 王少带着我们吧 对啊 不然狗爷在这里 我们也不敢乱动啊 带你们可以 那鲜宝 王少 鲜宝自然是你的 我们捡一些其他宝贝就好 不错 我们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来到这里 也不至于空跑一趟 那行 从现在起 一切听从我指挥 本少爷会浊心赐给你们一些好东西 一切听王少的 狗爷 您看 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 我能不能带他们一起 赶紧走 别耽误狗爷我欣赏美女 走 赶紧走 哈哈哈哈 小妞儿 你现在是本大爷的了 哼 你敢不听话 各位爷可不会对你客气 我绝对不会任你摆布 行啊小妞儿 有性格 比那群人强多了 好 一具石棺 果然 外面那些玉佩都是出自这里 材质还可以 可惜这把武器的等级太低 还可以重新打造一下 这面壁画 竟然是无形无体的妖手图案 难道这座邪窟 和那种邪兽有关 苏独爹 我们快到了 玄元明 你怎么会在这里 随便逛逛 你们忙你们的 快去看看 上面石棺里面 这好 好多玉佩 我拿几枚 我也来一枚 怎么全是玉佩 先保呢 难道他手上的垂头才是 玄元明 你给我站住 你这把武器 是不是从石棺里拿的 你竟敢窃取我王家的仙宝 好 确实是从石棺里拿的 但不是仙宝 我不管 仙宝交出来 否则 你今天别想活着出去 好 我看看你有什么花招 啊 你们一个个的 还愣着干什么 别忘了 你们现在都是王家的人 都得听我指挥 没有我 我们休想再走出这座遗迹里 玄元明 看在孔小姐的面子上 我们不想对你出手 赶紧把仙宝交出来吧 小子 把仙宝给王少 这种宝贝也是你能觊觎的 可他废话这么多干什么 我早就看这小子不爽了 之前要不是喜堂在 我已经给他一巴掌了 把仙宝拿过来 然后我再想想怎么折磨你 什么 沙悟从居然被一巴掌拍飞了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上 干掉他 玄元明 别怪我们 我们也是被逼的 坤 你为什么不出手 不想出手 这么多人对付一个 不想倒影 看老夫的 一群不中用的东西 我给你个机会 把你手里的东西给我 我可以满足你任何愿望 别耽误我时间 想打架 用不到那么多废话 有意思 我王岳伴长这么大 还没看到过你这么会装的人 我最讨厌说废话的人 小子 今天我找不了你 请不上 你 宣援明 赶紧去救孔桥姐吧 他们把孔桥姐献给狗妖了 你手里的那玉佩是邪武 伸掉吧 虽然 虽然有些可惜 算了 听他的 还是扔了吧 还不 赶紧起来 我们要压扁我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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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客气了 呃 呃 宣援明 呃 太好了 我终于等到你了 呃 这事儿 呃 狗爷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呃 就是这个臭小子 羞辱我等 呃 呃 这怎么可能 是他吗 真的是他吗 狗爷 此次前往王家之宝 请狗爷出手 宣援明啊 狗爷亲自出手 一根手指头 就让你尸骨无存 这就是和我王家作对的下场 宣援明 如果你能逃走的话 不用管我 无妨 嗯 宣援明 这个名字不会错 样貌也没有错 这股只有练体器的气息也不会错 没错 就是他 狗爷 干掉他 呃 什么 狗爷 你拍错人了 是那小子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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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年 我终于找到你了 啥 你烧完呀 狗 狗爷给 给宣援明贵了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你 哪位 爹 我是狗圣啊 狗圣 不认识 爹 你之前 是不是养过一条叫大黄的天狗 是 不过大黄早在两千年前 就已经飞升了 大黄是天狗之体 修炼资质强 它虽是我所养 但我们如亲兄弟 爹 我就是大黄妖族的后代啊 我这些年一直在沉睡 妖族在飞升的时候 让我带些话给你 谁知道 我这醒来之后世界都变了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爷了 没想到啊 苍天有眼 苍天有眼 两千年前 飞升 这都是说的什么 这个轩原名 到底是什么来历 嗯 虽然天狗血脉实不存异 但确实是大黄的后代 爷 大黄妖族让我带一些话给你 是关于两千年前那场修真剂动乱 还有飞升的一些重要事情 莫急 嗯 这里人多儿子啊 等回去再和我说 大黄在飞升关键时刻 托人给我带话 肯定有大命名要告知于我 爷 这些人敢对你不敬 我替你全吃了吧 什么 狗爷扰命啊 可在同行一场的分手 扰命啊 喜唐 我沙家和孔家一向交好 求你让轩原名饶我一命 狗妖竟然和轩原名认识 现在求轩原名没用 只能让孔喜唐劝说轩原名 瞧你们这怂样 狗爷最看不上你们这种人 其恶我家爷都给我消失吧 不用你动手 这些人活不久 好烫 怎么回事 玉佩变得好烫 我的玉佩也变烫了 发生什么了 哎呀 这是两千年前导致修真界动乱 那种无形无体的妖物 这是什么东西啊 救命啊 啊 啊 轩原名 这是怎么了 这些无形无体的妖物 从玉佩中苏醒了 啊 什 什么 之前在唐婉瑜家中那只妖物 看来就是发源于这里 妖物确实可是复苏了 junior 啊 救 救我 什 西堂 西堂 救我 西堂 薛远明 救命 啊 这 这是什么 确实永远那么鲜美 哈 鸭 耶 这 这是魔胎 魔胎 魔胎是什么 传说 魔胎中孕育着恶魔 无比邪恶而强大 他们的降生就是为了毁灭一切 整个世界将陷入黑暗的深渊 沦为恶魔的统治 快 归拜我 班人 装神弄鬼 换出来 我留你全尸 班人 你在亵渎神灵 不可饶恕 床上瘾子 有什么没关 你胆大包天 我一定要惩罢你 我要把你错误要坏 爷 魔胎降生了 这股气息很强 新鲜的空气 新鲜的世界 一切都那么美好 一切都在等待我来破坏 为你的行为忏悔吧 语川的凡人 执政 强 不可能 你一个凡人 怎么能拥有这种力量 就这么挂了 两千年后 也依然恐怖如斯啊 想跑 我要逃走 没人能拦得住 什么 垃圾 我们走吧 那个 薛月明 这位狗先生 就这么跟我们回去吗 我怕到时候 引起轰动 你这样回去 容易被人抓去切片研究 这样 你变身一下 这样的 不行 太高了 变小一点 这样的 还是有些高 会吓坏小朋友 继续变 这下总可以了吧 这 有些太可爱了 太萌了 薛月明 你回来啦 哇 好可爱的小狗啊 薛月明 你什么时候养了一只这么可爱的狗 可恶 狗人我竟然被一个女人饶面 是公的还是母的呀 是可忍 输不可忍 何青梅 你最好离她远点 她可是很凶的 啊 怎么会呢 狗狗这么可爱 怎么会凶呢 那个就是挑衅我五毒门的无知小子吧 目标何青梅也在 正好 今天一并把你们解决了 薛月明 你确定不离开学校了吗 现在整个学校都是我的 暂时不离开了 上次为原家解决了大麻烦 收下这座学校当报仇 也是应该的 哼 对了 周梁你通知她 让她也回来吧 她在外面好像认识了一些挺有势力的人 嗯 好像在做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小琪 小琪 狗狩 去吧 那单给我带回来 走走 你别乱跑 不用管她 我们先进去吧 哦 哈哈哈 老伙计 你最近在这里吞了上百人的新鲜血石 你终于成功进化成天雷猛 宗师之下 你我联手就是无敌的存在 今日再让你饱餐一顿 嗯 这只狗仔刚才不是何青梅抱着的吗 怎么来这里了 这人脑袋怎么长的 竟然敢招手爷 不知道爷这几千年来一直被誉为不可周日之存在吗 便宜你了 先吞了它开开胃吧 不打 啊 什么 啊 我那可是进化过的天雷猛 怎么会这么轻易就 你 你 你居然是一只大妖 哈哈哈哈 垃圾 就这样的战力 还敢招惹爷 我得赶紧逃 想逃 吓 废物 薛月明 最近青州有些危险 你没事晚上别外出 哦 有何危险 最近 出现了一个蛇妖 短短紧听时间 就有上百人遇害 那场面极其凄惨啊 五道协会那边 都发布了有高额悬赏的逮捕令 你看 就是这个人 被摄像头拍下的 我回来了 啊 妖怪啊 但是那个神药的主人 还有一只狗羊 救命啊 别装了 别装了 你要是真害怕 也不会手机里留着那张照片 也不会对这种事情感兴趣 一惊一乍的 女人就是这点不好 呃 呃 这是那条蛇的内丹 嗯 呃 呃 呃 他是那只可爱的小狗 啊 你是来找我的 还是来找他的 呵呵 你们俩人都要 我乃五毒门四护法 你敢动我 五毒门不会放过你 呃 你们五毒门饲养的 妖兽不错 这妖兽内丹质量还可以 看在妖兽内丹的份上 我真想放了你 让你带来更厉害的高手 来报复我 呵呵 听到我五毒门的名号害怕了吧 赶紧放了我 呃 是掌门的来电 呃 你是谁 四护法呢 我叫轩月明 你们的四护法任我失败了 现在是我的阶下囚 小子 我命令你赶紧放了四护法 不然 我五毒门清全教之力 也要灭了你 哦 还有这么好的事情 你这么一说 我就必须要干你 哈哈哈哈 无知无畏 很好 很好 轩鸣 你需要妖兽内丹 嗯 那你可以拿着人去换呀 五道协会那边 为了抓捕这个凶手 开出了一千万奖金 一枚妖兽内丹 获着一部功法的奖励 三者更选其一 五毒门的这个四护法 简直就是送财童子 连尸体都在送 嗯 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等会我还有课 嘿嘿 你先等等 啊 怎么了 是不是舍不得我离开 嘿嘿 小哥哥 只要你一句话 人家就陪你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嗯 你想多了 何其美 你是什么身份我不好奇 但我要提醒你 你不可能每次都是这么幸运碰到我 所以 我建议你还是离开这里 不然 你会很危险 一起离开这里 我还有更好的办法 哦 什么办法 那就是 搬来和你一起住 这样我就安全了 嗯 嘿嘿 我真聪明 不说啦 我去搬家啦 嘿嘿 爷 你还是这么受女孩欢迎啊 少废话 和我详细说说 大黄让你告诉我的事情 爷 大黄妖族在飞升前夜曾经找我 他对我说 登天路马上要关闭了 什么 你确定没有听错 登天路要关闭 时间很紧迫 所以妖族才临时决定立即飞升 没有等到阎你出关 妖族应该是地球上最后一个飞升天界的修士了 大黄还说了什么 嗯 妖族还说 飞升之事可能并不是传说中的那么美好 很可能是一场惊天骗局 惊天骗局 呃 妖族似乎查到了什么 还说如果某一天 不用吃饮 继续说 妖族说如果某一天 仙目打开 烈仙降临 就证明 他的猜测都是真的 仙目打开 烈仙降临 这两句话蕴含着今天的信息量 不过爷 像烈仙降临这种话 我感觉应该不可能吧 大黄不会胡乱猜测 肯定是知道了某些隐秘的事情 在之后 修真剑迎来动乱 妖物入侵 我为了躲避灾祸 一睡就睡到了现在 登天路关闭 妖物动乱 这两者又有什么关系吗 属今无形无体妖物再次复苏 一切都不同寻常 罢了 现在想这些也没有头绪 不如尽快地完成炼体十万层的小目标 你带四护法的尸体 去武道协会换取那一弹 我出去办点事情 披上件斗篷 别把人吓坏了 放心吧爷 出发了 这次收火破风 收集了很多灵层 得找干净的地方练花吸收 填满这次的修为过河了 看看 这是不是你们要找的人 怎么了 这人是你干掉的 不错 赶紧把妖兽内丹给我 这个妖人不知道害了多少无辜百姓 终于遭报应了 敢问前辈尊姓大名 狗圣 内丹赶紧着 我还有正事要搬 狗圣 看前辈这副打扮 我明白了 低调才是王道 这是妖兽内丹 请狗圣前辈守好 还有些事前辈 有没有兴趣加入武道协会 没兴趣 前辈且慢 前辈如果加入武道协会 我能做主 把武道协会的最后一枚 妖兽内丹送给前辈 哦 送我妖兽内丹 爷现在急需妖兽内丹 那就多给爷带回去一刻吧 行吧 妖兽内丹给我 我加入武道协会 已经注册完毕 狗圣前辈现在是武道协会的正式成员了 以后 武道协会有需要执行的任务 还望狗圣前辈能前来帮忙 知道 我先回去了 杨会长 此人来历不明 贸然招入协会是不是有些不妥 这你就不懂了 用两枚不知道有什么用的妖兽内丹 换了一个这么强大的助力和打手 你不觉得很值吗 哈哈哈哈 杨会长高米 这么多银层 足够我炼制即是美丹药了 开始炼制 成了 这次丹药的质量提升了不少 一颗丹药果然没有什么效果 继续吃 九颗 十二颗 第十七枚丹药了 修为还是没有任何突破的征兆 剩下的丹药全部吞噬里面 西兽 很好 今天开始行动了 站住 有本事别跑 站住 有本事别追 我就不跑 好大的动静 九万九千九百四十九层 虽然用了这么多灵草 才勉强生了一小层境界 但填满了这次的修为沟河 后面的境界提升 就不会这么困难了 难道是眼前这个男人在修炼 才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巫女四叶 乖乖跟我们回去 旅行你的使命 少吃些苦头 嘿嘿 有主意了 杨哥 救我 啊 拦住他们 别让那个人把 四叶巫女带走了 我回来了 这是什么操作 你们帮你的 四叶巫女 随便拉个路人当表哥 你以为我们傻吗 表哥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我知道你是为了牺牲我回去报信找帮手 但你这样太狠心了 傻 报信找帮手 真的假的 既然被这小子撞到了 就留不得他了 喂 小子 给我站住 麻烦 我不认识他 让开 到了现在 就算不认识 你也不能离开了 下辈子命好点 什么 一脚踢飞了老大 你起刹 给我用火弓 能倒在我们的巫术之下 是你的荣耀 哦 是吗 什么 这是巫火 连古老的巫术都开始出事了 你到底何人能挡住我们的巫火 你没有是何人 为何会一些低等巫术 小子 你阻碍我等办事 已经触发了大计 今天由你不得 你们哪来的自信 我的问题你们到底回不回答 回答个屁 一起上 赶他 自便利 表哥 你给我找了麻烦 我帮你解决了危机 我该怎么惩罚你 或者说 你该怎么补偿我 我不是故意的 你长得真的像我表哥 我看到你就有一种亲切感 所以情不自禁地就喊你表哥 没想到表哥这么厉害 好吧 你想要什么补偿 林草 或者妖兽那单 可以 不过我现在身无分文 要钱没有 要命也不给 先欠着 你别走啊 等等我啊表哥 表哥 还跟着我干什么 我这人很讲信用 说到做到 我要补偿你灵草和妖兽那单 好 然后呢 然后 我有点饿了 你能不能献请我吃顿饭 嗯 好丰盛啊 不错不错 你的人真不错 农主 真好吃 江少爷 你要找的人就在那里 没错 就是那个叫轩元明的小子 就是他抢了本少爷之兵的火灵芝 让我日日饱受这钻心之痛 我要让他受到的惩罚 比本少爷还痛苦一百倍 江少爷放心 干这事 我们是专业的 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我还会再来找你的 表哥再见 这丫头身上的气息 倒是很像一位故人 出来吧 现在这里没有人 也没有摄像头 方便你们动手 也方便我动手 小子 你很自信吗 你们谁派来的 你如果还有命活着 再来问我们问题吧 看着 你竟然是武者 现在可以说了吗 小子 别得意 干这行 我们是专业的 狙击手 动手 什么 什么 怎么可能 就算是武者 怎么可能接触 狙击枪的子弹 这种狙击子弹 可是能穿透坦克的装甲 现在可以说了吗 做梦 我们是专业的杀手 绝对不可能出卖 雇主信息 好啊 那我成全你的专业 大侠饶命 我说 是蒋家少爷想灭你 因为你抢了他的火灵芝 又是强将 看来他们真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 江少爷 任务失败 此人不但是个武者 而且在武者中也是抽强的存在 不过要跑路了 你好自为之 失败了 失败了 你们告诉我 怎么才能干掉薛元明 你哑巴了 说句话啊 卓斯 你怎么了 是不是又发病了 妈 我派人去灭薛元明 失败了 薛元明是个武者 而且还是很厉害的那种 我要把他踩在脚下 要不 把父亲叫回来吧 你父亲早晚会回来 但不是现在 那怎么办 我现在就想要干掉薛元明 既然一般人 无法对付他 我们就找武者出售 妈 哪里能找到武者 武者协会 也叫武道协会 昔日你父亲和杨会长 有些交情 我们请杨会长 为我们介绍一位厉害的武者 价钱 我们蒋家出得起 狗胜从武道协会 带回两枚妖兽女蛋 之前从我独教那里得到一枚 此外 我这里还有一枚 赤炎天灵的四阶妖兽女蛋 又可以升级了 吸收 九万九千九百五十五次 效果不错 尤其是赤炎天灵的那枚四阶妖兽女蛋 直接让我提升了三个小进去 血缘先生 什么事 血缘缘遇到麻烦 有人盯上她了 给我地址 我马上过去 盈盈 这是你今天的兼职费用 回去好好休息吧 谢谢店长 店长 您也辛苦了 我先回去了 多好的女儿啊 给我站住 你 你们干什么 这就是你女儿 没错 你确定要把这么漂亮的女儿卖掉吗 爸爸 王哥 盈盈以后就跟着你了 你看 欠的钱 好说 你欠本少爷的钱一笔都行 多谢王哥 多谢王哥 你以后就跟着这位王家的公子 再也不用受苦了 我才不会任你摆布 还想走 王少看上你是你的福分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能逃出本少爷手掌心的女人 住手 不用怕 我们是薛元先生派来的 我是陈大葵 诸位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 放了这位姑娘 你有面子吗 再不滚 本少让你没头没脸 徐盈盈背后的人你惹不起 这世上还有我王家惹不起的人 本少今天就看看 你们背后的人我怎么惹不起 给我上 这些人实力非凡 只能尽量拖延时间了 兄弟们 干他们压的 这些人竟然都是武者 这个王家不一般 陈大葵是吧 太弱了 我家养的狗都比你强 现在你还觉得本少惹不起吗 我劝你现在放了我们 等会儿给薛元先生认错 我却逼的 陪我 惹不起是吗 怎么样 我现在惹得起吗 在薛元先生面前 你就是个蝼蚁 敬酒不吃吃罚酒 怎么样 还想继续嘴硬吗 你惹了你惹不起的人 第一次看到你这种硬骨头 行 鬼少 撑撑你 住手 随意大人 你们这样是犯法的 和你这种硬骨头玩没有意思 你不是说我惹不起你背后的人吗 他不是让你保护这小妞吗 本少就当着你的面 让你看看本少惹不起谁 衣服就要挖了 你们住手 王少 一个大姑娘家的 在外面这样不合适吧 你也要在这给我嘴硬 王少您随意 您随意 您高兴就好 本少就喜欢你这种清纯的 畜生 你放开我 笑吧 这里没有人能帮你 主动服侍本少 把衣服给本少脱了 休想 按照本少说的做 不然你这脸可保不住了 你就是个变态 我不会入你院的 好倔的妞啊 我可还有很多更好玩的手段 怎么样啊 现在改变主意和来得及 学院先生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放开 学院先生 学院哥哥 你就是他们背后的人 你就是 我惹不起的存在 大魁 还能撑住吗 不就是一条胳膊一条腿吗 撑得住 盈盈别怕 有我在 小子 你算哪根葱 敢在本上面前装大头算 你 竟敢对王少出手 找偷 这 这怎么可能 一般的宗师也无法做到 无手捏碎白刃 感动我的人 还真是无知无畏 你们几个 快 快来救我 王少 王少 一群 上 切 好快的身法 你到底是谁 痛快 我早就说过 学院先生是你惹不起的人 我是十二猴族中的王家 你敢动我 你要干什么 我说过 动了我的人 后果只有毁灭 盈 我知道错了 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求你放过我 这个世界上 我亏欠的人不多 我在意的人更少 你动了不该动的人 我给你们做狗 求你不要 这 饶命啊 盈盈 他还要留着吗 盈盈 我知道错了 下次再也不敢了 下次 你这次是卖女儿 下次还有什么不敢做的 今天要不是轩辕哥哥前来 躺在地上的就是我 盈盈 看在骨肉亲情的份上 饶了我吧 你现在想让我饶了你 不管怎么样 我是你父亲呢 我不会原谅你 我女儿 你要冲动了 盈盈 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舍不得下手 你走吧 从此我们再无瓜哥 是 是 不会有下次了 我先走了 既然你不忍伤他 我就让他变成一个白痴 以后就不会再作恶了 谢谢你 轩辕哥哥 走吧 嗯 都跟我回去聊伤 狗圣前辈请坐 我就开门见山吧 你有妖兽内丹 一直为前辈寻找着 还真巧 被我找到了 阿里 爷爷那边急需妖兽内丹 有多少都要为爷搜刮回去 前辈别急 我说的妖兽内丹 就在蒋家 只要前辈帮蒋家做一件事 就送给前辈两枚妖兽内丹 哦 做什么事 帮蒋家解决一个人 武道协会还接这种任务吗 你们不是一个 打击超武力犯罪的组织吗 这件事属于我的私事 我也是看前辈有需求 才来询问的 前辈 要解决的就是此人 我瞅瞅 竟然是爷 这帮人是自己挖坑埋自己啊 我现在要不要直接废了这个傻叉呢 此人叫轩元明 夺人救命之药 实在罪大恶极 可以 不过 我要五枚妖兽内丹 先把妖兽内丹骗到手 我也不知道蒋家是否有五枚 不过我可以帮前辈问一下 行 我等你消息 此人藏头露面的 确定可以干掉轩元明吗 蒋夫人放心 此人深不可测 一定可以除掉轩元明 就是那五枚妖兽内丹 我蒋家几倍地收藏 也就只有五枚妖兽内丹 但全都给他 妈 都给他 我要把轩元明错骨扬灰 好 好 妈答应你 你们坐 我给你们两伤 轩元先生 恐怕我这条腿就算好了 也会留下残疾 我就是怕我妈看到脸上的伤 会担心 你们二人的伤 不但能恢复如初 还能更胜从前 先给你治理 把双手给我 精心宁静 我会在你铁内传送一道天气 帮你精烈肉体 恢复伤口 伤口好了 这 这也太神奇了 轩元哥哥 你真厉害 我 这是 别慌 你的身体经过了真气洗礼 现在你已经 是一名武者 只是你还不太习惯 日后你逐渐消化体内的真气 会变得更强 天哪 让一个普通人瞬间成为武者 我当初可是修炼了十年 我在练体骑停留的时间太长 体内的真气早已不复 对于其他修士来说 就是大补之物 三元先生 该我了吧 你干什么 帮我疗伤啊 刚才徐小姐不就是 你不用 徐英英是普通人 才需要为他真气洗礼 你本身这处武者 不用那么麻烦 我这人提升境界了 轩元先生 太舒服了 轩元先生 请继续 男人的收音 还有那个轩元明 对我这个大美女爱答不理的 你居然找男人 你臭江门干什么 你们在做什么 我以为 太舒服了 轩元先生 再来点真气 闭嘴 鼓声前辈 你要的五枚妖术内丹 很好 前辈 什么时候能干掉轩元明 能不能抓活的 我想亲手刮了轩元明 抓活的也不是不行 不过要再加两枚 妖术内丹 前辈 妖术内丹是极其稀罕的东西 我蒋家这几枚 也是祖传的 再找两枚 根本不可能 前辈 我们可以给你钱 只要你抓来轩元明 你要多少都可以 不错 小子上道 那你们先给我一百亿吧 前辈 你说笑了 我们蒋家又不是十二豪族 怎么可能有一百亿 是 我们蒋家全部资产 也只有二十亿 那就先给我二十亿吧 卓斯 你先别说话 我蒋家不可能为了解决一个人 弄得自己倾家荡产 前辈 我们蒋家最多拿出五亿 请前辈理解 五亿 虽然少了点 也行吧 能护佑一点酸一点 前辈 什么时候能把轩元明给我抓来 等着吧 时间不会太久 我到时候给你们消息 轩元先生 你放心吧 我现在实力猛脏 一定会把徐小姐安全送回去 轩元哥哥 我现在也是五者了 不怕别人欺负了 轩元先生 你不如收我为徒吧 以你的能力 绝对能开山立派 建立一个强大的宗门 我不会收任何徒弟 今日的事情保密 不要对任何人提起 轩元哥 我们先走了 改天再来看你 轩元明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说 先回吧 你等一下 你这个女人怎么回事 别再来烦我了 我知道我做的事情 令你很讨厌我 但是我这次 真的找你有重要的事情 轩元明 秦昭的师父要来了 你赶紧跑吧 我为什么要跑 你干掉了秦昭 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而秦昭的师父 是一位武宗 武宗你知道吧 比你们这些舞者 要厉害千百倍的存在 那又如何 那又如何 他们是来找你报仇的 什么武道宗师 来了我也一巴掌拍飞 行了 你少操心我的事情 我是好心提醒你 你都不知道自己 要面对什么人 这个轩元明 不是好歹 喂 喂 轩元明 是我 孔喜唐 哦 找我有事吗 你这人 我们好歹也共患难过 没事就不能找你啊 上次不是说 要送你几枚 妖兽内单吗 我是专门赶来青州 给你送妖兽内单的 妖兽内单 不过我这边临时 有个商务活动要参加 你能不能自己过来去 好 你给我地址 我马上过去 应该是这里没错了 滴滴滴 人脸识别未通过 对不起 禁止进入 进不去 周梁 只要你好好做事 豹哥也不亏待你 今日先带你来见见世面 多谢豹哥 宣元明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来这里办些事情 周梁 这是你朋友 对 以前一个学校的同事 宣元明 这位是豹哥 是做大生意的 虽然身上有一股邪气 应该干了什么 不正经的勾当 对了 你站在门口做什么 怎么不进去啊 嗯 周梁 你这朋友 是想偷偷混进去啊 豹哥 宣元明不是这种人 不是 为什么进不去啊 这种年轻人 没啥实力 就靠汇入一些高档场合 八个朋友圈炫耀一下 不是别人邀请来的 行了 别装了 豹哥我什么人没见过 宣元明 你如果实在进不去 就让豹哥 小子 看在周梁的面子上 我带你进去 不用 你们先进去吧 我等个人 拿了东西就走 豹哥给你面子 竟然不接着 这么不懂事 周梁 你交朋友的水平 有待提升啊 几位先生 这次活动的嘉宾都录入过人脸识别系统 请先进行人脸识别 如果你是临时参加 请告知我邀请你前来的嘉宾姓名 小子 你不是说被人邀请你来的吗 来 你报一下嘉宾的名字 我看你还怎么装下去 这位先生 请问邀请你的嘉宾是哪位 空喜汤 请你稍等 先生 抱歉 没有找到你说的那位嘉宾 他也是临时来参加活动 你们应该没有登记 哈哈哈哈 逗死我了 你还真会切日不舍地炒理由啊 豹哥 你真误会宣言明了 行了 我们进去吧 周梁 记住 你跟我混 交朋友的档次要提升上来 宣言明 那我先 周梁 这个豹哥有问题 你最好远离他 我知道了 宣言明 你在哪儿 怎么没有看到你 我一直在门口等你 你怎么不进来啊 我已经在里面了 等我 先生 请问您还有什么事吗 你身后掌尾发了 啊 哎 奇怪 人呢 哈哈哈哈 看见没有 那里就是黄金主桌 只有此次宴会最有身份的人 才能在那里就坐 等我们顺利做完这次买卖 也许就有资格坐那里了 你是专业人士 这次全靠你了 鲍哥 我会尽力的 唐总来了 唐总 唐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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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总 你好 我是小鲍 小鲍 这是我的名片 就要给我处理吧 唐总慢走 看见没有 这位是唐总 有权有势 交朋友 就要结交这类人 而不是你那个 宣元明的朋友 真是的 宣元明怎么还没来 喜唐 宛鱼姐 我的孔道小姐 见你一面真不容易啊 你是不是去陪男朋友了 这么忙 宛鱼姐你别取笑我了 我哪有空找男朋友 倒是你 也该找一个了 我也忙啊 没空找 宛鱼姐 其实我这次来青州 是见一个人 等会儿她过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看你这表情 该不会是男朋友吧 哎呀 不是你想的那样 唐总身边 那位美女是谁啊 不知道 有没有男朋友 好像是十二豪族中 孔家唯一的女儿 可别想了 我先过去一下 等会儿再过来陪你 周梁 你听见没有 那个女孩 是十二豪族 孔家的继承人 鲍哥 十二豪族 各个都是顶尖大财阀 和我们距离太远了 我们就是来结识 更多有权势的朋友 要不然 和你一样 结交宣元明那种 低端朋友 你的人生 还怎么起步啊 鲍哥 不管怎样 宣元明都是我朋友 你能不能不这么说他 周梁 别忘了 现在你是跟谁混 走 鲍哥带你认识 孔家小姐 这种大人物 必须抓住机会 孔小姐 你好 我是唐总的朋友 我叫阿豹 这是我的名片 孔小姐 你有没有名片 我想保存一下 没的 我叫孔喜唐 记住我的名字就行了 可恶 这么长时间了 薛元明人呢 喂 刚才你那朋友说 谁要请他来的 好像就叫孔喜唐 孔小姐 说来可笑 刚才我还在门口碰到一个小子 说是你邀请他来的 你们说的人在哪儿 不会是薛元明吧 我忘记这宴会没有邀请进不来 我在这儿呢 孔小姐 就是这小子冒充认识你 我这就把他轰出去 薛元明 赶紧出去 别自取其辱 你去哪儿了 我都等你半天了 什么 启唐 你要介绍的人来了吗 薛元先生 是你 你们认识 启唐 为雷扬治病的那人 就是薛元先生 薛元先生 请上座 这小子 真的认识唐总和孔小姐 周梁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薛元明认识这么多大人物 这样就算是认识天上的神仙 你成不了大事 哎 周梁 你去哪儿 你给我站住 你先把薛元明介绍给我认识 薛元明 家里只剩这五枚要数那单了 都给你 嗯 多谢 薛元先生 怀鱼姐 叫先生生分了 你不如直接叫他名字吧 行 薛元明 我女儿子从上次收到过惊吓之后 她经常睡不醒 能不能请你抽空去看一下 一般的病 去正规医院看就好 没必要找我 我请过不少名医为灵儿诊治 但是没有效果 所以我才想到了你 唐碗鱼 曹鱼 你来做什么 我来干什么 你不很清楚吗 这是谁啊 敢对唐总如此说话 不认识啊 应该不是青州本地人 敢在这里撒野 这人有点不自量力啊 宴会到此结束 所有人给我出去 你谁啊 说结束就结束了 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你 你干什么 放我下来 给我出去 我不想说第二遍 看来唐总招惹了厉害的人物 走吧 今天的事不是我们能参与的 走吧 唐碗鱼 我不想把事情闹大 我只是想和女儿见一面 够了 我不会让灵儿和你见面的 这里不欢迎你 请你离开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今日我可是有备而来 喂 你 你别去 你没有听见啊 我让你走 草兵 这件事和别人无关 这么紧张 这不会是你新找的男人吧 你在胡闹 我报警了 我可爱的唐总 现在可是舞者的时代 我还非得教训一下这小子 你住手 宛瑜姐 相信我 宣元明不会有事 不会有事 笑话 我这一群能打碎巨石 我现在就砸废这小子 我不有事 奈何事总是弱 大哥 大哥 你没事吧 你是什么人 滚 唐碗鱼 这事没完 我早晚会带走唐丽儿 碗鱼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聊着 我先走了 说走就走 这家伙还真是 西唐 我们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 但我们一见如故 情同姐妹 你说是不是 宛瑜姐 你是我唯一佩服的女人 你没有资源 没有背景的情况下 能短短几年 就创立一个大企业 你就是个商业奇才 我们是永远的姐妹 有什么事 你可以直接和我说 那好 你能不能把十二豪族的实力 都详细跟我说说 我要保护灵儿 我不能让她受到任何伤害 好 湾鱼姐 你别急 我和你慢慢说 刚才那个曹冰身上 气息很惯 看来唐灵儿当初受到 无心无体要我的攻击 并非偶然 这个世界又有变了吗 加上狗圣的梅妖兽内弹 短短几天就凑齐了十枚 九万九千九百六十一层 这一次突破了六层 离十万层的小目标 又近了一步 为什么狗圣前辈 还没把宣元明带来 卓斯 不要着急 我留了狗圣的联系方式 我发个信息催催他 狗圣前辈回消息了 妈 狗圣前辈说什么了 他说去天水山深处取一件宝贝 对付玄元明 但需要一个亿的启动资金 妈 给狗圣前辈打钱 我们蒋家不缺这点钱 卓斯 还记得我们给狗圣的五枚妖兽内担吗 本来我以为这东西没有用处 但是最近龙都秋甲 在四处寻找这种妖兽内担 出价极其高啊 妈 我不管这些 现在宣元明活着一天 我就痛苦一天 儿 别急 别又发病了 我这就给狗圣打钱 大哥 我动用邱家在下国的所有力量 搜刮了全国诸多大小家族 找到了多少枚妖兽内担 一共为你找到了三十三枚妖兽内担 三十三枚确实不少 好 大哥 我秋三办事 你是不是很放心啊 马上给我送了 这么多年了 大哥还是这么高了 钱汇过去三天了 狗圣前辈还没消息吗 我再发个消息问一下 他不会出事吧 这 狗圣前辈 说什么了 他又发现了一座宝藏 让我们再提供五亿资金 等挖出宝藏 连本带利地还给我们 妈 赶紧打给狗圣前辈吧 卓斯 这事有蹊跷 狗圣前辈这种高人 应该不缺钱 怎么会骗人 他发了一张图片 给我看看 一看就是一处古遗迹 里面肯定有了不得的宝藏 狗圣前辈没有骗我们 赶紧打钱吧 可是 妈 我沸腾 别急 你的身体最重要 妈这就打钱啊 到这五亿元 一张狗圆 我带过地方的照片 又骗了五亿 这小狗狗真是可爱 还会玩手机呢 来了 你怎么会在轩元明的房子里 我住这儿啊 你俩同居了 你可以这么理解 轩元明 同耻 你找轩元明什么事啊 轩元明 站住 我找你有事 说 我也想成为舞者 守候原家 你既然能打败情招 说明你身手还不错 你教我 没空 薛元明 你凭什么这么狂 请招的师父范宗师 比你强百倍 既然这样 你去找那个什么范宗师叫你 何必来烦我 我这就去找范宗师拜师 我让你后悔一辈子 杨会长 怎么范宗师还没有到 我们都等了两个小时了 继续等 快看 来了 竟然踏水而来 不愧是宗师级人物 宗师风采 当真是无与伦比 这就是真正的高手吗 范宗师 果然比轩元明厉害 我等拜见范宗师 杨会长 老夫前来所为何事 你应该很清楚 薛元明最不可恕 青州五道协会 定会全力协助范宗师 薛元明 这下薛元明被两大高手追击 看他还能得益多久 你去把这个叫薛元明的年轻人找来 老夫给他一次机会 成为老夫的徒弟 我可以饶他一命 什么 范宗师要说他为徒 就看他时不时抬决 我好不容易为主上 培养了一个资质不错的顶卢 就等主上出世 占据其躯体 没想到被干掉了 这个薛元明听说 也是很年轻 资质不错 也许适合成为新的顶卢 范宗师 我认识薛元明 不如我替范宗师 去找薛元明 让薛元明扮您为师 哦 你是 我是原家原初蝶 愿意为范宗师 孝权骂之劳 老夫也是欣赏他 不愿意埋没了一个年轻人 所以给他一次机会 范宗师不愧是宗师级人物 气量不是常人可比 只是 我还有件事 想要请求宗师 但说无妨 我想拜范宗师为师 拜老夫为师 我知道 这个请求有些冒昧 但我是诚心拜师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我都愿意 无论什么代价 我知道现在习武已经晚了 但是我会比别人 付出十倍的努力 请宗师成全 罢了 本来勤昭之势 老夫不愿再收徒 但看你如此真心的份上 老夫就破例收你为徒 多谢范宗师 恭喜元小姐 元小姐 你是不是该改口了 徒儿元初谍 拜见师父 初谍 接下来去找轩元明吧 这事如果办成了 为师重重有赏 是 徒儿一定办成此事 孔家的人都回来这么长时间了 王月伴还没踪影 看来 他回不来了 据孔喜堂所说 王月伴是被邪无入侵而亡 孔喜堂肯定不会把事情告诉我们 遗迹是否有宝物 也未得知 那处遗迹活着出来的 还有两个青州人 我亲自去了解一下情况 好 尽快去吧 薛月明 我给你带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不想听 你听我说完 保证会很激动 范宗师到京中 本来是向你报仇 但是范宗师气度非凡 你只要拜他为师 范宗师就不追究 你对请昭做的事情了 白痴 你说什么 我说上你他那边 什么都没有啊 薛月明 给你天大的好处你不要 你这个傻瓜 师父 是我办事不利 我没想到薛月明这么油言不尽 不识抬举 杨会长 你去约战薛月明 本宗师要在这五道协会挑战他 到时候 我会亲手废了他 宗师放心 我一定办妥此事 不论如何 你这具躯体 老夫咬定了 薛月明 多吃点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的兵彻底好了 薛月明 哥哥 这多亏了你 而且我现在也成为舞者 我也有能力防护母精了 你说我帮不帮 还不错 你是在挂饭菜不错吧 来了 你们找谁 小姑娘 不必担心 我找薛月明 薛月明 我代表范宗师给你下战书 两日后五道协会 范宗师要亲手废掉你 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小子 我们五道协会想找个人还不容易 你们走吧 我没时间接受什么挑战 薛月明 这战书不接你也得接着 出去 别打扰我吃饭 当真不接 不时抬举 我先起宗师教训你一顿 看着 我们回去 会长 薛月明把范宗师的战书死了 怎么不教训他一下 就凭你们 本会长亲自出手 都不敢说能胜过他 那范宗师那边怎么交代 看见和薛月明吃饭的那个女孩了吗 会长的意思是 对女孩下手 逼迫薛月明接受挑战 既然连会长都忌惮薛月明 我们抓了他的人 会不会遭到他报复 要范宗师在 还会怕他宣元明 会长说得对 小姑娘这件事 就交给你们俩人去办 收到 看 出来了 动手 什么 竟然搞偷袭 五道协会这么卑鄙了吗 怎么 你还敢管我们五道协会的事 陈大葵 你怎么变强了这么多 我警告你 别多管闲事 杨会长不会放过你 杨会长算个屁 一往总是被五道协会这帮孙子们欺负 现在打他们如虐财 徐小姐 此事还是冲着轩辕先生来的 我们还是把此事尽快告知轩辕先生 轩辕先生 现在怎么办 走 不理会的 不代表我们可以被人欺负 去五道协会 灭了那个什么范宗师 妈 狗圣前辈真 真的失联了 大电话不接 发微信不回 不是失联是什么 会不会他那里信号不好 收不到信息 按理说 狗圣前辈那种人物 不至于骗我们 走 去五道协会 我们去问问杨会长 怎么回事 这青州真是个小地方 现在有个紧急情况 我要通知你 爸 什么事 说我多少次了 叫家主 是 家主 彭家也去了青州 而且还是彭家极其重要的人物 彭家的分量有多重 你知道吧 家主放心 这次我会努力和他们搞好关系 少爷 现在去哪儿 青州五道协会 虽然明面上五者组织 其实暗地里 大多为我们好族服务 用起他们来 更容易办事 连一个小姑娘都对付不了 就我们五道协会的脸 五道协会就这点能力吗 真是让老夫失望 范祖师息怒 是我们办事不力 我这就 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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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慌慌张张的 惊扰了半宗师 我饶不了你 宣元明 朝着五道协会这边来了 此事当真 你可看真切了 看得清清楚楚 再有几分钟 宣元明就到了 算这小子失去 估计是来给本宗师 赔礼道歉来了 我就在这里等着他 不过他就算给老夫跪下赔罪 我也不会轻易放过他 宣元明 宣元明 等会儿我在师父面前 替你求一下情 杨会长 你找的那个狗上有问题 蒋夫人莫要吵闹 惊扰了范宗师 范宗师 范宗师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蒋夫人 旁边的是她的儿子 蒋卓司 蒋夫人 我和你丈夫曾经有过一面之缘 老夫很欣赏她 范宗师见过我父亲 你知不知道他在哪里 什么时候回来 卓司 不要问了 你父亲该回来的时候 自会回来 蒋夫人 今日前来所为何事 我是来找杨会长的 杨会长 你介绍的狗上前辈 这都多长时间 不但没抓来宣元明 人也消失不见了 蒋夫人放心 有范宗师在 今天宣元明定不能活着出去 范宗师竟然也要对付宣元明 太好了 有范宗师出手 宣元明再见难逃 今日 我们就亲眼看着宣元明葬身此地 范老狗 滚出来迎接我家宣元先生 岂有此理 敢如此侮辱宗师 小儿无知无畏罢了 今日就让这小子知道 什么是宗师一怒 浮尸一地 你们几个无知之徒 哼 现在还不像阿贵 给宗师赔罪 就是你派人绑架的薛盈力 是我又如何 不遵从宗师号令之人 只会连累你的秦皇好友 一起倒陪 你记住 舍我不可以 舍我朋友更不可以 范宗师救我 干掉薛元明 住手 小子 在本宗师面前还敢伤人 你是不是太放肆了 薛元明 我承认你有些本事 但在范宗师面前 你还太嫩了 你以为这个什么范宗师 能保得了你是吧 有范宗师在 你翻不起浪了 范宗师出手 你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 行 那我让你晚点去世 看来本宗师非出手不可了 这局身体很不错 要比秦昭还要好很多 如果主上得到这个颅顶 如虎添翼 师父 徒儿斗胆请求你 能不能饶薛元明一命 朱笛 你替薛元明求情 师父有所不知 薛元明也算是帮过我原家 我不想见他的 所以徒儿才斗胆求情 薛元明年纪轻轻 有如此本事 看在初蝶的份上 我给个机会 臣服本宗师 跟本宗师回去 闭关三年 我就饶恕你 如何 臣服你 你算什么东西 薛元明 我好不容易 在师父面前 给你求来的机会 你莫有执迷不悟 快 赶紧跪下 给师父认错 原初蝶 跳蝶小丑 薛元明 站在你面前的可是宗师 宗师之威 喊天动地 你有什么可狂妄的 那个范宗师 跪在我们面前认错 如果态度好点 我可以只废了你 你说什么 薛元明越是放肆 越会激怒范宗师 我们就看着他怎么收场 薛元明 你怕不是疯了吧 你炸 本宗师这就出手 想扶你了 你打我 薛元明 待你被半宗师打败 本会长要踩在你的脑袋上 羞辱你 好了 不废话了 小子 看招 这就是你的实力 这不可能 不可能是吧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可恶 会员一气拳 好恐怖的权势 这就是宗师的招式吗 既然拳头上产生了火焰 我不信薛元明能挡下这一拳 薛元明 你怎么可能是宗师的对手 什么 这怎么可能 为什么 老夫可是堂堂的宗师 我说过 宗师算什么东西 薛元先生为我 什么范宗师 就是老狗一条 我不信 我师父是宗师 师父怎么会输呢 妈 我们怎么办 这么热闹啊 看来我来晚了 狗圣前辈 太好了 你终于出现了 薛元明在此 赶紧动手 手认了此贼 这家伙是个傻子吗 狗圣前辈 武道协会有难 即务必解决掉 薛元明 到时候武道协会 必会重重感谢前辈 勾胜前辈神秘莫测 看他现在表现相当轻松 势力应该在 范宗师之上 肯定能解决薛元明 前辈 出手吧 我蒋家 愿意再资助前辈武艺 前辈 打我作甚 爷 我来晚了 赶紧要这些渣渣们 哪轮得着你们出手 这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你们一个个脑袋 长屁股上了吗 今日 偷爷我就把你们 收拾一下 住手 你们是王家的人 不错 什么 十二豪族王家的人 王公子 我们青州武道协会 这些年 一直对王家忠心耿耿 今日薛元明 再次嚣张伤人 请王公子为我等做主 不错 王公子 我乃范宗师 早年曾为王家做事 请王公子干掉此贼 薛元明 我正好要找你呢 我 豪族之事无人可挡 就算是薛元明 真能翻了天 王家也会把他 按倒在这儿 薛元明 你过来 我有事问你 喂 王上叫你你聋了吗 赶紧给我滚过来 跟谁这么说话呢 干嘛你能的 还真是不怕事 当众打我王家的人 我好久没看到 这么有勇气的人了 你王家算什么东西 给爷跪着 不敢打断你的腿 本少拥有超越武宗的实力 薛元明 你的末日到了 干掉他 看他还嚣不嚣张 既然身体不能为老妇所用 就毁灭吧 我给你脸不要脸 呦 什么 本少低估你了 还愣着干嘛 我要使用秘书 少爷 我 我们 王家培养你这么多年 你们身上的责任 自己不清楚吗 快点 是 本少爷的耐心有限 王家会照顾你们后半生 不做 王家不会放过你们 少爷 我们做 还放 爷 这是一种邪术吗 算不上 这是王家的一种秘书 因为王家之人血脉相同 可以通过秘书 短暂地获取其他人的修为灵力 增强自己 强大 太强大了 力量比之前强大了几倍 远远超过了宗师 这 太恐怖了 薛元明 王少定能取你性命 你们 给我跪下 瞧你胖的连个人样都没有了 狗爷打爆你 确实有点意思了 爷 我要献出真身干他了 不用 你保持低定 这次一定没问题 一定能干掉宣元明 从小到大 我还是第一次使用我王家的秘书 我会让你见证这股力量恐怖之处 王少 干掉他 地奥虫小记 可恶 竟然被你躲开了 你的运气不可能一直这么好 王少怎么还没掉下来 这 可恶 王少不可能这么轻易被打败的 不会的 小子 我是王家的人 你惹的是好族 爷 这些人我先帮你废掉 嗯 别挡了 你先 饶命 你 你居然废了我的舞者修为 我不但要废了你的修为 还要废了你的身体 惹了爷 你能活着就该尽兴了 不 我是舞蹈协会的会长 我怎么能成为废人 我怎么能成为废人 轮到你 完了 不 妈 我不想当个废人 你敢伤我儿子 我和你没完 让我滚开 妈 卓四 卓四 接下来该轮到你了 你敢动我 你会后悔的 师父 发生什么了 几位可 可是丘家 老夫丘家 丘三 但好了 丘叔 我是王家的人 见过丘叔 丘叔 我父亲是王家家主 多次跟我提过丘叔 我王家和丘家这些年也都有合作 我王家 丘叔 老夫现在没空和你落车戏 丘叔 你可要替我主持公道啊 没想到如此幸运 能在这里碰见丘家的重要人物 丘家可是凌驾于十二猴族之上的五大社稼之一啊 干掉轩原鸣和派死一只龙蚁没什么区别 妈 我的腿好痛 这次轩原鸣能被干掉吗 吾儿放心 丘家的实力极其恐怖 这次轩原鸣无论如何 也逃不出丘家的手掌心 爷 我来收拾 丘三见过大哥 丘叔 怎么会给别人跪了 完了 这下彻底完了 妈 为什么会这样 干掉轩原鸣怎么会这么难 丘三 起来吧 大哥 你这一消失就是几十年 真是让我好找啊 东西我都给你带来了 回去再说 大哥 等等 这些人敢惹你 不能这么算了 丘叔啊 谁是你说 敢冒犯我大哥 来人 把王家的这些人 都给我处理了 是 不要啊 大哥 圣家的人 我给你一并处理了吧 饶命啊 我就是贱 不该和轩原先生为敌 丛家一怒 俱称皆振 豪族也是放灰 饶了我这个残废吧 求求你们 放过我儿 我愿意替我儿下地狱 妈 不用怕她 我们还有父亲 闭嘴 只要你们不伤害我儿 让我做什么都行 几只蝼蚁而已 走吧 轩原 原来一直错的 是我自己 薛月明 我彻底错怪他了吗 我恨 我恨哪 七尺大乳 不共戴天 妈 到了现在还不联系父亲吗 主司 让妈看看打得疼不疼 这次妈答应你 联系你父亲 大哥 这么多年没见 你还是一点变化都没有 秋三 这些年大家过得怎样 当年的兄弟们 还活着的恐怕只有我了 大家都走了 真怀念当年哪 你带领我们干入侵者 打国外的那些义修者 大家同仇敌忆 经历无数危机 现在想起来 还是让我这把老骨头 热血沸腾啊 秋三 末法时代持续了两千多年 接下来可能要变天了 对你们这些 马上要耗尽命远的 修饰来说 也许是个机会 大哥 我现在一百多岁了 折腾不动了 还能和大哥相聚就很知足了 秋三 你够了 大哥有何事 大哥 你这是 活动一下试试 我感觉我的身体又有活力了 好像年轻了几十岁 大哥 你刚才给我输入的灵力 为我延长了寿命 除了自身的修行和飞升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外力 可以让人延长寿命 我只是让你的身体 再次焕发了一些活力 接下来还是要靠你自己 不谢大哥 我秋三知足了 大哥 接下来还需要我做什么 您机会吩咐 确实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要你去做 什么事情 寻找大陆之河 狗生带来的消息极其重要 结合各类药物不素 这个世界 很可能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必须做最坏的准备 师父没了 薛月明也不会再理我了 我该怎么办 我本来想要变强 到头来 却是一场空 我还怎么保护原家 师父 初爹 怪我轻敌 师父小看薛月明了 师父 我还是带你先看伤吧 不用 我受伤太严重 没有一年半载 根本无法动弹 现在师父有重要的事情和你说 师父问你 你想不想变强 想 但是师父 你现在 师父来自一个古老的宗门 名为协月门 我们从古时就是一个强大的宗门 协月门 师父的主人也就是师父的师父 就是协月门一个强者 他马上就要出关了 师父 你为什么管你的师父叫主人 这是协月门的规矩 谁强大谁就是主人 协月门 等你强大起来 你也可以有无数奴仆 现在 你只要护诉师父回奏门 师父的主人 就会让你变得无比强大 我 只要你答应师父 师父保证你会变强 真的会变强 你是我的徒弟 我怎么会骗你 好 我答应师父 妈 别犹豫了 给爸打电话吧 喂 我找戒杀 请问施主是谁 找戒杀禅师何事 我是他老婆 现在家里出事了 让他赶紧回来 戒杀禅师还在闭关 已经不理尘事 你告诉他 他再不回来 就永远见不到他儿子了 呃 呃 呃 我已队入空门 哪儿还有老婆 不必理会 他说 你再不回去 就看不到你儿子了 妈 终究对世俗 还有一丝牵挂 我出去一下 去去就回 是 嗯 不知道这些妖兽女单 能让我修为增长多少 九万九千九百七十五层 十万层的小目标 越来越近了 很期待突破十万层的那一刻 徐月明 徐月明 出事了 我爸来了 哦 你爸出什么事了 不是 是我爸来看我了 要把我带走 这是好事 什么时候走 你 你这人会不会说话 不会说话 别说话 我才不走 我骗我爸说 我在这里找到男朋友了 呃 现在我爸 要见见我这个男朋友 喂 你说话呀 我这人不会说话 还是别说话 嗯 徐月明 我现在需要一个男朋友 你可以去网上租一个 网上租的 没你长得帅 网上的会说话 我不会说话 我都和你同居了 你等我男朋友最合适 他来了 千万别露信 爸 嗯 哈喽 小梅 好久不见 你怎么来了 去去去 这里不欢迎你 哎 小梅 不得无礼 你 就是小梅的男朋友 啊 对对对 他就是我男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 啊 爸 他叫薛月明 你们 在同居 对 没有 这 到底有没有同居 哼 和你有关系嘛 何清梅 别忘了你是我金天灵的未婚妻 现在和野男人同居 你说和我有没有关系 谁是你未婚妻 我同意和你订婚了吗 小梅 当初爸确实不该不询问你的意见 就擅自做儒 让你和天灵订婚 但事宜至此 总要有个解决的办法 怕这次来就是来解决这件事的 办法 只有一个 配婚 不同意 我有男朋友了 你不同意也没办法 和清梅 你别欺人太甚 现在你赶紧离开这小子 即便你们同居 我也可以原谅你 既我不咎 我怀了薛月明的孩子 你不堪 什么 孩子生下来 我养 只要你愿意回来跟我结婚 这家伙啥情况 这么绿了都能忍 身者神龟啊 你养 你不配 今天灵 我知道你是为了家族利益 想通过联姻吞并我们何家 我告诉你 这不可能 何清梅 别逼我 你信不信我灭了这小子 让他从这世界上消失 我不信 看来麻烦又要找来了 你们先聊 我先走了 还是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赶紧 走 薛月明 既然大家都在 留下把事情说开吧 天灵 既然小梅不愿意 这种事情也勉强不得 你看 要不 何叔 小梅不同意 完全是因为这小子 只要这小子离开小梅 小梅肯定愿意跟我结婚 做梅 何家现在末末 十二豪族都在盯着 我金家如果抢先 吞并何家 必定会成为十二豪族之首 所以 何清梅这个女人 一定要拿下 那这样好了 这是一千万 离开小梅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拿了钱赶紧做人 我们的爱情 不是用金钱能衡量的 明白明白 那就是钱不够 一个亿 小梅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你这男朋友 就是个普通老师 一个亿对他来说 就是天 相信我 他对你的爱情 在金钱面前不堪一击 薛月明 我何家虽然不死从前 但毕竟也是豪门妄族 你现在的身份 确实和小梅差距有些大 爸 薛月明其实 你先别说话 薛月明 我不勉强你 这件事你自己选择 你拿走这一个亿 或者选择小梅 我们都理解 选择小梅 你们就要做好 共度难关的准备 而拿走这一个亿 这件事 就和你没关系了 以后不会有任何麻烦 好生 那这一个亿 我就收下了 薛月明 哈哈哈哈哈哈 小梅 怎么样 有钱能是鬼推磨 在一个亿面前 让他干什么 他就得干什么 薛月明 不要走 喂 你给我站住 小梅 你看好了 让你看看金钱的威力 让你看看这小子 在金钱面前 是多么卑微 任我摆布 小子 给我跪下叫爸爸 我再给你一个亿 薛月明 快点 跪舔我 你拿了我的钱 还敢来打我 活该 这都是你自找的 薛月明 揍他 打抱你 总算清静了 小梅 金家事大 你这样做 虽然破坏了你和金天灵的婚约 但你想过没有 金家会放过薛月明吗 小梅 你如果真喜欢薛月明 你要想清楚 这样做真的对他好吗 把先走了 薛月明 我好像给你惹事了 我知道你厉害 但是 金家在十二豪族中 也是排名靠前的存在 你不会怪我吧 你生我气了 三人世界生活 就会有让不开的羁牌 看来需要尽快离开这里 找个新地方修炼了 别生气嘛 只要你不生气 我 我可以什么都答应你 真的什么都答应我 反正大家都认为我和你是那种关系了 你想做什么就做吧 从我这里搬出去 就 修炼 对 你搬出去 我会少很多麻烦 我不搬 你这云木脑袋 气死我了 我上楼了 唐长 小哥你来了 怎么样 最近有货吗 还真有 这次是好货 我一直给你留着呢 薛月小哥 我可跟你说啊 这些年我都没有收到这么好的货 这是五千年份的灵草 从哪里得来的 五千年份的灵草 我很多年没见到过了 上次在那处遗迹中 得到的灵草也才不过两千年 是一个神秘人送来的 不知道他的底细 不过他说下次还会送来 算算时间 应该差不多要来了 唐长官 小哥人来了就是他 哎呀里面穷里面穷 不必了 唐长官应验货 极品货色 不属于上次的 既然如此 唐长官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吧 好好 以后这种货有多少我收多少 告辞 等一等 朱梁 你怨夙人了 上次那个叫鲍戈的 身上有个轻微邪器 而这次周梁身上的邪器 极其努力 他到底干了什么 这些灵草 不是普通地方能得到的 也就是说 周梁那伙人发现了一处特殊的地方 而且 很可能是抹出遗迹 呵呵呵 就是那个人吧 罗盘的指针指向他 我们追踪好几天了 不会有错 东西应该在他们身上 哦 那就通知收网吧 怎么样 钱到手了吗 啊 不好 是桥子 赶紧走 鲍哥 这下去迟到会被堵尖 那就抓几个人质 啊 别动 你们几个都给我上车 轩元 轩元明 竟然是你小子 鲍哥 放了他吧 放了他可以 不过 现在需要他做人质 都给我上去 哈哈哈哈 有人质就是好 那些条子 不敢强行来接我们 鲍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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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什么 轩元明 我 摘下眼镜 口罩 邪气入体 你们到底去了什么地方 轩元明 别问了 等火安全了 我就让鲍哥放了你们 求求您 放了我们吧 别吵吵 我可以留下来 给你们做人质 放了我老婆和儿子 我求你们了 周梁 现在停车放了他家 不要玩火自焚 你算老气呀 别以为这是周梁 我就不敢干掉你 老大 不好 有直人机追来了 鲍哥 我们 我们逃不掉了 鲍哥 怎么办 走 去古墓 古墓 刚出来又要进去 那地方太可怕了 我不想去 我 我不要再进去了 不进古墓 就进监狱 古墓 就是他们发现五千年灵草的地方 那片古墓奇大无比 进入后我们可以找其他出口 神不知鬼不觉地出去 没有人比我们更清楚里面的情景 他们不可能在古墓里抓到我们 前面的汽车 赶紧停下 抗拒之马 白白丢了性命 借前面的小鹿去古墓 他们不停车 怎么办 这还不简单 那就全干掉吧 好久没有玩过这玩意儿 正好练练手 车上有人质 那又如何 反正我们要的东西又炸不坏了 知道击杀的人疯了吗 不知道车上有人质 快 赶快进前面的古墓 妈妈 我怕 两次都没有打出 看来真是受伸了 来 这下准了 妈妈 我不怕 什么东西 好像是本人 不可能 人怎么可能把我的火箭弹挡开 就算是武者也会被炸成碎肉 快 跟上他们 快 带着人质下车 进古墓 车里居然还有一座古墓 你小子啥这儿下来的 小子 你别想跑 给我老是进去 这座古墓 里面的气息不同群长 妈妈 我怕 到了 青铜门 以青铜门做古墓的吉少 难道是史前闻秘的一座古墓 但我之前为什么没有察觉 难道是 鲍哥 门 门咋不开了 去 用钥匙 不行 还是打不开 鲍哥 之前有弟兄在这里挂了 青铜门才打开 会不会是 挂一个试试 葬了我的孩子 你们这帮畜生 老实点 我的胳膊 小崽子 我一定要崩了你 闪开 我要一枪崩了他 推 推不动 我让你闪开 你们怎么发现这里的 敢问我问题 鲍哥 别生气 你别管 你别而去 我就看你不睡眼了 你 回答问题 你这家伙 把东西交出来 你们别过来 鲍子崩了他们 崩了他们 动手吧 你以为我会在乎他们的性命 这 动手啊 你们不动手 我可要动手了 我知道你们是武道协会的 说这些话 你还真是显得有些可爱呢 我们还是和你们有区别的 你们这帮族 和我们有什么区别 我们比你们厉害 所以一切 我们说了算 神 你吃开 啊 烈仙遗迹的七夕 传说是史前文明的烈仙走的 神秘无比 而仙人利用神器佛阵 让其方位飘忽不定 所以一般人很难寻到 而这把所谓要事的作用 便是可以定为猎先遗迹的方位 这几千年来 我也寻到几处 但是里面都是惨遭破坏 破败不堪 灵气枯竭 一无所有 眼前这难道是一处完整的猎先遗迹 不过这些人 应该把这当作一处古墓来盗绝了 受伤了受伤了 又打偏了 再来 不要再打了 东西给你们 放我们一条生路 快把钥匙给他们 钥匙 钥匙 钥匙呢 对了 在薛明那里 那就是钥匙吗 武道协会寻找了这么多年 终于发现了第一处猎先遗迹 这说明猎先 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古人也许真的可以成仙 回去报告武道协会总部 我们是大功一剑 我把钥匙给你们 饶我们一命 想法还真是幼稚呢 天真 那你们想怎么办 难道真要把我们全干掉 干掉你们又如何 你们的命我不值钱 饶命 求两位饶我一命 让我做什么都行 真是无趣 把钥匙拿过来 其余的人都干掉 我考虑饶你一命 好 这就去做 人都给我拉过来 神来救救我吧 求你们放过我的孩子 报告 能不能放了薛明明 闭嘴 我们能活下来都是幸运 你还有空为别人求情 去把钥匙拿回来 薛明明 钥匙给我吧 助两 看在以前同事的份上 站过来 这个我 周梁赶紧拿钥匙 过来 你不会有事 别去那几几歪歪 古道协会什么实力 你应该知道 赶紧拿钥匙 对不起薛明明 我想活着 先把钥匙给我吧 不给 臭小子 你说什么 薛明明 把钥匙给报告 要是拿来 我不想重复第二遍 鲍匙 鲍匙 别冲动 薛明 鲍匙 鲍匙真的会干掉你的 没有指给鲍匙 我也不想重复第二遍 不给 好 那我就送你去见阎王爷 这 给我干掉他 都躲开了 这还是人吗 你不是说薛明明就是个普通老师吗 他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 都给我让开 小子 要是交出来 我说三声 三 他这是个舞者 干掉他 你不就是个舞者吗 为什么会这么强 对啊 我就是个舞者 走 我 我是舞蹈协会总部的人 也就算是宗师也不能 如此凶残之人 留你们不得 薛明明把舞蹈协会的人干掉了 我没看错吧 你 你没看错 而且还很轻松 薛明先生 都是误会 我刚才都是说着玩的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周梁 你快说句话呀 让薛明先生放我们一条生路 我 这 薛明先生 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饶了我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和你作对 薛明先生饶命 饶了我们 我们给你做牛做马 周梁 快 你为我们说句话 以后你就是我大哥 薛明明 走 怎么了 被陷了 被陷了 怎么了 这是 他们体内寄生了某种妖险 克兰 是他们之前进入某种就被急速了 是什么意思 值得我去看看 救救我的孩子 妈妈 哥哥叔叔 妈妈 谢谢你 你们赶紧离开这里 好的 快 赶紧走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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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도 他 他 他 人 似乎还有仙宝的气息 没想到我金天灵来一趟青州 还有如此好运气 阳叔 暂时停止对付宣元明 我们马上去探索那处遗迹 如果得到仙宝 那我们就用不到何家了 少爷 这光柱如此耀眼多目 怕是有重宝显示 需动用一切力量对外封锁消息 虽然瞒不了多久 但是能瞒一时试一试 杨叔死里周去 大家分头行动 你的终身倒是负心不勉强 我就先回去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 知道了 这 这是 看来回不去了 这座古墓散发出如此强烈的气息 是有人操控 还是激发了一些东西 现在整个古墓处于半虚半实的状态 这确实是烈仙遗迹的特征 看来只能等几天 古墓的状态稳定下来才进行 爷 这次真的是烈仙遗迹出事了 不是完全确定 里面的气息很古怪 需要进入后才知道 还有这把所谓的钥匙 肯定不简单 不可能只是单单打开古墓的大门 绝对还有其他作用 对了 大黄妖族飞升之前也说过 让爷多多留意那些烈仙遗迹 留意烈仙遗迹 大黄妖族说 烈仙之所以在世间留下一迹 很可能是他们部的局 可能是日后烈仙降临的时候 他们在世间还有可以依掌的根基 我知道了 烈仙真的会降临吗 他们重新降临人间为了什么 如果真的降临 那么师父也会回来 薛明 薛明 你知不知道青州出大事了 嗯 我告诉你 你可别告诉别人 哦 嗯 听说西北大山里出现了一处古墓 古墓里有仙宝的气息 现在今天临和我们河家 都联合起来尽量封锁了消息啊 这一次 我也要去里面探索 如果能得到鲜宝 我就不会被逼着和青天灵结婚了 哇 哇 你怎么没反应啊 哦 薛明 这次你一定要帮我 虽然我爸找了很多厉害的人过来 但是 我还是觉得你最靠谱 嗯 嗯 灵明很危险 你最好不要去 这根核我的中山大事 我不能不去 那你去吧 那你呢 帮不帮我 你和我一起 只会更危险 真的那么危险吗 我父亲找了很多武者 甚至还有武宗 没用 如果里面真是烈线遗迹 你们面对的 是传说中的仙人手段 好 我相信你 我这就去缺书父亲 让他不要冒险 爷 我陪你一起进去吧 不用 这座古墓就算真的是仙人遗迹 恐怕里面也出了问题 我一个人比较方便 陈副会长 杨会长如今被干掉了 请这武道协会 接下来该怎么办 丘家让我们一个字都不许提这件事 对外就说杨会长病重隐退 你还提 是不是不想活了 丘家多多脚 都能裁贬我们 是我可无 我错了 保证以后不会再提 还有 你叫我什么 陈会长 会长大人 你息怒 你肯定会带领我们青州武道协会 隔上一层楼 少说那没用的废话 我们武道协会 说是中立组织 实际上 就是豪族的一条狗 丘家说的话 对我们来说 就是圣旨 你们一定要切记 切记 少爷 这里就是青州武道协会 喂喂 你们是干什么的 这位是十二豪族 金家少爷 金天灵 我家少爷 找你们会长有事 原来是金少 我就是青州武道协会会长 陈良福 金少有什么吩咐 陈会长 时间紧迫 我就直入主题了 想必前几日天水山的异动 你们武道协会 也有所察觉 有所察觉 但是到底发生了何事 武道协会还不得而知 那里是一处遗迹 现在 我金家要争调你们武道协会 所有的舞者 进去探索这处遗迹 事后 我金家会加大对青州武道协会的资助 金少客气了 武道协会本来就是为豪族服务 青州武道协会 三十二名武者任凭金少差遣 好 很好 少爷 我们已经在权力封锁消息 但是仍有不少青州本地的武者察觉 赶了过来 不过 我们这次准备冲足 有杨宗师和武道协会的三十多名武者 我们仍然是这里的最大一股势力 有杨树在 这些人都不足为惧 我们的竞争对手永远是其他豪族 只要赶在他们之前动手就行 那 何家那边怎么办 何家 先不用管 最弱的豪族 对金家还不够成威胁 少爷 一级彻底稳定 我们进去吧 喂 程会长 该进去了 走 大家都跟着金少一起进去 后来我们也要进去了 父亲 要不别进去了 我实在不放心你 金美 何家陌路已久 父亲必须把握住这次机会 你就在这里等父亲的好消息 可是 薛月明说里面很危险 进去很可能就出不来 金美 你是父亲最疼爱的女爱 父亲不想强迫你 但是父亲作为何家的家主 必须为何家着想 我进去是为了何家 更是为了你 父亲 父亲这辈子没别的愿望 就是希望你幸福 希望何家新生 在外面等着父亲 别忘了 你父亲也是个武者 不会有事的 父亲 你等一下薛月明 和薛月明一起进去吧 不用了 薛月明毕竟只是个武者 也帮不上什么忙 皇家这次 父亲也请了不少高手 其中就有准武宗级别的强者 秦梅 我先进去了 在外面等父亲回来 父亲 看来一记已经彻底稳定了 这次如果能够在里面找到足够多的灵层 也许我就可以达到炼体十万层 喂喂喂 你给我等一下 看你身上流露着武者气息 你应该也是来探索遗迹吧 对 这种遗迹是第一次出现 极其危险 正好我们五个也要进去 就带你一个吧 不用了 我习惯一个人 站住 你这人怎么回事 我们可是好心带你进去 小哥哥 和我们一起吧 互相有个照应 再说 你一个人在里面不害怕吗 竟然还不领情 赶紧进去 里面有变故 再晚了 恐怕进不去了 快 快进去 这种古墓 一看就是极其高端 没想到来青州一趟 会赶上这种好机会 小哥哥 我叫谢斯诺 刚才的事情别介意 我们五人都是东海大学的学生 而且我们都是舞者 有处理危险的能力 我们这次本来是路不轻中 没想到碰到了这个遗迹爆发 不过我天生胆小 跟着吴梦和楚生他们探险 也是为了锻炼胆子 喂 斯诺 你反应也太大了吧 就是一句古代的干尸 你又不是没见过 小哥哥 不好意思 就是 你就算害怕 怎么不往我怀里钻 倒是让这小子占了便宜 小子 你听好了 别打我家斯诺的主意 你高翻不起 哎呀 吴梦 你说什么呢 我说的本来就是事实 他本来就一个平平无奇的舞者 配不上你 嗯 等一下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里有些不对劲 是不是 进来的人都不见了 不错 我们前面进来了不少人 现在却一个都看不见 更何况 这里有没有其他岔路 会不会他们在前面 走了很远了 不会 因为这里 没有人走过的痕迹 只有一个解释 就是我们进来的时候 这里的木道 自动换成了另一条 我们和其他人走的 不是一条木道 啊 能移动的古墓 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 自从我们探险小队成立以来 从没有失败过 这次也不例外 我们一定能拿下它 不错 有储生带领我们 我们探险小队 能攻克一切困难 我们是最厉害的 卫卫 站住 你干什么去 这家伙不愧是个笼子吧 听不见人说话 别搭理他了 他想送命就让他去吧 这种古老文字 我上一次看到 还是在五千年前 那时候师父脱颖了一些文字 师父还说 这种文字属于上一个文明纪元 无人能多读 难道这所谓的先人遗迹 出自上个文明纪元 嘿 小子 我就知道你故弄玄虚 怎么 一个人害怕了 故意在这里等着我们吧 行了 别拆穿他了 怪尴尬的 给人家点面子 走 抓紧时间 继续前进 这么大的事实 悬崖下全是白骨骷髅 要过去 我们恐怕要先到悬崖下面 再爬上去 这对我们来说没什么难度 就是有点耗费体力罢了 对我们没难度 对那小子就不好说了 估计他会被困在这里了吧 哼 有意思 这些石头按照合图落书的规律排列 竟然还有玄妙的阵法 此处一记确实很不凡 好了 我们下去吧 我有些害怕下面那么多白骨 思诺 你一直这么胆小可不行 我们的队伍不需要懦夫 可是 我 好了 我们在对面等你 终于过来了 谢思诺 快点 我们不会为你浪费太多时间 我行的 战胜自己 薛月明 要不我们一起过去 到了现在 你就别管那小子了 不是我不帮他 谁叫他一开始就拒绝我们 可是 是 哼 解开了 竟然出现了一个桥 竟然出现了一个桥 这小子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运气 我们辛辛苦苦再爬上来 他们两个竟然直接在桥上走过来了 算了继续前进 刚才 谢谢你 这里不是你们应该来的地方 找个机会出去吧 我也感觉到了 这里和我们以往的探险石不一样 感觉到处阴气森森的 喂 小子 你这是看不起我们 思诺 你离他远点 不然以后胆子会越来越小 这种男生一般没什么出息 这是 各位等一下 这座古墓里面竟然还生活着活人 这可是大发现 出去后绝对是大新闻 都记录下来 古墓里有活人 这可是独一无二的发现 你们难道不觉得很诡异吗 怎么可能有人生活在古墓里 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这就是你孤陋寡闻了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再说我们是冒险家 就是为了解开这些诡异 这叫探险精神 我们走 思诺 跟楚生学着点吧 是 我们是从外面进来的探险者 两位老爷子是生活在这儿吗 喂老头 不回答别人的话不礼貌 算了 这些人生活在这儿 与外界不通 估计听不懂我们的话 走 我们四处看看 看来我们应该是进入传说中 桃花园一样的地方了 我要好好拍拍 这 这是 是 快 快过来看 什么事 你看这屋子里面 我的天 这么多金子 我去拿一些 先等等 两位老爷子 你们这么多金子 我们想拿出去一些 你们不介意吧 他们没有回答 就是默认 拿吧 好嘞 好沉啊 这次收获太大了 思诺 快来帮忙抬金子 这 这是别人的东西 我们就这样偷走不好吧 思诺 快点进来吧 好多金子呢 我 别进去 这两人是货鲁妖 一种极其凶恶的恶力 专门诱别人犯罪 然后重罚别人 别听他的 继续 刺激胆小 就说这两人是妖 就没见过你这么怂的男人 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我这就给你录下来 让你好好看 怎么了 那 那两个不是人 五毛 你怎么了 摄像机里 你看摄像机 我看看 扔掉金子 赶紧走 快 扔掉 楚尚 我们好不容易进来一次 扔掉多可惜啊 快点 别废话了 要不然来不及了 那我拿几个 流足纪念吧 来不及了 先出去 快出来 他们坐到你们身后 他们怎么还在继续拿啊 马上出去了 再等我们一会 再拿一点 就再拿一点 多拿点 这些金子都是你们的 对 多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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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们装满口袋就走 你 你在和我们说话 不必紧张 继续拿 金子有的是 没错 不够屋里还有 你们不是听不懂我们说的话吗 别停啊 快点拿金子 快拿金子 快拿金子 你们后面会干什么 回啊 救命啊 回来 好什么 这些金子都是你们的 扔了我们吧 我们不要金子了 不 你们需要金子 快点 把所有金子都拿走 我就放过你们 我们已经捉不下了 实在拿不走更多了 拿不走 就都吃了吧 楚生 怎么办 想办法救救他们 这种情况 我也是第一次碰见 再观察一下 你们 又喜欢金子吗 都吃了吧 怎么回事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了 我 我的身体也自己动了 不要 不要啊 对 就是这样 多吃点 金子都是你们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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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怕 现在怎么办 楚生 你有办法救他们俩吗 我 我试试 不 不要 救命啊 你们这么喜欢金子 埋在金子里 一定很幸福吧 吴梦 斯诺 赶紧离开这儿 可是 他们俩 不是我不救他们 是他们俩已经没命了 我需要保存体力 照顾你们两个女生 快走吧 你们别走 别走 这里还有很多金子 看来这两个过路腰 是被眷养在这篱笆院里 无法离开这封存之地 小伙子 快过来啊 坟墓中眷养恶灵 这座墓主人 绝对不是什么正经神仙 我们不会伤害你 这些金子都给你 小伙子 别走 快说你想要什么 我们都满足你 我这里还有灵草 丹药 只要你过来偷偷给你 什么 灵丹草药 快过来 只要进入这篱笆院 丹药 灵草都给你 古千年份的灵草 灵力很充沛 不过丹药并不是我破镜需要的丹药 不过依旧是极其珍贵的丹药 收获不错 嘿嘿嘿 小伙子 你很傻 很天真啊 让你进来 你还真进来 嘿嘿嘿 我都不忍心娶你性命 是啊 但如果我想灭了你们呢 灭了我们 嘿嘿嘿 你可真是个天真到可爱的小伙子 我来吧 什么 你的身体竟然重弱山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传说大修士修炼金刚体重弱山岳 你小子难道修炼了特殊功法 你到底是什么修为 你敢杀我 你 你究竟是 我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炼体器 这小子表现的气息确实是炼体器 不管他有什么古怪 先收拾了他 吸干他的精气 不可能 我们是千年大药 怎么毫无还手之力 你到底是什么修为 我说了 或是炼体器 谁把你们囚禁在此 是仙人 仙人很厉害 一只大蛇就把我们狙击于此几千年 仙人 具体点 其他的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仙人有我们无法反抗的力量 这么说 你们没啥用了 小子 我劝你还是放了我们 这里存在的不是你能招惹的 谷造 只是在这个古墓外围 就收获了一些灵草的担忧 我很期待这座古墓 能给我带来什么惊喜 太好了 你终于跟上来了 我还以为你出事了 小哥哥 你去哪儿了 去黎巴院里拿些东西 顺便把两只骷髅怪解决掉了 吹牛皮 那两个怪物被解决掉了 嗯 解决了 思诺 你别和他说话 这种大话你也信 我问你 既然你这么厉害 刚才为什么不救我那两个同学 你倒是说 我为什么要救他们 是他自己贪财害了自己 你 只会说大话 胆笑如蜀的我只想人 喂 小子 我警告你 我现在看你很不爽 小心我揍你 你一个人自生自灭吧 别跟着我们 思诺 我们走 可是 小哥哥他 思诺 带着他只会连累我们 快走吧 这里的机关还真是懂 你们 看前面 怎么可能 他怎么跑我们前面去了 小哥哥 你怎么会在我们前面 很简单 你们遇到了鬼打墙 鬼打墙 故弄玄虚 估计是他找到了近路 走到了我们前面 我们继续走 警告你 别想跟着我们 这 这 这 他怎么又在我们前面了 小哥哥 真的是鬼打墙吗 你有办法走出这里吗 有办法 按照特定的步伐走是可以 默默 楚山 我们跟着小哥哥做吧 还有三步 应该就出去了 三 二 一 真的出来了 小哥哥太棒了 就算出来了 也和那小子没关系 他又没做什么 就是 是我们硬气好 自己走出来了 你携他干啥 我已经来到我的地盘 是 是谁 是 你 是那个骷髅怪 不必害怕 不必担忧 我是这里伟大的主宰 你们只要遵循我的意志 便会得到我的庇护 我们怎么办啊 先看看他要做什么 这个骷髅怪很诡异 不好对付 现在你们四个人之中 只能三个离开这里 留下一人陪我玩耍 这是什么要求 这是要我们其中一人的命吗 这个地方很古怪 我们最好不要和他对着看 可是 我们四个人 怎么可能扔下一个 谁说我们是四个 明明是三个 他可是和我们没有关系 不行 我做不出那样的事情 斯诺 别任性 这可是一具活着的骷髅 比起害怕骷髅 我可怕良心过不去 我和小哥哥一起 大不了一起送命 一只小妖 一只小妖而已 不必担心 喂 到了现在还吹牛 有意思吗 之前说自己灭了那两个骷髅 现在骷髅又出现 你的谎言不攻自破 这和之前的并不是同一个小妖 斯诺 你也听见了 他完全不把骷髅怪放在眼里 甚至想灭了这个骷髅怪 走吧 我们给他机会让他证明自己 小子 你留下来陪我玩耍吗 怕你兽不灵 你说什么 这里竟然还长着灵草 小子 你敢对竹宰你生命的存在说这话 闪开 运气不错 又得到了几株灵草 你是什么人 前面有亮光 太好了 我们马上就走出这里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怎么回事 这里怎么还有骷髅怪 不必害怕 不必担忧 我们是这里伟大的主宰 你们只要遵循我的意志 便会得到我的庇护 不过 你们三人只要留下两人陪我 我们 我们就会放过最后一人 主宰你一定要跟上来 主宰你一定要跟上来 主宰我们快走 主宰你 别怪我 我只是想活着出去 他们两个留下来帮我走 主宰你就是个主宰 两个小娘子 两个小娘子 你们这身皮真好看 我们要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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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来救救我们 萌萌 别哭 站起来 和他们拼了 你不害怕吗 凭着你最胆小了 害怕 但害怕又有什么意义 还记得我们的探险小队的对训吗 战胜自己是最伟大的胜利 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怎么会不记得 对 我现在才理解这句话 我现在还是害怕 但我可以克服害怕 战胜自己 主宰没有战胜自己 他败给了自己的软弱 古墓 站起来 站起来 他们探险小队 不治这些怪物 和他们拼了 走 拼了 小娘子还敢反抗 我要活着拔了你们的皮 古墓 来是我们海做姐妹 海做姐妹 来吧 什么东西 石头紫 谁 滚出来 小嘎嘎 他竟然还活着 你用石头砸我 嗯 够砸你 有意见 臭小子 你活得不耐烦了 你绝活了他 拿灭来 你一个练体气系的修饰 怎么会这么强 呃 呃 什 什么 站在那儿别过来 不然的话 我就灭了他们 你没有机会 拿灭来 哎呀 啊 怎么可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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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救了 谢谢你小哥哥 我梦 喝不干净 对 对不起 之前的事情 是我小看你了 我 走 走吧 我一定能出去 我一定能活着出去 对 啊 啊 为什么 会这样 惊不惊喜 亦不亦问 主生 主生 弥漫 你们竟然都没事 我可从没想过 我们探险小队的队长 竟然是最懦弱的人 而我们小队中最胆小的斯诺 反而是表现最勇敢的人 真是讽刺 哈哈 又来了三个 看来今日是注定丰收的好日子 吴梦 斯诺 我错了 我出去却给你们认错 快告诉我 你们是怎么逃脱的 斯诺 你最善良了 快告诉我 你难道看着我眼睁睁的在这儿送命 是小哥哥救了我们 是 啊 他救了你们 那小子能灭了骷髅怪 那我也能 你去骷髅怪根本就不厉害 我一直在自己吓自己 学长声势 休想吓到我 他能灭你 我也能 骗我的 哈哈 腻了 为什么 你这样 救 救命 哈哈哈哈 你可真是让人不解 为什么你要自己敢来送命呢 啊 又主动送上来一个 灵草 又有收获了 本来想好好玩玩你 既然敢着送命 就成全你吧 啊 别别别 饶命饶命 我有宝贝给你 宝贝 说说个 值不值你的命 在那边 那边的石台上有一块石头 石头 这块石头大有来历 被称为真实之石 是 这块石头 竟然和我体内的炼铁气息一模一样 要知道 我之所以在炼铁气停留了我牵 就是因为我的炼铁气息和别人不一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块石头 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大战 有些人参与就是为了争强这块石头 我记得当时这里很乱 动静很大 这块石头无意间被我捡到 当时我听见有些人喊这块石头为真实之石 什么 有些人参与的大战 既然这块石头最后被你得到 也就是说 这座古墓里并没有仙人 这 赶紧说 大战中还有没有活下来的仙人我不清楚 但是我知道这里有很多不祥的东西 就算仙人遇到也会没命 这座古墓深处我从不敢去 所以我劝你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这里现在能出去 以前不能现在能呢 那前面就有出口 不过出去后再也无法进来了 走 我们出去 太好了 前面就是出口 去吧 你们出去 那小哥哥你呢 我在这里还有些事情 小哥哥你保重 希望有机会再见到你 大人 放了我吧 你和其他过路妖不同 你知道很多他们不知道的信息 哼 告诉我 你是谁 大人说笑了 我就是一个过路妖 当年被仙人困在这里 大人饶命 我说 一个小妖 这么好的运气捡到真实之石 你以为我会信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我醒来后就这样了 之前的记忆我遗失了大部分 我对苍天发誓 要是所说有假 天打五雷后 那这枚石头 我醒来后 石头就在我身边 我虽然忘了大部分记忆 但是这颗石头 还是有些记忆在 它确实叫真实之石 大人 你干什么 吓唤我了 怕什么 这样拿着方便些 大人 应该是我看错了 您老到底是何修为 你没看错 我就是练体器修饰 有没有直接通往目的中心的进路 没有 这里遍布机关 走到中心需要一些时间 那你告诉我目的中心的方向 正南方向 如果走直线的话很快就能到 但是这里的道路错综复杂 好 你 你干什么 这 这是 金少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我们迟早都会没命的 老兄就在那里 里面肯定有仙宝 这么离开 我不甘心 再说 这两个红毛怪 也不会让我们逃走 现在谁逃谁先没命 呵呵呵 累 了是 我家主人 要开始储粮了 你们一个个都自觉点 反正早晚都一样 这位兄弟 能不能和你这两位主人说一说 饶我们一命啊 我是金家的人 出去后 金家必有重心 金家的人 很料不起吗 你们这些人 平时搞搞宰杖 好可我的外人和你们交个朋友 还要费尽心 跟甜狗一样搞好你们 现在知道来求我了 跪下来求我呀 你觉得我高兴了 就会向主人给你求个情 哈哈哈哈 现在这里除了主人 我们就是爷 刘叔 这两个红毛怪 你有几成胜算 少爷 这两个红毛怪很诡异 以我宗师的实力看不出深浅 恐怕没有深算 我不建议硬拼 待会有机会 我带少爷逃离这里 可惜了宝香 不 不要 不要 救命啊 救命啊 文良 文良 天灵 这两个红毛怪 恐怕就是在守护这个宝箱 不如趁着令智离开 我们一起上 夺取宝箱 何叔 我知道你不甘心 想要得到仙宝 不如你先上 如果你有什么不测 我保证出去后 会好好照顾小梅 我人数太少了 胜算太低 何叔 你们何家 可是比金家更破戒得到仙宝 我金家不急 你 我去 想坏我了 还能这么干 这么强悍的肉体 怎么可能是练体器 这么多人都没命了 我就说吧 这里很危险 有很多 比我们这些善良的过路妖 邪恶一百倍的存在 这些人被摆得这么整齐 这里不像是发生过打斗的样子 想想就害怕 要不我赶紧离开这里吧 你虽然强 但是碰到这里邪恶的存在也够呛 是红毛怪 赶紧跑 红毛怪 是这里的最强大的邪物之一 力大无穷特别凶残 很多善良的过路妖都被他吃了 这只怪我身上似乎 似乎有一股不咸的气息 粮食 天啊 这里是红毛怪的粮仓 这些人都是他的粮食 完蛋了 我们闯到人家老巢来了 听我的 红毛怪太可怕了 他的肉体经过仙人淬炼 比你只强不弱 精化的粮食 快 赶紧撞墙逃命 完了完了 戒 戒住了 粮食 你为什么力气这么大 你为什么叫我粮食 因为你本来就是粮食 哦 因为我本来力气就大 从来没有粮食敢反抗 我要把你当作晚餐吃了 我的肉体经过仙人淬炼 你不行 什 什么 你比凶残的红毛怪还凶残 简直是变态啊 请收下我的膝盖 哦不对 我没有膝盖 请收下我的膜拜 这么残忍的怪物确实少见 所以这里绝对不是仙人之名 是一组魔窟还差不多 喂喂 周梁 想什么呢 没什么 只是我觉得自己现在不像个人了 是不是人有什么关系 在外面是人 但是当孙子 在这里不是人 我们当爷不爽吗 就是 八哥说得对 爽就完了 也不知道薛月明那家伙进来没有 别让我碰到他 否则我绝对敢翻他 那只红毛怪回来了 又要有两条人命危了 金少 怎么办啊 我们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啊 都排好队 待会儿还能痛快些 幸运的话 主人储存完足够的粮食 兴许还能饶你们一命 万于这次轮到我成为粮食怎么办 怎么办 什么 什么 轩人明 是他 这小子怎么回事 轩人明 你 怎么从里面出来了 不路过这里 红毛怪呢 被我灭了 搞笑 我看你是知道自己活不久了 才敢说这种大话 就凭你 也能灭得了主人 你不过是稍微薄满些的粮食罢了 你是从里面第一个走出来的粮食 我很好奇 你们看着他也让他跑了 我先进去看看 等着我回来拧下他的脑袋 放心吧主人 他跑不掉 这个箱子 里面似乎损着邪恶的东西 金少 红毛怪走了 我们赶紧逃吧 跑个屁 赶紧把宝箱打开 只要看到宝箱里的东西 本大爷保证 你们出去后下半辈子要花不完的钱 薛月明那是宝箱里面很可能有传说中的仙器 可惜打开这个宝箱也需要特定的钥匙 金少不好意思 钱再多也没有命中药 我退出 现在没钥匙根本不可能打开宝箱 我也退出 我 我也退出 你们 都停下 我知道钥匙在哪里 方哥 周梁 别忘了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这可是特意交代给我们的任务 仙人让我们变得这么强 我们要懂得感恩 此话当真 在哪里 我给你一千万 在哪里 快告诉我 钥匙就在薛月明身上 薛月明 真的 在你这里 原来这把钥匙 是打开这个箱子的人 喂 把钥匙给我 我们好不容易在外面得到这把钥匙 本以为失手了 没想到薛月明送上门来了 先让他们抢 反正最后钥匙是我们的 薛月明还在这里给我装 都给我上 把钥匙抢过来 住手 天灵 你干什么 何叔 让开 这把钥匙我金家必得 让你的人退下 我来撤手薛月明打开箱子 薛月明 钥匙给我 你拿着指挥营火烧身 我们打开宝箱 功劳有你的一份 嗯 箱子不能打开 敬酒不吃吃法去 杨叔搞定他 钥匙拿到手 少爷放心 钥匙必定是我们的 薛月明 不要营火上身 是你们在亡虎自焚 小子 钥匙给我 凭什么 凭老夫是宗师 灭了你 无非吹灰之力 给我 闪开 大胆 这就送你上墓 啊 你灭了我的伙伴 你活腻了 是什么 龙毛鬼 这真的是你灭的 不信 要不我再灭个给你看看 梁匙 我要把你砸成肉酱 哦 梁匙 不可能 梁匙怎么能灭了我 这 杨宗师 你说灭我如蚂蚁一样简单 您薛月先生 我 我有眼不识泰山 我错了 杨树 你怎么跪了 这小子 真这么厉害 少爷 别说了 薛月先生一招击毙红毛怪 这种武力 就算十个宗师夹起来都做不到 怪不得琴梅如此看重薛月明 原来是我看走眼了 宝哥怎么办 红毛怪被击毙了 别人怕薛月明 我们可不怕 别忘了 我们是先人选中的人 薛月明只是区区凡人 现在的我们 可是已经脱胎换骨 喂 周梁 我知道你一直在犹豫 想好了站在哪边 周梁 你已经没有退路了 之前你就没站在薛月明这边 现在就算后悔也晚了 一起夺了钥匙 仙人会赐给我们更多的好处 到时候 你会彻底改变命运 你父亲的绝症也会得到医治 不然 你父亲就等着没命吧 这都怎么做 喂 你们都离开这里 你什么意思 你想独吞宝箱里面的宝贝 箱子打开 你们就没命了 嘿嘿 当我们三岁小孩嘛 竟然说出这么拙劣的理由 都愣着干什么呢 现在这里 我说了算 邪气入体 甚至完全和你们的身体融合 你们彻底没救了 我乃仙人弟子 现在我命令你 还有你 灭了薛月明 把钥匙夺过来 你算什么东西 你还命令本少爷 红毛怪活着 你还能跳两下 现在红毛怪没了 你算个啥 大胆 敢对少爷动手 真当我这宗师是你捏的 我还收拾不了你 这 这是什么 哈哈 有些人赐予的力量 宗师在我这里就是个废物 邪不经话就灭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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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远明 我就问你 怕不怕 邪气轻体 才燃烧你的生命 你活不过十分钟 邪太龙烟 要是给我拿过来 是 什么 怎么可能 我有仙人赐予的力量 你怎能是我的对手 灭了他 你不腻的 薛月明 别挂我 初恋 你走错路了 薛月明 我就是为了我父亲 父亲得了绝交 而且没有钱医治 我也是被逼的 你们是怎么发现这座古墓 怎么得当钥匙的 我是地质专业的 很多年前的地质探测中 就发现了这座古墓 离开学校后 为了赚钱 就和豹哥打起了这座古墓的主意 后来 我们进入了古墓 找到了一些仙子 然后 就是在古墓里 遇到了仙人 仙人让我们在外面找到钥匙 后来 我们找到了钥匙 但是被武道协会的人盯上了 薛月明 放了我吧 我知道错了 果然如此 这里的邪恶存在 就是为了让周梁这些人找到钥匙 打开那个箱子 薛月明 我 我必须拿到钥匙 除了你 好 钥匙 我拿到了 薛月明 不要和仙人作对 你不知道仙人的可怕 你也不知道我的可怕 不要打开 危险 薛月明 我需要打开宝箱 我说过 打开后 你们都会没命 别听他的 何叔 打开宝箱 我们两家进来 撤了这么多人 不就是为了宝箱里面的仙宝 现在岂能空手而归 薛月明 为了何家 我可以不要这条命 你不要阻止我了 我再说最后一遍 打开你们会没命 就算如此 我们也是自己承担后果 不用你操心 快 赶紧打开宝箱 没错 让我们一起见证奇迹 打开了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不要啊 杨树 救救我 你来救救我 救命 救救我 救我 多少年了 凤一无的箱子终于被打开了 那就是仙人吗 箱子打开 仙人出来了 我们打工一见 别让薛月明跑了 待会儿求仙人 先灭了薛月明 报告 那小三自己过去了 什么 这小子脑子不好使吗 若是何人 三千年份的灵草 比之前的差了些 不过还不错 放肆 站住 有事 无奈神将 跪下见礼 神经病 一边去 大胆 如将之无出关后 灭的第一人 这尾牙杆真不得了 仙人好强的 仙人 灭了他 薛月明 这是仙人 神话中的人物 你就算再强 也不该招惹这种存在 卫下 卫下 臣服 闪开 可恶 我要宰了你 对本神将出手 你想过后果吗 对我出手 你 想过后果吗 啊 这是 谁上了 竟然和仙人 打平了 薛月明 怎么这么强 这 这怎么可能 还是太弱了 根本让我感觉不到 我的极限在哪 哦 你觉得我用尽全力 你 仙人败了 被薛月明打败了 我们出现幻觉了 原来我远远没有了解薛月明 是我走错路了 竟然能打倒我 你是什么秀卫 超凡还是入圣 练体器 你在逗我吗 还是故意让我放松警惕 你爱信我信 哈哈哈哈 你以为你赢了吗 打碎了我身上的铠甲 就不会伤到我了 其实你是打碎了我的枷锁 这枯铠甲困了我三千年 经过了我大部分的力量 现在的我 才恢复了真正的力量 好厉害 这才是仙人的真正力量 我就说 仙人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被打扮 仙人 灭了他 确实比之前强了一些 不过也就那样 不知 我要以你凡人的力量 来揣测我 洗干你 竟然修行这种邪恶的功法 果然是个邪力 你这么强的力量 被吸收后 我会更进一步 没想到这个末法时代 还有你这样的大佛之物 怎么没有灵力 怎么回事 我怎么 从你身体里吸收不出任何灵力 因为我是练体器啊 根本没修灵力 不可能 给我吸 体内空空荡荡 真的没有任何灵力 你真的是练体器 不 不可能 练体器怎么会这么强 管够了吗 管够了就该我了 不管你有什么古怪 灭了你 这次又是谁上了 我是仙人的神将 你敢伤我 必造天前 胡 你是哪位仙人的神将 你会见到的 不久之后 烈仙竟要重灵人间 我只不过是替仙人降临提前 做准备的侍从 也只是你仙而行 烈仙降临 看来这件事大概率是真的 如果真是这样 烈仙为什么会降临 仙姐到底发生了什么 仙人挂了 这 这怎么可能 走吧 救命啊 宝哥 为什么会 哥呀 救我 宣元明 我错了 我后患没有听你的 这是我在这里找到的灵草 我知道你需要 送给你了 如果可能 替我给我父亲带句话 这他说我出国了 我要告诉他我走了 我想让他白发人送黑发人 哎 早知如此 何必等出 薛元明 救我 我跟你十一 不 一百一 薛元明 我有话对你说 我真后悔 没有听你的话 但现在说什么已经晚了 我现在有一事相求 不把这个交给青梅 告诉他 他以后就是赫家家主 好 我能看出来 青梅是真的喜欢你 你可能未必有多么喜欢他 以后如何啊 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这处目的又要隐藏在时空乱流中 看来该出去了 差点把你忘了 大人 你要走了吗 留我性命 带我出去吧 我给你做牛做马都行 大人 你这是做什么 我怎么感觉自己被你下了什么尽重 我不管你是干什么的 这里的主人 小招一日降临的时候 通知我 到时候我会给你解开尽重 大人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强者 那即将降临的烈心碰到他 也占不到什么便宜吧 进去了这么久 也不知道李明怎么办 薛元明 薛元明 你出来了 李明情况怎么样 我父亲呢 这是我们河家的家主令 怎么会在你这儿 我父亲呢 没了 什么 父亲 怎么会 谁来 我父亲 我父亲 干嘛 神奇 我父亲 这是我 我准备冲击一波大的 你在此为我护法 放心吧 爷 有我在 没人能打扰你 不错 药力果然比之前的强伤不少 99976层 9977层 99978层 怎么才破镜三层 继续 不过炼丹手法 绝贵是一等一的大家 不炼不出的这种极柄丹药 不说是现在 就是2500年前 丹顶一派集圣之士丹师辈出 但能做到爷这样的寥寥无几 爷 这是咋的 我们体内似乎在进行某种退练 以前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爷 你咋了 没事吧 是我的头好像出了问题 似乎 头部有什么东西要自射而出 爷 你咋了 我 只要下去 我会失去神职 爷 爷 哦 爷 师父收了一个废物 我这是 宣渊明 这都几年了 你怎么还在练体器 您也就这样了 认清现实吧 宣渊明这小子 我这儿根本就没有修炼天赋 哈哈哈哈 我这是 陷入幻境当中了吗 醒来 宣渊明 我是官宣 我知道你在里面 你怎么了 你出来啊 你为什么要躲着我 宣渊明 五十年过去了 你难道还不肯见我一面吗 宣渊 宣渊 爷 你醒醒啊 你到底咋了 没办法 爷 我只能出手 试着压制你体内乱窜的灵力了 爷 最终还是要离开 和宣渊明道别一生吧 也许这一别之后 我们此生再无相见 这是怎么了 宣渊明 官宣 官宣 宣渊明 你醒醒 走 什么 快走 宣渊明 你怎么了 你别吓我 又来 这是 消失了几切你的心魔 一状爆发了吗 控制住自己 宣渊明 你醒醒 宣渊明 三光 有何情没在这儿 我更容易被心魔扰拉行之 不好 这么下去 宣渊明 你醒一醒啊 我该怎么才能帮你啊 宣渊明 你 宣渊明 你干什么 怎么会这样 我该怎么办 宣渊明 宣渊明 我走了 我这个是个意外 我去 我去 你再不知 我去 让我去 我去 爹 您没事吧 快醒醒 确实了 我的头脑中似乎多了一些东西 这是我的意识空间 四周都是虚空 只有眼前的一本泥土 是虚嫩牙 就是虚嫩牙的单身 才让我心惊失手 痛不一声 这虚嫩牙到底是什么 爷 爷您没事吧 爷 你终于清醒了 爷 你怎么衣服都脱了 何其美呢 没看见 屋子里也没有她的气息 薛明 能认识你很高兴 我要走了 再见 和青梅走了 我先进彻底尸首的时候 我急着把她推倒在地 这么说我已经把她 家主 确认了 青州出现猎先遗迹 又是青州 王家子弟接连在青州失踪 莫非这青州有什么特别不成 去 速速加派人少赶往青州 猎先遗迹 无论如何 我王家不能错过 家主 有急事禀报 什么事 这么急 猎先遗迹出现了 什么 此事当真 真的 此前金家竭力封锁消息 但是直播不住火 最终被我们查到了 什么 去 派三位 不 派五位宗师速速前去 爷爷 你找我 你还要再去一趟青州 去青州 找轩远明 你这丫头 怎么总想着轩远明 你是不是对他有意思 爷爷 你说什么呢 这次和轩远明无关 是猎先遗迹出现了 这可是大事 关乎我们豪族能否更进一步 那我现在就去 喜唐 其实轩远明不错 不过 孔家已买单船 你父母都不在了 轩远明必须入坠我孔家 爷爷 我不和你说了 我先去青州了 天灵送命了 李杨总是在 谁能害得了他 困战 都是废物 最重要的是 我竟将最早发现现人遗迹 而且也是我们最早封锁了消息 到了现在 竟然没有带回任何消息 去 现在立刻派人前往青州 给我查 是 家主 何家那边呢 这次何家家主也没回来 现在的何家只剩下一个小丫头 何家自然也不放过 何家早就是我金家囊中之物 哼 这次的突破很简单 虽然修我一直提升到 九万九千九百八十岁 但却产生了质的变化 至少在这五千年的修炼过程中 我从未产生过这种流行 耶 这已经是第三波前来暗中打探的人了 被我打晕了 随着列仙遗迹信息的公开 后面只会更多的人来到青州 那岂不是每天都要拍打这些残影 是时候离开这里 换个身份重新开始了 大哥 你找我 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你先说 我这次在大英博物馆的古老文献中 找到了一丝大陆之河的线索 我现在正在前往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 何时线索 大陆之河虚无缥缈 据说是被列仙刻意引去了信息 五千年来无人知道它的具体位置 你做得很不错 大哥 你找我什么事 给我安排个新身份 要事少和人接触少的身份 大哥 你来省都吧 省都的顶级大学你随便挑一所 在学校里做科研教授 不会有人打扰你 省都会不会太热闹些 大哥 大隐隐于事 那里虽然聚集了超多大家族 但他们也吸引了最多的目光 没人会注意大哥你 嗯 你说得也对 立刻给我安排 准备董事 好好 大哥放心 我马上安排 爷 你的东西都收拾好了 好 走吧 轩原哥哥 轩原哥哥 我 轩原哥哥 你这是要 要离开这里换个地方生活 离开这里 嗯 你找我有事 没什么重要的事情 就是来告诉轩原哥哥 我考上大学了 你看你看 六百八十二分呢 不错 我先走了 好 新的联系方式我回头发你 有事可以找我 轩原哥哥 你接下来要去哪里 省都 六百八十二分 省都 好 轩原先生 陈大魁 你继续保护徐阴一家一段时间 事后我会赐你一段机遇 轩原 轩原先生 放心 我就算豁出这条命 也不会让他们一家受到任何伤害 也 现在这个时代真是享受 汽车这玩意儿不用耗费自己一丁点灵力 就能日行千里 这三的下来着 还是要尽心修炼 十万层精彩支持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 也 之前从蒋家那憨货手里骗了不少钱 等我们去了省都可以敞开的话 到了没有 哼 到了 小伙子 你找谁 我是周梁的朋友 原来是小梁的朋友 快里面坐 你们放心 他很好 他会定期寄钱回来给你们 小伙子 吃了饭再走吧 不用了 不用送我们 回去接着吧 我们回去吧 今天感觉不错 有了小梁的消息 身体都感觉舒服了很多 通知陈大魁 每个月给两位老人送些钱过来 爷 今天这事可不像你的性格 你给那老头度了些灵力 起码让他多活几年 只必要不至本 人类的生老病死 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 只是让他的余生 不会因为病痛太过痛苦罢了 五千年来 经过了无数生命死的 我以为我已经看看了一切 心已经锻炼得无比经厌 但很多时候 还是性险没出口 蜘蛛用药成长了 难道 是因为我刚才的情绪波动 促使它成长了吗 好烫 是这个真实之石在散发光芒和热量 不 不见了 难道 真实之石竟然进入我们的意识领域 什么 真实之石化成了这里的泥土 原来小土堆也变大了 真实之石曾经是新人争强的东西 而这里的泥土需要真实之石化成 这颗小树又长在真实之石化为的泥土之声 这一切似乎昭示着不凡 哦 爷 大城市就是不一样啊 哦 这么热闹 不是青州那小地方能比的 喂 你就是轩元先生 没错 是我 上车吧 我爷爷让我来见你 你叫什么名字 轩元明 那我就叫你轩元明 你不介意吧 我爷爷也是个老古董了 非要我叫你什么轩元先生 听着就别扭 你随意 轩元明 轩元明 人呢 小姐 轩元明离开这里了 至于去了哪里 学校也不清楚啊 轩元明怎么会无声无息地离开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怎么回事 轩元明 你到底去哪儿了 到了 北江大学是省都最好的大学 你是转学过来的 对 我也在这里上学 你大姐 我是来当老师的 老师 啥意思 你来当老师 你才多大年纪啊 你是秋三的孙女 是啊 等等 我爷爷最忌讳别人叫他秋三 你竟然敢这么称呼他 虽然不知道我爷爷为什么要帮你 但你记得 下次再敢这么称呼我爷爷 谁也救不了你 思宁 你回来了 高大圣 这位是 托我爷爷走后门进来的 来这里当老师 这么年轻就能当老师啊 只能说你爷爷的这个后门太硬了 看他也就二十岁出头吧 据我所知 这么年轻破格进入北江大学的只有一位 那就是天才少女高映雪 高映雪那不是人 她的脑袋相当于一台计算机 哪是正常人能比的 你这位朋友当然不能比 我的意思是 北江大学是排名前三的名牌大学 没有真材实学很难在这里混下去 哦 轩元明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高大尚 北江大学学生会主席 你以后和他多多交往 会对你有很多好处 放心 看在思宁的面子上 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 不必了 我从不交朋友 我先走了 这他是不是有些转啊 确实有些 敢在你面前这么拽的人 我也是第一次见 那我必须转回来 不然太吃亏了 你爷爷不会介意吧 啊 应该不会吧 随便你 嗯 这里环境不错 比之前的好 这小老头修为还可以啊 达到了所谓的宗师教 随便 你们背后偷偷叫我小老头 我可是听见了 不好意思啊 下次我们说话小声点 别喜欢低调 还是主动道歉 不给爷惹麻烦 你们是什么人 嗯 我们叫爷 少爷来这里当老师的 老师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这里可不是普通大学老师能住的 我看你就挺普通的 我也住这里了 嗯 普通 我普通吗 哎呀 这届老师挺会去人的 就是这里啊 高导师就是在这里啊 确定是这间吗 应该是 敲门看看 嗯 不是高导师啊 奇怪 高导师呢 你们找错人了 这位小哥哥 高导师在哪里啊 我不认识 你们住一个院子 怎么会不认识 小哥 我们是高导师的崇拜者 让我们见他一面 请教些问题 好了好了 他确实不认识 高会长 你认识这小哥 他叫轩元明 别说认识高导师 他估计都不知道高导师是何许人 不会吧 不知道高导师是谁 这里可是老师们的住所 怎么会不知道 因为轩元明先生 是走后门进来的 我说的对不对 轩元明 走后门进来的 这么帅的小哥竟然是这种人 斯文败类 省都大学怎么可以出现这种事情 举报 一定要举报这种赖鱼充数的人呢 对 抗议 举报他 轩元明 被我扳回一句 现在看你还拽不拽得起来 对对对 你们说的对 现在可以走了 他 竟然这么容易就承认了 竟然承认得这么理直气壮 不要脸呐 太果然不能看脸啊 你们可以走了吗 主席 这 轩元明 我们是学生会的 你知道 学生会对学校的一切事物 有监督权 不 你这种败类 我们有必要谴责你 滚出学校 北疆大学不收你这种人 你自己辞职吧 不然 我们要把这件事告诉校长 把他们扔出去 好嘞 轩元明 你干什么 好疼 敢殴打我们 赶紧叫保安 叫什么保安 直接报警 轩元明 你完蛋了 你们这是 高导师 高导师 鼎总算来了 有人当众欧打学生 高导师 一定要严惩此人 是他 高导师 此人靠着走后门 进入北疆大学 这简直是对你这种学术权威的侮辱 轩元明 好久不见 啥 他和高老师是熟人 我们 见过吗 当初在东方大学 你被教育局考察的时候 我们见过 哦 想起来 如果方便的话 我有些学术问题 想要和你探讨 高导师 你和他探讨学术问题 他可是走后门进来的 那是你们对轩元明一无所知 他的学术水平 不在我之下 什么 真的假的 没什么事 你们先离开吧 我有些事情 要和轩元明聊 高导师 我们这次来 试相请教你 你们的问题不重要 我现在和轩元明 谈的事情 才重要 我们走吧 好 这个轩元明还真是让我 吓不来谈呀 这么尴尬的事情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轩元明 关于大一统理论 我有些想法 有没有兴趣 一起讨论下 我最近没空 没关系 我就助你隔壁 等你有空的时候 我找你 当然 也随时恭候你光明 好 爷 邱家又送来了 三枚妖兽内丹 此外 还有大风当铺掌柜唐三才 也送来的 两枚妖兽内丹 好 放这吧 吸 五枚妖兽内丹的能量被我吸收 还是没有破镜 这种情况持续两个月了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省都最好的宣服 北疆大学 我来了 这位同学 我来帮你提行李吧 同学 我带你去搬入学手去啊 哎 高主席 快看 那边有个学妹长得不错 没想到我们北疆大学 还能考入这么漂亮的学妹 嘿嘿 这位学妹 我亲自去见 不知道 薛媛哥哥在哪里 这位学妹 您好 自我介绍一下 本人高大上 北疆大学学生会主席 负责这一届的银心工作 哦 学长好 我来替你拿行李吧 学妹叫什么名字 我叫徐盈盈 学长 辛苦你了 我自己排队办理入学手续就好了 不用那么麻烦 跟我来 喂 小张 高主席 你来了 帮我一个学妹插个队呗 提前办了一下入学手续 这 不太好吧 大家都在排队 高主席放心 你带来的人 我现在就办 盈盈 这大学里没有我高大上办不成的事情 办完了入学手续 我带你逛逛北疆大学的校园 我先送你回宿舍吧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 没事 你不用怕麻烦我 北疆大学里都知道我高大上 助人为乐 尤其是帮助盈盈这么漂亮的女孩 好 嗨 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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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巧啊 白婷 这位是 这位是新入学的学妹 我带她办理入学手续 尚哥 你是学生会主席 迎新的事情交给别人去做吧 不急 我先把学妹安顿好 对 我们走吧 喂 查一下 这小丫头的来历 是 学长 就送到这里吧 我送你上去吧 等会儿 我带你去吃个饭 这里是女生宿舍 没事 我是学生会主席 别的男生无法上去 我可以 真不用真不用 今天谢谢学长了 不错 有些性格 要是和其他女生一样 恨不得道天 我倒是不感兴趣了 老夫席剑五十载 终于感受到那虚无缥缈的一缕剑意了 五出十年 老夫就会修出真正的剑意 喂 什么事啊 什么 南海大学的武道院竟然又来挑战我们 这是完全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啊 你等着我啊 我去会会南海大学的老家伙 是我的错觉吗 总感觉最近天地灵气的浓度 比之前浓郁了一些 要知道 自从两千多年前进入末法时代后 灵气在不断减弱 嗯 难道持续了两千年的末法时代要结束了吗 按照大黄的说法 两千年前 灯天炉消失 大黄成为最后一个备生者 末法时代也是在两千年前开始 这两者是不是有什么联系 哎呀 岂有此理 真是岂有此理啊 等我北疆大学无人 哼 实在不行的话 我这老骨头出场和你们一战 这是 剑 剑衣 什么情况 这把剑为了如此强烈的剑衣 刚才明明还是一把普通的剑 现在为什么布满了剑衣 难道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这把剑被一位绝世强者使用过 是谁呀 到底是谁 哈哈哈哈 一把沁染剑衣的神剑 是多少豪族梦寐以求的东西 这把神剑 能为我北疆大学镇效之宝 南海大学那些家伙敢挑衅我们 等着瞧吧 轩灵 来了 有事 深夜无眠 星空浩瀚 正适合讨论宇宙大一统理论 没空 你等着 又有什么事啊 深夜无眠 不如喝一杯 聊聊大一统理论如何 神经病 这样也不行吗 男人啊 就是麻烦 几乎找遍了整个校园 都没有找到轩园哥哥 他不是来这里当老师吗 为什么没人听说过他 燕燕 这是我送你的玫瑰花 高学长 这有些不太好吧 没有什么不好的 燕燕 你应该明白我的心意 从见你第一面开始 我就对你一见钟情了 还真是个小狐狸精 懒得这才几天 就高大上了高大上 好 白小姐 收拾她一顿 去吧 打狠一点 让她知道我白情的厉害 燕燕 怎么样 想不想做我的女朋友 学长 我不想 害羞 我知道 你在害羞对不对 毕竟我高大上是北疆大学最优秀的男人 任何女生都不可能拒绝我 我理解 高学长 你看那边 有飞碟 哪有什么飞碟 你是不是看错了 人 人哪 真是什么人都有 那个高学长还真是自信过了头 你就算再优秀 也比不上轩原哥哥的十分之一 哟 跑得挺快呀 你们是谁 小丫头 我们是来收拾你的人 为什么要收拾我 你们是谁派来的 记住 你得罪的人叫白亭 是你永远惹不起的人 我哪里得罪他了 废话真多 这个小绵羊让我上了 这种妹子打起来舒服 那怎么行 这个说好让我来的 我手早就痒痒了 是 什么 教学个心声而已 怎么这么久 小姐 小姐 你们终于回来了 收拾一个心声默默唧唧 走吧 小姐 等一下 我 我们 我们 姐 你们 你们怎么成这样了 怎么了 谁打的你们 我打的 喂 躲什么躲 这到底怎么回事 小姐 我们打不过他 小姐 对不起 真是废物 还让我亲自出手 我现在给你两条路 第一条主动退学 离开北江大学 第二条 被我打到退学 为什么要打我 我又不认识你 装什么小白兔 你勾引高大上的时候 怎么没见你这么单纯呢 原来是因为高学长 我明白了 我和高学长没什么关系 我也没有勾引他 甚至我根本不想见到他 装 继续接着装 你这样的贱人 我贱多了 不给你点苦头吃 你知道我白兔的厉害 什么 是武者 能不能和解 以后井水不犯河水 不能 就算你跪下求饶 叫奶奶也不行 是吗 我明白了 继续吧 小小武者 还不够看 我白兔 六岁的时候 就已经成为武者 小姐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大胆 干得白小姐 你完了 白家是你连得起的吗 给我起开 你信我收拾不了你 还打吗 今天不打了 那就是以后还打 以后也不打了 好 那你给我写个保障书 终于解决了一个大麻烦 保障书一人一份 这份是你的 小姐 现在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赶紧给我打电话摇人 可是 小姐你都写了保障书 你 清真 我白天岂会被小小的一份 保障书束辅助 敢惹我 我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高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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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务必答应我们 我就是相信你们 才不想离开 高小姐 你最近的研究 往小了说 已经左右到了某些产业的兴衰 往大了说 已经涉及到了大国之争 涉及到了一个国家的兴衰 这次派来对付你的人很不简单 甚至境外组织在国际暗网上 发布了高额的悬赏任务 涉及到一些修炼界的世外高人 去我们调查 五毒教的人已经接了这个任务 请务必随我们离开 我们守夜人会尽最大的力量保护你 容我拒绝 我暂时没办法离开北疆大学 我现阶段的研究全都在这里 高小姐 好了 我相信你们守夜人 有你们在 我不信那些人敢在华国肆无忌惮 好了 就聊到这里吧 这怎么办 联系守夜人总部 加强北疆大学的防卫 另外 请求五道协会的协助 五道协会 最近五道协会 不知道在偷偷地搞什么东西 靠得住吗 没办法 这次动静有些大 高小姐的目标很明显 而且我们人手不够 我这就去安排 丁主任 您老怎么来了 废话 我就住在这个院子里 你和高小姐住在一个院子里 这样也好 有您在我也放心许多 我知你们守夜人 我知你们守夜人担心什么 放心吧 老夫绝对不会让那些赤妹王俩 在北疆大学为所欲为 我相信您老的实力 不过也不能掉以轻心 这次光我们知道的 就有五毒教这些高手 隐藏在暗中的 还不知道有多少 五毒教修行阴邪之法 修为增长很快 确实有些麻烦 不过老夫也不惧他们 这竟然是一把带有剑意的剑 而且剑意还如此强烈 您老是从哪里得来的 这是老夫的一种打击语 不方便说 主任 我们回来了 出去这么久 就叫了两个人过来 主任 实在是最近事情比较多 各地都有修行者作乱的事发生 守夜人大部分都被派出去了 那五道协会呢 那边怎么一个人都没来 五道协会不肯派人来 这些人太令人失望了 国家花了大价钱培养他们 他们现在完全忘记自己的责任 什么东西 不好 是五毒教的毒物 快 可恶 五毒教的毒物果然防不胜防 来吧 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 雷火拳 哦 终于扛过去了这一步 想得美 不 不好 我怕老夫来也 看见 躲在暗处鬼鬼祟祟的家伙们 出来吧 五毒教办事 你们也敢阻挡 活得不耐烦了吗 少废话 你这个老太婆我知道 你就是五毒教三护法禅婆婆吧 知道老身之名 你今日也算做个明白鬼 干掉他们 是 是 不好 好强的剑技 算有些本事 你们去干掉目标 我拿对付他 看着 走 走 清楚这儿 拦住他们 好 交给我 拦得住吗 去 变大了 不好 什么 这是什么东西 宗师巅峰 而且马上要踏入无敌大宗师之境 别到他了 看来 真当我省都无人 任你们这些萧萧来去自如 小老 快去救高小姐 走 救人 做梦 你好 剑气成河 怎么可能 剑气如此猛烈 这不可能 我说无力 砍招 不是这把剑 我早就载了你们 刚刚我们的人 已经闯进去了 高映雪只是个普通人 现在恐怕是一具尸体了 高小姐她恐怕已经 是我们守夜人忽畏不力 可恶 那个 有件事我还是要和你讲一下 那几个杀伙走错房间了 他们去的 不是高映雪的房间 傻 也整天就知道修炼 日子过得太刮诞了 应该学学我 这八一年的拉飞确实有点意思 现在的人类真会享受 没想到圣都还有如此高手 那把剑刀是不错 回头给它抢过来 小子 看什么看 这大蛤蟆不错 当然不错 这是我蝉婆婆四眼的三界妖兽 专门生吞两脚兽 今日不巧 你既然看到了 就舍身未缠吧 三界妖兽 这么说这枚妖兽内单是三界的 正是爷需要的 你真是有意思 命都快没了 还惦记妖兽内单 去吧 吞了它 来得好 什 什么 你是绝世大妖 老太婆知道怕了 我是无毒教的人 你别轻取妄动 那还真是巧了 爷说过 无毒教人毕灭 把这大蛤蟆给爷带回去 来 这么说 里面的年轻人 也是因为我们而丧命 还是进去给他收个尸吧 喂 小心点 那几个无毒教的人还在里面 这 都没气了 这些人就被干掉了 难道是这位年轻人 不像啊 这位小伙子看上去 也就是个低阶舞者 小伙子 能告诉我们 是谁干的这些歹徒的吗 我 小伙子 这几位都是无毒教的精英 实力最少都在舞者五层以上 快别胡说八道 告诉我们那位隐藏的高人在哪儿 什么声音 出去看看 好 这不是蝉婆婆的妖术 好 看来这位就是那位高人无疑了 高人你好 我等 高人 神经病了 爷 我给你带回一个三界妖少 下次直接去内单 不要闹出这么大动静 对啊 我忘了爷 我记住了 高人在管那位小伙子叫乙 爹 我没听错吧 这么看来 这位年轻人才是真正的高人呢 应该说这两位都是高人 尤其是这小伙子 大来是位深藏不露的存在 难道这把剑 小伙子 这把剑你有没有看到过 摸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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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摸了一次 这把剑就沾染了超强剑影 此人何止是非同一般 简直是不可思议 小老 现在怎么了 怎么办 你偷着乐吧 有这么个大高手在 高小姐的安全 你们可以放心了 确实多亏了这位 没想到北疆学院 因为看似普通的老师 竟然有这等本事 好啊 萧校长 你找我 我问你 住在这里的这位 年轻老师什么来历 他叫轩元明 之前在青州一所大学当老师 那个青州大学的老师 是怎么进入一流的北疆大学的 老风虽然说多的不多 但你别骗我 我怎么敢骗您了 这人虽然年轻 但他的履历很厉害 确实符合进入北疆大学的规定 那他现在在学校教什么 他和高映雪小姐一样 是负责科研这方面的工作 没有教学任务 哦 没有教学任务 我记得北疆大学武道院 是不是缺一个武术指导 让他去试试吧 啊 校长 你认真的吗 让一个搞科研的去教武术 大学 轩原老师是个人才 他可以的 好吧 既然您老说了 那就试试吧 轩原老师 我知道 让你一个搞科研的去当武术指导 这确实有些强人所难 但你看看能不能试一下 不太想试 轩原名 我最近找来了黑洞辐射研究的最新资料 快来一起研究 我都有些破骨一弹了 哼 那个武术指导 我试一下吧 嗯 好 嗯 要不要给轩原哥哥打个电话 问问他在哪儿呢 轩原哥哥说有事可以找他 没事的话 他应该不喜欢被打扰吧 喂 许盈盈 白亭 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 今天我请了武道院的人 特意过来转回场子 你都写了保证书了 你不遵守承诺 嘿 你在跟我玩天真呢 我今天就要狠狠收拾你 来 给我上 退步一个小丫头而已 我来吧 必须要给轩原哥哥打电话吧 你还敢跑 给我追 轩原哥哥 听电话呀 轩爷爷 你不是很烈子 你给我站住 喂 轩原哥哥 我才被人追杀 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北江大学 不过 你不用太过担心 我还能跑会儿 给我站住 这小丫子 他怎么这么那么好 北江大学 好嘞 根据轩原哥哥说的位置 应该就在这里 轩原哥哥 吹你的人呢 他们怎么这么慢 没跑特别快啊 在这里 找到了 喂 小妮子 你真能跑啊 啊 轩原哥哥 又是他们 啊 轩原哥哥 看你往哪儿跑 去 把他给我抓过来 交给我们吧 啊 这 是怎么做到的 臭小子 是啊一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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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人 他是高人 让你们欺负我 轩辕哥哥打哭你们 可恶 我王大锤不服 站住 我们都退下 我来 高人 请收我为徒 白婷 你在做梦呢 轩辕哥哥从不收徒 从不收徒 那请让我当你妹妹吧 轩辕哥哥 白婷 你们要不要脸 谁要选你做妹妹 你能管他叫哥哥 我为什么不行 是不是 轩辕哥哥 天黑离开了 我不走 我就要拜你为师 或者拜你为哥 你选一个吧 爷 回来了 胡大 来得正好了 把他们都扔出去 好 放下我 放下我 轩辕哥哥 既然你要交五道院 反正我现在也没有加入社团 就加入五道院吧 可恶 我大锤竟然被一个老师揍了 我不服 大锤 你现在也就是剩下嘴炮了 不服再去挑衅呢 杨庄 别找事 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的事我听说了 在这五道院内 就你王大锤不服 你的是这样吧 我替你教训那个什么老师一顿 你认我做老大如何 杨庄 不是我看不起你 你还真不是他的罪手 告诉我是谁 学院哥哥 就是这里了 喂 说呀 问你话呢 是谁 就是他 小伙子挺嚣张 还敢来五道学院挑战 速记说一下 不用介绍 我知道你 你就是打败大锤的那个老师 看好了 武道院的面子你是怎么丢的 我就能拿回来 我杨庄 是想对武道院的荣耀 你从一而战 嘿嘿嘿 这么简单就打中了 大纯 你不说他很厉害吗 这家伙的身体怎么这么厉害 就像打在一块钢板上 杨庄 玩呢 人家还没动手 你就先叫了 武道院的荣耀 再来 手艺而战 这是人该有的身体吗 行了 别差不多了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新来的武术指导 以后我就是你们的武术课老师 你防御确实不错 但是 谁知道你是不是穿了什么防御的东西 有本事和我打一场 不错 凭真本事打一场 你们想多了 我来这儿是告诉你们 以后你们自诩 没事不要来烦我 哥总 来者不善哪 金家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小姐 你怀疑是金家背后猪头 金家的心思带下心知肚明 不得不放 家主 还没调查和少爷的确切消息 你说什么 调查这么长时间 还没有确切的结果 我要你们何用 家 家主 金少生前和一个叫薛元明的人接触过 而且 此人和何家小姐关系匪浅 最重要的是 薛元明是唯一一个从仙人遗迹中出来的人 我儿子有命在了里面 他竟然出来了 天灵的事情肯定和他有关 去 尽快搞定埋家 你钱给我马上找到那个叫薛元明的 我要亲自询问他 是 奇怪 薛元明跑哪里去了 我买了两张电影票 再不去 就过时间了 盈盈 我正找你呢 老板上 你找我做什么 薛元明 盈盈 你搬着他干啥 你俩很熟吗 很熟 比你熟多了 呗 高学长 以后不要打扰我了 什么 金少 善哥 这么巧啊 算了 手里的票不能浪费 就和白婷看吧 怎么说白婷也算是北疆大学的小花之一 这次总录的是你的高人 白婷 我这里有两张电影票 高人师傅 等等我 谁情话 我堂堂学生会的主席 竟然没有这个薛元明兽妹子欢迎 白婷 是不是改变主意了 要和我看电影了 破电影有什么好看的 薛元老师去武道院当指导了 我要去加入武道院 什么 他一个搞学术的要搞武术 你开玩笑吧 没见识 我以前是啥眼光啊 竟然看上高大上你这么个雄花枕头 你说什么 就是你 你们几个 谁先上 南海大学的兔崽子 别这么嚣张 我来 开张 快 你们 你也替我趴下 这就是差距吧 真是不堪一击 赶快投降认输吧 左部 北江大学武道院的荣耀 由我守护 笑话 北江大学武道院 已经沦为三流 你这样的弱鸡 也配说这种忠耳的话 被你将大学的尊严 不容践踏 不服是吗 那我就践踏你 守护荣耀 大于生死 杨 杨庄 一口一口荣耀 稀奇歪歪 快说投不投降 不投降就废了你 乔磊 来吧 我如果致一伤 我就是你孙子 算了 费了他又有什么意思 还不如正式比赛的时候 给我们找点乐子 北战大学 只是一点儿庆佩 这种水平 根本不配合我们南海大学 相提并乱 下个月的全球大学生武道联赛 你们最好别碰到我们 否则 比今天的下场更惨 南海大学武道院的人 怎么在这儿 你们这是 难道是刚刚南海那帮人 要不去找老师吧 老师是高人 听我的没错 我不信他是什么高人 这些日子 我打听了一下 这轩原民 就是一个搞学兽的 可能有些本事 但不会太强 这轩原民又如何 比赛下周就开始了 神仙来了 也短时间内提高不了我们的实力 北战大学没了太久了 这次肯定进不去全国八强了 这次如果再不能进入全国八强 估计武道院就要被取消了 我绝不允许武道院被取消 就算是挂在擂台上 我也要守武道院的荣耀 爷 这小丫头资质不错 我只是随便交给了她一些修真功法 这丫头就突破了 太好了 我突破练体器第四层了 小丫头 走 我再交给你一些拳脚功法 看以后谁还敢欺负你 谢谢狗叔 爷爷 爷爷 你怎么回事 不是说武术指导的位置留给阎兵哥吗 小夏呀 你烧完武造 我有了更合适的人 谁能比阎兵哥更合适 阎兵哥可是我专程从国外请回来的 而且我们之前约定好了 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 小丫哪 这件事是老头子我做的不对 你别介意 今年不能进入全国十六强 武道院就要被取消 小爷爷 我不介意 我只是比较好奇 谁会比我更合适 就是 阎兵哥可是在国外败事世界拳王古尔纳 得到了古尔纳的真传 而且阎兵哥也是尹国青年全赛的冠军 谁能比阎兵哥更合适 小夏 这件事已经定了 没办法更改 要不我再给阎兵安排其他的岗位 我不 爷爷 我也是从武道院毕业的 我不希望武道院被取消 那是你的心血 更是 你为华国培养武道人才的地方 我要跟随武道院 完成这一季的比赛 哎呀 爷爷 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你要是这样 我就不回来看你了 哎呀 罢了 你和阎兵暂时成为武道院的副指导吧 这还差不多 阎兵哥 我们走 我们现在就去武道院 等等 记住啊 你们只是副指导 一切听从总指导的命令和安排 切记啊 知道啦 走了走了 萧师姐 那位总指导来过一次之后 是让我们别烦她 就再也没来过了 没骗你啊 岂有此理 爷爷把武道院交给她 她竟然如此万乎之受 她叫什么名字 厉害吗 她叫轩元明 是搞学术的 防御力还不错 实战不知道如何 一个搞学术的也配来指导武修 我现在就去找她 非要教训一下她 高下 不用去 她不来正好 比赛的时间没几天了 没必要浪费在此人身上 阎兵哥说得不错 我们确实不能浪费时间了 王大锤 梁庄 你们听好了 接下来几天 由副指导阎兵训练你们 帮助你们快速提升实力 可是 这 怎么 信不过我 萧师姐 你是我们的学姐 从这里毕业 我们自然信得过你 只是 离比赛没几天了 恐怕来不及吧 不必担心 严妇知道从拳王古尔纳那里 习得一门拳法 交给你们 能快速提升战力 宣元老师 武道院要去参加 世界大学生武道大赛 需要你带队 我就不去了 换个人吧 宣元明 我这里有两道 最前沿的物理问题 一直舍不得拿出来研究 今天便宜你了 你可以选一道 待会儿我们吃着烛光晚餐 一起解决物理问题 岂不是美滋滋 既然宣元老师不想去 那就由新来的复制导带队吧 打扰了 等等 我觉得 我还是有去一下的必要 零十万层的大圆满月景 突破速度远满 我觉得可能和我的心境有关 正好出去走走 看看能不能找到突破的奇迹 好好 那快跟我来吧 等等 等一下 带队的总指导来了 你就是那个 只来过武道院一次的总指挥 宣元明 是 原来是个低阶舞者而已 我还以为爷爷推荐的人有多强 喂 我告诉你 你虽然是总指导 但是这次 一切安排由我和颜冰哥说了算 你没有决定权 可以 这么好说话 一个软柿子罢了 我们也上去吧 这几日你感觉如何 实力增转得很快 没想到宣元明高人也来了 颜冰哥这几天把从古尔纳大师那里学来的绝学都交给大家了 相信大家也都有了很大进步 这一次 北疆大学 绝对要在武道大赛上一血千尺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信心 一血千尺 颜冰知道这次交给我们的拳法 确实有独到之处 我的实力 短时间内感觉提升了很多 没想到国外的武修也很厉害 扑困为得到拳王古尔纳的真传 颜值倒才是真厉害 轩元老师 你有什么话要说 没什么话要说 颜冰哥教了大家一套拳法 你作为总指导 这么多天连课都不上 是啊 轩元老师 你总要交给我们些什么吧 要不然 你这总指导的工资 拿得也太容易了 对对对 轩元老师 快点交给我们些东西吧 轩元老师 大家都这么说了 你是不是也该露一手了 行吧 我就交给你们一套呼吸法 你们看好 我只演员一遍 能领悟多少 看你们自己的悟性 演练完了 能领悟多少 就看你们自己的造化 就站着呼吸了几下 也算是教我们东西 看不明白 招摇撞骗 故弄玄虚 调良小丑 这都是啥呀 轩元老师 你把我们都当傻子耍吗 好了 大家也算见识到了 全员总知道的真本事 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真真是可笑至极啊 虽然看一遍学不会 但是我录下来了 这样就可以看着陆翔慢慢学 这群二傻子 天元老师可是真正的高人 轩元哥哥 你刚才的呼吸法 我领悟了三四成 确实不敢用 琴慕立刻有一股热气在涌动 他们不学是他们的损失 好好练 对你以后有很大帮助 北海市群球大学生舞蹈联赛赛场到了 大家都打起精神来 展现出我们北疆大学的风采 萧师姐 放心吧 我们精神着呢 哦 轩元老师 这里没你的事了 你可以自由活动 或者先回酒店休息 成 走吧 我们进去吧 二爷真是太过分了 强行分家不成 既然联合金家要瓜分何家 要是老家主还活着 他怎么敢这样 说这些有什么用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应对金家对何家蚕食 不然用不了多久 何家就是金家的了 现在何家财力和人力都比金家弱 我们很难拿出有效的办法 既然父亲把何家交到我手上 无论如何 我都会守护住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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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主 怎么了 家主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应该是我看错了 薛明怎么可能来北海市 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还会不会想起我 还会不会想起我 他竟然应该 他竟然应该 虽然我没有上场的机会 但是看到他们能赢 我也很高兴 接下来 北枪大雪不会这么走平 拳王古尔纳的拳法外强中感 欲弱则强 欲强则弱 走不远 薛明哥哥 你也知道拳王古尔纳 被我做过 这 确切地说 拳王古尔纳这一脉的师祖 当年来华要我姚威 曾经被我揍了一拳 目前就是这样 爷爷 什么呀 比赛的时候 你们没有让薛明明老师参加 爷爷 让他参加有什么用 我们按照延宾哥的指导 已经连胜五场 晋级十六强了 你进去多少强 赶紧让薛明老师主持工作 否则我就罢免你们两个复制导 可是爷爷 这事没得商量 真是的 这个薛明明有什么好的 值得这么重视他吗 是你 有什么事吗 薛明老师 今日是我们晋级十六强的日子 你和我们一起去吧 怎么说名义上你也是总指导 正好让你见一下我们的厉害 书必要 我不去了 说实话 我也不想让你去 但是我爷爷非要你去 你还是去一下吧 见一见世面也好 这不是北疆大学吗 不知道你们是走了怎样的狗屎院 才能闯进十六强 乔磊 你们南海大学 少看不起我们 到时候 擂台上论输赢 行啊 到了擂台上 我看你们还怎么嘴硬 阎兵哥 这南海大学和我们北疆大学是速敌 两所学校的武道院争斗了几十年 直到最近十年 北疆大学完全被南海大学压制 不错 这口气我们憋了十年了 这次一定要打败他们 既然如此 趁着比赛还有段时间 我们再磨练一下拳法 保证万无一失 我师父古尔纳的拳法总结起来 就是四个字 滚快滚 打得敌人措施不及 理解了吗 颜值道 我们理解了 伯尔纳大师的拳法 确实可以快速增长实力 等见到南海大学那些家伙 非要让他们长城苦头 建元老师 你觉得要阎兵哥的拳法怎样 称话可是结果 实话实说 听 你来说 好 阎兵知道的拳法就是花架子 是外强中干 欲弱则强 欲强则弱的小伎俩 你这小丫头说什么呢 是你说实话实说的 实话实说 也没有让你胡说八道 轩元老师 你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可以直说 没必要让薛盈盈 广外莫角地说出来 萧萧 不必生气 也许轩元老师 是什么了不得的世外高人 也说不定 自然看不上我们这种小技巧 就他 还高手 明明是一个低级舞者 我看他是看我们打出了成绩 赤裸裸的嫉妒 好了 不必和这种人知情 比赛快开始了 我们过去吧 大家好 全球大全胜舞蹈连载16强 已经全部产生 从现在开始 进入淘汰赛 本次舞蹈连赛的冠军队伍 将要面对 来自其他大洲的冠军队伍 16强的赛制很简单 北队派出五名队员上场 胜利的队员可以一直打下去 五局三胜 废话不多说 弥厂由北疆大学 对战东陵大学 东陵大学是一所女子学员 竟然能撤到他们 这是一个上上前 本招 你先上 探探东陵大学的底子 好嘞 颜值倒放心 交给我吧 虽然你是女生 但赛场上 我可不会留情 开始 速度太慢了 什么 不好 下去吧 北疆大学摔出场外 本局由东陵大学获胜 没想到他们速度这么快 下面我上吧 我扛揍 那些女生攻击力弱 应该打不动我 怎么 你们不换人吗 我们研究过你们北疆大学 你的打法有力无弃 碰到弱队还行 碰到我们东陵大学这种强队 你们没有任何优势 我觉得我一个人 就能打穿你们 少看不起人 速度还是太慢了 快撤 没有踢动 打不动我是吧 你们速度快又如何 王大神立于不败之地 不败之地 多了 可不 连败两场 如果再输一场 我们就要被淘汰了 只能我提前出场了 毕竟我是我们中最强的 你要抓 上场后不要和他周旋 直接用古尔纳最强拳法招式对付他 好 看拳 比之前的强一些 那只有力道没有气道 空架子 说八道 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那你也尝尝我的厉害 怎么会 什么 杨庄竟然被打退了 你认输吧 想让我认输 做梦 除非你把我打趴下 好 怎么可能 他怎么有这么强的力道 你发下 趴下了 认输吧 北江大学武道院的荣耀 由我守护 还挺玩强 还没完呢 北江大学武道院的荣耀 由我守护 有意思 还能起来吗 杨庄 这个阙伶又不可认输了 可恶 怎么会输得如此干脆 我再问你一句 认不认输 打不倒我 我就不认输 北江大学武道院的荣耀 由我守护 杀判 这一场算打平吧 两输一平 还是别人故意让了我们一场 才平局的 没想到我们的对手 这么强 还是大家练习的时间太短了 如果多给我些时间 不至于如此 目前两输一平 接下来继续比赛 下一场请双方比试的队员上场 没必要再打下去 我们输定了 我们还有机会 只要赢下接下来的两场 接下来这一场 我上吧 就凭你 你都没有跟阎兵哥学过拳法 你上了也是去当炮灰 白婷 你去 虽然你的力量有限 但还是和阎兵哥学了这么多时间 起码上去了 输得不是那么惨 好 第三场比赛 开始 一招结束战斗 好玄 差一点就掉下去 我们走吧 等我再训练他们一年 来年我们绝对能成王 嗯 我相信阎兵哥 正常打 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呼吸 是是轩辕老师的呼吸法 这些水深我练习呼吸法 已经感觉到了他的奇妙之处 哼 结束了 躲 躲开了 白婷竟然躲开了 有用 轩辕老师的呼吸法果然管用 我的速度提升好多 没想到 你这么顽强 有本事别躲 好啊 那我就不躲 白婷疯了吗 怎么能和他硬碰硬 挡住了 虽然我很难击败他 但是有呼吸法在 暂时不会落败 可恶 我不信你越打越强 继续 可恶 已经 没有力气了 他 怎么这么扛大 明明刚开始那么弱 呵 呵呵 白婷能坚持到现在 已经是奇迹 不会 又是一场平局吧 就算是平局 我们也输了这场比赛 不会是平局 白婷的后续力量 远远大于对方 自尊聪明 你懂什么 他们俩已经缠斗许久 明明双方都已经筋疲力尽 根本无弃力在战 谁也奈何不了谁 怎么不是平局 来 再来啊 不可能 你竟然还有余力 呃 才能后继国发 一招制胜 轩原哥哥 你的呼吸法真的管用 什 什么 呼吸法 又占轩原哥平意 趁机叫哥哥 这白婷脸皮真厚 白婷 真的假的 你靠呼吸法 打败的东陵大学 自然是真的 都给我闭嘴 白婷 你什么意思 明明你是用拳法 击败的对手 和轩原明有什么关系 很精彩的比赛 没想到最后 北疆大学反败为胜 接下来进行第五场比赛 有请双方选手上台 第五场了 神尚 我来吧 萧氏姐 没上场的人里面 除了徐盈盈 都在之前的比赛受伤了 没人可以上了 算了 反正我们也赢了一场 你愿意上就上吧 小妹子 让你先出招 叶星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们先回去吧 接下来没什么要看到了 也是 走吧 先回去收拾东西 什么 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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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胜了 胜了就胜了 喊什么喊 等等 胜了 胜利了 这徐盈盈 比之前更厉害了 一定是偷偷和萱原哥哥学的 看来 我也要偷偷找萱原哥哥 多学点东西才行 真是越来越精彩 万万没想到 北疆大学的杀手简 最后才出 接下来进行第二轮的加赛 北疆大学是否更换选手 不用 我一个人打传他们 慌望至极 换过来战踏 你怎么会这么厉害 而且这么厉害 竟然之前都没有出场过 为什么 罢我了 恭喜北疆大学 战胜东陵大学 晋级八分之一决赛 我 我能竟然赢下来了这场比赛 怎么回事 时间都过了五分钟了 怎么还没人来训练 可恶 竟然没人接电话 这些学生真是 赢了一场比赛就骄傲了吗 我去找他们 奇怪 一个两个的人都去哪了 旁边就是轩元明的房间 难道 果然在这里 喂 你们都在这里干什么 不知道今天 备战明天的八分之一决赛 萧师姐 我们在跟随轩元老师 学习呼吸法 胡闹 我们是靠着颜冰哥的拳法 才走到现在 你们学呼吸法有什么用 萧师姐 是真的管用 不信你试试 我承认华夏的古物修行 有些门道 但是绝对没有我师父 古尔纳的拳法精妙 当年我师父曾经挑战过 三位华夏宗师级别的修行者 他们都被我师父击败了 击败宗师级别的高手 果然那大师这么厉害吗 各有各的长短 我觉得华夏的修行体系并不弱 国外的修行体系 也确实有独到之处 这些年的冠军 基本都落入国外选手手中了 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让颜值岛和轩元老师打一场 就知道谁厉害了 谁胜了 我们就和谁学 我没有什么意见 就看这位轩元老师敢不敢 没兴趣 好 轩元明 你不比就是认输了 你们也看到了 轩元明自己不肯比 他这是在心虚 所以他教你们什么呼吸法 纯粹是忽悠人的 轩元老师 你为什么不想比啊 我王大锤知道你是厉害的 对 我也知道轩元哥哥很厉害 他若 贴不起兴趣 猖狂 严认你不比试一番 这事没完 好期待呀 东西方武术的对决 确实期待 轩元明绝对不是颜兵哥的对手 小子 今天我颜兵教你做人 让你见识一下古尔纳的精妙拳法 精妙 笑话 探拳 好快 什么 身体 动不了了 这才叫精妙 可恶 给我开 竟然冲不开 这是什么功夫 如果学会了这招 我们在擂台上 就是立于不败之地啊 这 太神奇了 你是为这些歪门邪道吗 轩元明 有本事和我堂堂正正打一场 怎么 不服输 那你在这里站着 教教我们这招呗 轩元 老师等等我们 轩元明 家主 这次全球武道大赛 何家可以借此机会挑一些好苗子 进入何家 也算是为何家补充实力 武道大赛历来都出一些强者 如果有幸得到一个 确实可以扭转我们何家颓势 此事 不容有失 严冰哥 你要不认输吧 要不然 我绝不给那家伙认输 小夏 你现在给我师兄打电话 全球大学生舞蹈联赛的北美冠军 就是我师兄领队 这不太好吧 我们国内舞蹈界和北美那边一直不太融洽 我们和轩元明虽然理念不同 但怎么说也都是代表了北疆大学 代表了华国舞蹈 小夏 轩元明就是花架的 只会先歪门邪道 绝对走不远 这次八分之一决赛 让他带领队伍肯定会被淘汰 先给我师兄打电话 会让他拿出一些独门拳法 我们首先要保证更高的名次 好吧 让我看看 谁敢谋害我师弟 山目师兄 我在这儿 我现在身体动不了 快点帮我 师弟放心 我这就帮你解开 山目师兄 怎么样 解开啊 什么 连你也不行 怪不得师父说 东方的修行都是邪术 根本没有我们拳法来得直爽 一力破万法 见到此人 我必定把他一拳轰成渣渣 这位山目先生 你这样说我们东方修行之法 我不同意 东方舞蹈流传久远 何来邪术 东西方各有各的特点 我不允许你贬低东方修行之法 这位小姐 这不是贬低 当年我师父古尔纳打的华国武道界一片哀号 无人能抵 这便是事实 我泱泱华国 能人不知道多少 你师父也只不过打败了部分人而已 就敢说打败了整个华夏武道界 我师父这次决赛也会亲临现场 你不服气 可以叫人来挑战 我敢说我师父一只手就能完败你们所有人 你真是大言无惭 好了好了 别再吵了 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 我已经在这里站了一天一夜了 赶紧想办法解开我的身体 太累了 本来只能给师父打电话请教了 师父最擅长破解这种邪术 给我看 颜兵哥 能动了 我能动了 小小 我们赶紧去赛场 我倒也要看看 宣约明是怎么输掉这场比赛的 好 终究还是不敌对方啊 能坚持这么久 已经是不错了 果然还是输了吧 我就知道结果肯定是这样 宣约明 你所谓的呼吸法呢 北疆大学不还是输了这场比赛吗 恭喜北疆大学取得胜利 晋级四分之一决赛 胜 你们胜了 天元老师的呼吸法 起码让我的实力增长了一倍有余 小师姐 我们四胜一负 大比分赢了对方 这 这就是爷爷看住宣约明的原因吗 深藏不漏 欢迎来到成熟大学生舞蹈联赛 国内赛的决赛现场 进入决赛的两支队伍 分别是北疆大学和南海大学 今日获得冠军的队伍 将要对战其他三个大周的世界级强队 请大家拭目以待 家主 今天这场比赛 我们可以好好选几个号苗子 不错 南海大学是传统强队 北疆大学属于异军突起 一定要只能一些强者重点培养 为我闔家效力 进入决赛了 像做梦一样 没错 多亏了宣约老师 是 宣约老师就是我心目中的神 对了 怎么没有见到宣约老师啊 徐盈盈好像也不在 宣约老师说 结局已经注定 我们能打败南海大学 他就不来了 老师学会摆架子 真当自己是一代宗师了 阎兵哥 宣约老师还是有些本事 现在北疆大学已经创造了奇迹 我们之前小看他了 那也如何 华国的武道水平整体偏低 才让他走到现在 如果碰到我师兄的北美队 绝对会输得很惨 万万没想到 和我们打决赛的 会是你们北疆大学 后悔小看我们了吗 不不不 我现在还是小看你们 我只是觉得 之前的手下败将和我打决赛 根本没有含金量 我觉得有点羞耻 甚至有点提不起兴趣 闭上你的臭嘴 看周 现在我可不会收手 打费你这个守护 北疆大学武道院的蠢货 神 怎么可能 你实力增长得这么快 今日 我让你看看 谁才是蠢货 明明前几日 你还毫无还手之力 决赛第一场 北疆大学胜利 北疆大学武道院的荣耀 我守住了 杨庄怎么这么兴奋 杨庄的父母 当年都出自北疆大学武道院 那些年 北疆大学一直是国内冠军 二十多年前 和国外比赛的时候 他的父母被重伤 从此 北疆大学武道院 由胜转衰 所以这些年 杨庄一直想要替父母 再多荣耀 今日 我们终于夺回昔日的荣耀 不错 北疆大学的学员 确实很强 是啊 是这一届的大黑马 刚开始差点没有进入淘汰赛 后来越来越强 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下去吧 赢了 恭喜北疆大学 连创奇迹 获得全球大学生武道连赛 国内组的冠军 胜利了 我们胜利了 太好了 我们是冠军 明日开始 我们将要开启更精彩的对决 北疆大学将要代表华国 会战北中 欧洲 和非洲的世界强队 到时候 想遇全球的古尔纳大师 还有我华国的几位宗师 都会亲临现场 太好了 我师父古尔纳也会前来 到时 宣言明会见识到 什么是真正的武道 而不是靠一些邪术就能取胜 阎兵队 阎兵阁 我很尊敬古尔纳大师 也很肯定他的权法 但 我还是想再说一遍 华夏武道不是结束 华夏 是不是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一切靠实力说话 北疆大学碰上我师兄的美洲队 毫无神算 这 小师姐 我们要庆祝一下 二十多年 北疆大学 终于再次在国内拿了冠军 没错没错 必须找个地方 庆祝一下 北疆大学的诸位 你们好 这位是我们合家家主 合家 十二豪族的那个合家 合家主 你找我们合适 恭喜北疆大学 夺得国内联赛冠军 接下来 你们应该要庆祝一下吧 不如 由我合家安排 顺便 我合家想要签约 几位北疆大学的学员 作为合家未来发展的力量 没想到 我们还没毕业就要被签了 我爸妈听了 不知道有头高兴 十二豪族要签我们 这是个大惊喜啊 十二豪族 每一个都是财力雄厚 北疆大学的学生们 都是毕业后 已能进入十二豪族为荣 合家主客气 既然如此 我们可以找个地方 谈谈此事 走吧 正好我合家的酒店 就在附近 慢着 合家主 着急了 金家长老金平阳 你来这里干什么 你来这里干什么 自然和合家主一个意思 我金家也要招募这些北疆大学的学员 有什么 是我们先来的 先来的又如何 合家有资格和我金家竞争 各位 我金家同为十二豪族 而且就算在豪族中也是排名靠前 合家算什么 如今一个破落户 早就是十二豪族垫底的存在 过两年甚至就要被踢出十二豪族了 金平阳 你别太过分 合家主 我希望你能认清现实 你们合家无法和金家比 不如看开一些 并入我金家算了 你们金家不要欺人太适 算了 萧夏指导 决定全赞你们 我合家对诸位怀有最大的诚意 这 合家确实诚意满满 但金家也确实实力更强 怎么选 确实是个难题 合家先来的 我们还是讲击规矩 选合家吧 北疆大学的诸位学员 这件事还用考虑吗 当然是选择金家 说句不好听的 你们如果选择了合家 过些时日 大家可能就是敌人了 金家这话 未免也太霸道了 不过十二豪族确实不好招惹 先把此事推在轩原明身上 拖延一下 金家主 此事事关重要 我们无法做决定 还要和总指导商议一下 由他来定夺此事 总指导 既然如此 不用那么麻烦 我派人请他过来 去 去请北疆大学的总指导 是 这 不太好吧 没什么不好的 嘿嘿嘿 金家做事 根本就是我行我素 今日如果不答应他们 恐怕就麻烦了 这金家不给我们 合家一点机会 可恶 怪只怪我合家太弱 这次招揽北疆大学的计划 恐怕泡汤了 轩原明老师来了 谁来了 轩原明 真的是轩原明 何清梅 他怎么在这儿 轩原明 情况你应该已了解了 现在何家和金家 都想要招揽大家 我的意思是 事关重大 我们可以回去考虑商量一下 再做决定 不用考虑 现在就可以决定 小伙子别看年轻 但是懂事 选金家就对了 选何家 什么 小子 你是不是脑袋坏掉了 我给你一次 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 轩原明 你说什么呢 此事怎么能如此草率决定 你让轩原明 这个愣头青 这么说不是得罪金家吗 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说话 否则就没机会了 金先生 别生气 我们此事还需要商量下 你耳朵聋了 我说选何家 这小子说的啥 我没听错吧 是不是故意找茬啊 轩原明 你 完了 轩原明怎么总是如此貌事 这下把金家得罪惨了 不 家主 我朋友中了 这小哥哥太帅了 竟然选择了我们何家 小子 给大爷跪下 收回你的话 疯了 疯了 来人啊 我 我要宰了这小子 都六里了 好 我也去 这 乱我们呢 给他们的颜色看看 冲冲 你们 完了完了完了 彻底完了 这下和金家彻底对上了 何吉美 那天 轩原明 不要说了 那天都是我自愿的 你不要有任何负担 哇 家主和小哥哥认识 怪不得这些日子 无数青年俊杰来何家提亲 家主都看不上了 李次锦 既然北疆大学选择了何家 下面的庆祝会就由我何家安排 大家顺便完成签约仪式 就这样 大家待会儿见 家主 为什么感觉你在特意回避 轩原明 你们俩 不该问的别问 赶紧去准备庆祝晚宴 是 何家的事情 没必要把轩原明牵扯进来 连金家的人都敢打 牛 牛 你们牛 你们给我打个诈 我们走 轩原老师惹祸小能手啊 这金家我也略有耳闻 十二豪族中强横的存在 说打就打 北疆大学的学院都被他连累了 唉 这怎么办 只能给爷爷打个电话 让爷爷出面调停一下了 大家敬一敬 这一杯就敬轩原老师 要不是轩原老师 我们也不会创造奇迹 对 轩原老师 喝一杯 轩原老师 我们之前看错你了 你是高手 真正的高手 敬轩原老师 都给我停下 二叔 你们是干什么的 都给我出去 你又是干什么的 我是何家二爷 这里我说了算 你说我是干什么的 二叔 这些北疆大学的学生 都是我请来 将来为何家效力的 经过我的同意了吗 我是何家家主 不用经过二叔你的同意 从现在开始 你不是了 你说什么 青梅 二叔是看着你长大的 我明确地告诉你 你不适合当何家家主 那谁适合 自然二爷合适 除了二爷 没人能当何家家主 青梅 听二叔的 让出家主之位 我保你后半生的 荣华富贵 二叔是为了你 自己的荣华富贵吧 谁也不知道二叔你 已经投靠了金家 你当上这何家家主之后 第一件事 就是把何家 卖给金家吧 既然话都说开了 何青梅 我劝你认清刑事 就凭你 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二叔 我也劝你认清刑事 别做卖家贼 何家如今 营若成什么样 你这个家主应该最清楚 你保不住何家 现在退出何家 还给你个全身而退的机会 别敬酒不吃 吃法酒 我偏要吃法酒 何家在 我何青梅在 何家亡 我何青梅亡 既然如此 你就和何家一起亡吧 快 保护家主 保护 你们保得了吗 我为了今日 可是专门找的好手 家主 鬼门顶着 你先走 陪我上 够了 出去 你又是什么玩意儿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 我说出去 别打扰大家吃饭 我给你脸了 二爷怎么飞了这么远 现在怎么办 先去找二爷 二爷安全最重要 学员老师霸气 这些人就是欠揍 学员老师做得好 学员明如此冲动 彻底把北疆大学 拉入到何家和荆家的家族之争里面了 完了完了完了 这下麻烦了 其实你不用管 金家势大 我欠你的 何家的事情 我会管到底 算是对你的补偿 哦 只是补偿吗 学员 学员 你听我说 学员明摊上大事了 大事能有什么大事啊 嗯 事情是这样的 学员 这事够不够大 嗯 确实够大 轩月明有些本事 但是 太不沉稳了 爷爷 你要不动用你的人脉 把此事压下去 没必要 什么叫没必要 金家如果要对付我们 不堪设想 孙女啊 听我一句话 轩月明想要做什么 让他去做 轩月明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纵然十二豪族 我感觉轩月明 也可以和他们掰一掰手腕 和 和十二豪族掰手腕 你太看得起他了 既然你不管 我也不管了 反正 他自己惹的祸 家主 赶紧派人灭了那群小子 我 我也不下这口气 真没出息 一群大人让一群学生打了 还有脸咽不下这口气 没用的东西 北疆大学这事不急 先对付何家 金家主 何老二 你也被人打了 金家主 我被北疆大学那群兔崽子打了 你要为我做主啊 又是北疆大学 岂有此理 金家主 现在何清梅神篇的帮手 基本上被我清空了 就剩下今日新招募的 北疆大学的小崽子们 只要办了他们 何家就是金家的了 很好 事成之后 许诺你的一分不会少 诶 阿猫狗 太人去废了他们 学院老师 你这次教我们什么 对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们想学什么 想学最厉害的 比如拳之间 掌飘逸 腿灵力 肘钢膜 各有各的特点 乌鱼 既然如此 我就教你们一套体术 这套功法里面 会有各个部位的修炼方法 怎么样 学会了吗 诶 学废了 诶 学废了 学院老师 这也太难了 只是一招 我都练了几十遍 还不对 虽然记住了 但就是难以掌握 比我学过的所有招式都难 这样 这其实也不怪你 这套体术最重要的 不是学 而是实战 在实战中才能快速进步 实战 就是要打人呗 这 找谁打呀 小子们 终于找到你们了 敢惹我们金家 今天就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这不 人来了吗 在他们身上练练 他们来的确实是时候 既然如此 那就把他们当靶子吧 我当是一群什么人 原来是一群猫头小子 让大爷我有些失望 这些人都长着一副欠奏的样子 好想打他们呢 嘿嘿 身体挺壮实啊 应该能陪我们对练几个回合 猫爷 这些人好像有些不对劲 他们在动了啥呢 管他呢 估计被吓傻了吧 你们最好别动 动一下 大爷我就多打断你们一条腿 别和他们废话了 打废了回去禀告家主 关门打狗 好嘞 早就准备好了 还敢关门 我看你们是疯了吧 这是对我们的挑衅 废了他们 上 陪恋们 我们来了 多好的靶子啊 自己松上门来的 小崽子们 还有些实力 竟然能和我们对打这么长时间 诸位 还能撑住吗 我才高兴奋起来 实战刚开始 怎么会撑不住呢 来啊 继续啊 好 那就 冲 什么 这帮学生放了吗 都这样了 还敢主动冲过来 猫爷 狗爷 这帮小子太能打了 我们这点人 恐怕拿不下他们 喂 狗哥 先到此为止 我们先回去叫人 小崽子们 今天先到这儿 狗爷不和你们打了 撤 撤什么撤 我们还没打够呢 我感觉我的实力在快速增长 可不能让他们跑了 这么好的陪练 不多见 冲啊 你们想干啥 喂喂喂 我都说了今天不打了 我警告你们 再动手 我就要报警了 今日休战 有本事来日再战 我还没打够 我还没打够 我也是 那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继续揍他们 今日 必须炸干这些培量最后一次力气 你们别过来 不叫武德 不叫武德呀 爸 妈妈救我 哇 你们这是 家主 那帮小崽子们不愧是武道大赛冠军 真的很厉害 不可能 一群学生 再厉害能厉害到哪里去 就是你们太废物了 真是废物至极 家主息怒 我们豪族抵运深厚 不必为此事费心 那你说怎么办 金家有一位宗师要出关了 你忘了 只要宗师出马 那些人只配成为蝼蚁 宗师出关我怎会忘 只是用一位宗师去对付那些学生 有些小题大做 杀机用牛刀的意思了 山姆师兄 一定要替我打败北疆大学 你好歹也是北疆大学的指导 这么做好吗 什么指导 现在是宣元明那小子 在带领北疆大学 小子使得一身邪术 根本看不上师父古尔纳的拳法 师兄 你一定要教训一下他 竟然看不起师父 那该命 北疆大学 期待别遇到我们美洲队吧 不然我会让宣元明 解释到师父拳法的神庙 欢迎大家参观今日的比赛 雪月明 抽签结果是美洲队对战欧洲队 我们对战非洲队 你有几分把握 不如 混吻他们 喂 你们有几分把握 那必须是十分 不错 我们有十分把握 喂 枪欧兵必败 你们还是清醒点 对了 还有件事情 拳闻古尔纳要清零现场 这事你知道吧 知道 阎兵 已经把你看不起 古尔纳大师拳法的话 说了出去 他很有可能 会找你麻烦 来了就打废的 垂牛皮吧 古尔纳昔日 击败过不少花国宗师 今日也会有不少宗师 前来和古尔纳切锁 希望他们可以压下古尔纳吧 欢迎大家来到全球舞蹈大赛 今日首先对战的队伍是 美洲队和欧洲队 废话不多说 比赛开始 不堪一击 真是爆炸展开 美洲队五连胜晋级决赛 喂 那边华国的队伍 听说你们看不起 古尔纳大师的拳法 希望你能晋级 这样我就可以 好好教训你们 让你跪在台上忏悔 别吹牛了 小鞋会场让你吹翻了 等会儿看看 谁让谁跪下 等你们赢了再说吧 下面由华国队 对战非洲队 到我们了 第一个派谁上 派谁结果都一样 你什么意思 派谁上都是输 萧师姐 轩辕老师的意思是 谁上我们都能赢下比赛 有些可惜啊 北疆大学遇上非洲队了 北疆大学这些学员输定了 怎么 师兄 非洲队很强 并不是很强 至少对于我们美洲队来说 不是很强 但是非洲队会一些很特别的招式 让人防不胜防 特别的招式 师兄指的是 非洲大陆上的那些 巫毒之术 不错 看着吧 过程会很精彩 去吧 按照先前的实力来看 北疆大学不是我们的对手 让我们的信仰照耀华国 三星球长 放心 我们必胜 看拳 好 非洲队被击出擂台 一比零 球长 他们的实力提升了 路亚你上 无论如何都不要输 我们要在华国传播信仰 这次获胜是最好的机会 是 派了个女生上来了 伟大的蜥蜴神曾告诉我们 没有信仰的人都是弱者 他们无法震胜拥有崇高信仰的人 华语说得挺溜啊 不过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看拳 躲开了 你是属猫的吗 用爪子挠人 抓住你了 结束了 是 这是干啥 很重 来得正好 结束吧 你想多了 怎么回事 身体 灯燃 什么 华国队出场 这局非洲队胜 怎么回事 大学刚才一直占据上风 怎么突然输了 喂 什么情况 你们小心点 这非洲队有些邪门 我连自己怎么输的都没有搞明白 我去挥挥它 华国队被击出擂台 没想到又是非洲队获胜 非洲队确实很古怪 他们好像能干扰我的精神 我也莫名其妙的眼前一划 就输了 全渊明 有办法吗 我们不能再输下去了 哼 旁门祖道 你们正常攻击即可 我来解决此事 这局我来 认输吧 我们有伟大神灵的帮助 有萨西酋长的统领 你们没有获胜的希望 笑人得志 废话真多 哼 不自量力 不好 被干扰了 这 清醒过来了 哼 结束吧 什么 非洲队队员被击出擂台 这局华国队胜 这 怎么回事 他明明受到影响了 怎么会突然清醒 难道场下有人出手 不管是谁 都是不自量力 火旗 火旗 给你上了 是 球掌 对上我 你会很惨 这是你们非洲队的传统吗 一个个 上来星吹牛皮 砍杀 啥玩意儿 装神弄鬼 不好 杨刀怎么了 我说了 你会亡得很惨 怎么会有虫子 喂 裁判不管吗 这属于作弊 这 这是我们的巫图之术 何来作弊说 是你们见识浅薄罢了 玄月迷 怎么办 这样下去 杨状快撑不住了 看到这没有 这就是巫图之术 防不胜防 结束了 冲刺动爆了 什么 是要结束了 非洲队已经准备 对面有人针对我们的巫图之术 球掌 最后一场不能输了 我上吧 血 你上绝对可以取胜 让他们见识一下 保护我们的厉害 会的 好兴奋呐 怎么一个小娃娃 接受我的制裁吧 力气还挺大的 啥 啥玩意儿 我看你能破坏几次 去 本子亮丽 可恶 台下的这人坏无好事 混小子 就会是阴招 有本事 真本事打一场 我满足你 肘杀 啊 叶 什么 啊 啊 好痛苦 嘿嘿嘿嘿 肘杀树 我看你怎么解 这 什么 肘杀树 竟然被破了 人不大 心倒是狠带毒 用的都是下三滥的方法 你不可饶恕 武神 你要是一件最毒辣的方法 我要让他亡 啊 这是什么 好可怕的气息 这股邪恶的气息似曾相识 嘿嘿嘿嘿 我看你还怎么救他 我要吃了他 伤吧 武神 这是什么东西 这股威士 让我的身体动不了了 挑虫小精 什么 一滴血竟然压倒巫神 这怎么可能 这股血液 是你 我会回来抓你的 怎么可能 凡人怎么会战胜巫神 哪怕这是巫神万分之一的力量 不 巫神怎么会 下去吧你 这意外发展 非洲队竟然又被集出场外 可恶 场外的那个混蛋 你屡屡坏我好事 快我去下地狱 是 不要去 回来 收下留情 不准伤害我徒儿 晚了 你要去 是 你怎么样 这 已经 对面的 我让你手下留情了 你为何还敢灭我徒儿 他对我的学生手下留情了吗 我肯定是不想活了 诸位 比赛还在进行当中 大家有什么事情 请私下解决 小子 我记住你了 让我们负习北疆大学 代表华国的这部全球大学生武藏人在决赛 接下来 总决赛由美洲队对战华国队 为什么北疆大学会赢 没想到非洲队比我想象的还要弱 不过没有关系 接下来 美洲队会打败北疆大学 接下来是最紧张刺激激烈的时刻 由北疆大学和美洲队进行冠军争夺 废话少说了 北疆大学侮辱强者古尔纳 今天就打服你们 敢侮辱古尔纳 还真是有勇气 据说 今日古尔纳大师也会来到决赛现场 不但古尔纳 很多宗师强者都会前来 古尔纳之前打败过多位华国宗师 甚至是侮辱性击败 这次来者不善呢 唉 国外有古尔纳 或华国最近冒头的宗师强者比较少 北疆大学快快上来拳一胜负 秀得嚣张 你想怎么说啊 别吹牛 你想怎么打 看你这体格 在团队中应该也是抗打的角色 一人一拳 不多不还手 看谁先倒下敢不敢 就何不敢 谁先打 既然是我提出来的 那就让你先打 可以 准备好了吗 这人还真是脑子有些问题 让我打 来吧 让我看看你的本事 嗯 看拳 给我停下 差一点就被击出擂台了 嘿嘿 你还算不错 接下来该我 下去吧你 你 你什么你 你 你卑鄙 你看你就没有读过华国兵法 这叫兵不厌仗 决赛的第一场 北疆大学胜 等等 这家伙不讲武德 为什么判他胜 抱歉 决赛只有一条规矩 调出擂台者输 可恶 喂 换我上场 卑鄙的华国人 说话不算数 你们就会使用这些歪门邪道吗 现在我教你做人 先等一等 你还有什么疑言 谁说我说话不算数 这次我不还手 让你打 哦 真的 我华国人光明磊落 堂堂正正 别废话 来吧 很好 送你归心 我抖 我抖抖抖抖抖抖 好险 差点掉下去 下去吧你 美洲队被击除场外 这局华国队胜 他偷袭 他不讲武德 我抗议 抗议 真是可笑 看来外国人的自杀 普遍不高啊 你不是说 华国人堂堂正正吗 好吧 我摊牌了 我承认我就是华国的百类 不过那要如何啊 我胜了 好开心啊 哈哈哈哈 气死我了 不可思议啊 这么轻松就胜了两场 王大锤的脑袋变聪明了呀 不是大锤聪明啊 是美洲队脑袋缺根筋啊 师兄 已经连输两场了 卑鄙 卑鄙的华国人 北美队抗议 这局重赛 非洲队都能用无毒之术 我们就不能用兵法了 你这就玩不起了 就是支持华国队 玩不起别玩 没有错 这第二场是北江大学胜 你们给我等着 大山 下一场你来 不要和他啰嗦 上去把他干掉 OK 放心吧 山木老师 喂喂 兄弟 多大了 怎么 都不敢和我说话了吗 北美队有些实力啊 这一击破坏力很强啊 小子 是男人就别躲躲闪闪 还真以为我王大锤是吃素 有的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实力了 那你是不想活了 被删一拳 这枯极实 是 是吧 这怎么犹如一座大山本 哎呀 北周队竟然又被击出场外 本局华国队又赢得一局 北美队就这么被击败了 这 这也太不净打了吧 啊 虚了 不行了 使用轩然老师教的招式威力是大 但太耗费体力了 没办法再进行战斗了 怎么会这么强 薛月明到底教了他们什么 怎么变得这么强 北美队不会输 一定不会输 喂 索菲 喝了他 我们不能再输了 老师放心 上帝会保佑我们 女孩 使出你的最强招式吧 我们一招分输赢 成全你 叹招 什么 这也太强了 不跑 全体目光向我开棋 我宣布个事啊 这局我认输 你 你不讲武德 我使出了最强一招 你跑什么 可恶 妖剂只能让我使用两次打招 竟然白白浪费了一次机会 我认输啊 我用生命引诱这家伙使出了绝招 你们可都看清楚了 上去后别翻车 放心 翻不了车 我去会会这小姑娘 卑鄙的华国人 白白让索菲浪费了一次大招 哈喽妹子 叫什么名字 看车 没意思 看脚 怎么会 你怎么会这么强 这不符合我对华国武道界的认知 那是你认知出了问题 你该反省了 不对劲 北江大轩一开始并没有这么强 是什么让他们在这些时日里实力独飞梦境 难道真的是轩原明的原因 不管是不是轩原明的原因 此人不可饶恕 他对师父古尔纳的态度极其轻蔑 这我自然知道 有本事别躲 很强 你在这时大招 不管用了 怎么样 这 怎么可能 我赢了 射局 华国对胜 我 我竟然输了 接下来开始最后一战 请双方派队员上场 师兄 最后一局了 不能再输了 不然丢的是师父的脸 这是你们逼我的 这是你们逼我的 人员野兽金刚出场 请金甲宗师出关 出来了 我等公营足书出关 现在是何年何月 足书 现在是2013年10月3日 羽林上次被谷尔纳打败 一晃闭关五年了 听说谷尔纳又来北海了 带我去见她 老夫在宗师境又前进了一步 此次定要一雪前耻 祖叔 还有件事要麻烦你 何事 说 有几个小崽子 阻挡我们吞并何家 还请祖叔顺便出手灭了他们 小事 小事 搞什么 等了半天了 北美队的选手怎么还不上台 什么声音 怎么了 记正了 这是 我是北美队的选手 我叫金刚 这是什么 怎么会有如此高大的人类 人 人形与兽啊 这一拳能把人砸成肉饼吧 个 各位 特 特别提醒 北美队选手金刚 出场十二次 其中十一次击毙对手 其中一人活下来 成为植物人 完了完了 这下可麻烦了 金刚在北美被称为人形金刚 无敌的存在 北疆大学的选手 注意安全 这大家伙看着有些猛 不知道洋装能不能扛过去 难说 我去 神类怎么能长成这样 十二次对决 我已经宰了十一个 你将是第十二个 长得大就厉害嘛 我不怕你 来吧 快烂你 哎呦 我躲 大家伙 速度太慢了 是吗 那这是呢 什 什么 只是余波就把北疆大学的学员震飞了 真 好厉害 可恶 这家伙怎么有这么强的力量 沙姆师兄 这金刚好厉害 不愧是师父郭尔纳 都是十分看重的人 哼 那是自然 金刚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 愚蠢的华国人 站不起来就赶紧认输 认输 你想多了 华国的荣耀有我守护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啊 其实后生就差点帮我振晕 结束了 不好了 玄一鸣 稳住身心 仙人老师 这金刚太变态了 一定要小心 北疆大学 来一个 往灭掉一个 金刚果然强 有金刚在 北疆大学上多少人都白费 嗯 玄一鸣 金刚的实力和一般学院 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让他们上去 太危险了 金刚体内没有灵力波动的气息 却力道无穷 这根本不是一般人力该有的力量 却是什么怪 补充吧 北疆大学 白庭 请赐教 找得这么漂亮 做我媳妇吧 小刀放肆 你这点力量 给我脑痒痒都不够 什么 蚕蚱儿 奇怪发展 北疆队顺势又拿下一局 又 又输了 神造人 这金刚应该是传言中的神造人 不然正常人力不会长成这样 没想到这种邪恶组织又猫头了 金刚的实力 恐怕接近宗师了 可我们不在一个段位 唉 人上去都是输 放弃吧 盈盈 你上 好 看我的 先等一下 过来 张开走 啊 啊 啊 去 啊 嗯 轩云哥哥 这是 等会战斗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好 那我上去了 轩云明 薰衣行吗 你不能让他去送命啊 放心 又来了个漂亮妹子 给我当媳妇吧 呸 傻大哥 白日做梦 都是徒劳 北疆大学在上多少人都不用 金刚的力量可是无穷无尽 看着北疆大学被击败的样子 真的很舒心 不给我当媳妇 我就要了你的命 不和他硬碰 先躲开 你躲不开 不 不好 不能掉下雷台 还好 停下来了 我的一击 哪怕只是波及到你 也不是你能承受的 再给你一次机会 做不做我老婆 别做梦了 还好 身体感觉没有受伤 而且 似乎力量在增加 那我就把你拍成肉镜 这股力量 是薛妍哥哥那地血的作用吗 哼 什么 挡住了 这女孩可以啊 冰箱大学的薛妍 竟然挡住了金刚的一剑 你怎么可能 挡得住我的一拳 我怎么挡不住 你的一拳很厉害吗 他竟然挡住了金刚的进攻 应该是金刚放水了 不然他不可能还好好的站在擂台上 你竟然看不起我金刚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对我说这种话 而且还是一个小压道 哼哼哼哼哼 结束了 毁灭吧 啊 什么 薛妍哥哥的那滴血很神奇 现在我身体的力量 似乎提升到了一个惊奇恐怖的程度 这一次金刚绝对发挥了真实的实力 竟然又挡住了 啊 又挡住了 真是厉害啊 山姆师兄 这 金刚 你在干什么 过家家吗 使出全力 给我打败他 我 我使出了全力 看脚 这 怎么可能 可恶 我不信 再来 我 竟然在力量上输给了别人 薛妍一竟然打败了金刚 薛妍明似乎身上有很多神奇之处 金刚 你不能输 狂暴 给我开启狂暴 狂暴 狂暴 什么 什么 不管长出来毛了 它又变大了 而且更像星星了 这还是人吗 他本来也不是人 或者不是纯粹的人 给我当转 好 山姆师兄 早知道金刚狂暴后这么厉害 应该早点让它狂暴 哼 没办法早点狂暴 为什么 因为狂暴后的金刚会气力衰竭 不可再战 这家伙好像已经失去理智了 不过有轩原哥哥的加持 我有信心 继续 来呀 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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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 你痛破天了 你恐怕不知道金刚是古尔纳最看重的后背 好 那又如何 那又如何 你真是不知道我师父古尔纳的厉害 在你们东方 他就是神 哼 来了打废塔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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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 这小子竟然一拳 就让我全身的骨头犹如散架一般 此次全球大学生武道联赛冠军 归属东方华国 有北疆大学摘取贵冠 让我们恭喜北疆大学 哼 多少年了 我华国多少年没夺过这等荣誉了 哈哈哈 耶 北疆大学好用的 为华国阵工 哼 我们做到了 是啊 我们做到了 爸 妈 我弥补了你们当年的遗憾 像做梦一样 这个男人带领北疆大学 创造了奇迹 哼哼 恭喜恭喜 恭喜你们 倒是小看你了 这是金家的人 哈哈哈 没想到你帅连几个矛头小子还能夺冠军 我没空和你闲聊 谁在和你闲聊 上 按下他 喂 小子 站住 小子 听不懂人话是吧 对渲染老师无礼 招打 你们想干什么 一群小崽子 以为你们赢个什么冠军就可以猖狂了 也敢跟本家主要五喝六 告诉你们 你们啥也不是 金家主 这里是大赛现场 你这样是不是有些不妥 我一遍去 既然这些人不自量力 都给我打趴下 住手 我当是谁 原来是何家乳秀尾干的丫头 金家主 这些北疆大学的学员都已经签约我何家 你不能随便动他们 你怎么来了 我接到消息 金家要对付你和北疆大学的这些学员 就赶过来了 金家世大 我这一次把何家的高手都带来了 有备无患 没必要 行啊 见到本家主连叔叔都不叫了 何清梅 你还真把自己当家主了 罢了 本家主今日就让你知道 这何家家主 不是那么好当的 何家主小心 什么 蠢宗师的实力 你是何家的何月山 不错啊 正是老夫 你金家这些年 其何家太甚 老匹夫竟然还活着 你以为你出关能力挽狂澜 竟是让你往命于此 就凭你 金家家主 莫想说大话 这些年你们金家欺人太甚 老夫就出手教训你一下 不自量力 束手就擒 啊 什么 袁山叔 别过来 宗师级别的实力 你金家宗师强者竟然出关了 怎么 很意外吗 何家连宗师强者都不存在 也配称作十二豪族 青梅 你先离开这里 我来挡住他们 你一个准宗师 也配挡住本宗师 来 真是贫入 袁山叔 青梅 你是何家家主 赶紧走 我不走 何家人没有逃兵 哼 小小何家 今日必入金家 不然灭族 闹够了我 小子 你说什么 你听着老家 你敢动何家 灭了你 这人是谁 敢对本宗师要我喝溜 莫非脑袋不清醒 祖叔 此人便是北疆大学的总知道 敢对我金家动手的轩辕迷 小子 宗师不可辱 你可知道 哼哼 宗师 修炼界最底层的人物 有什么不可辱的 最底层的人物 小子 你还真是老夫见过最大的狂徒 俗叔 何必和他废话 你废了这小子 后面我教他做人 是要教他好好做人 你现在后悔也晚了 怎么来了一架直升飞机 我看见上面写着古尔纳三个字 是传奇宗师古尔纳来了 哈哈哈哈 弦远明走到头了 师父终于来了 五年了华国 我又来了 这次不知道有没有入眼的人物 拜见师父 现在什么情况 有些华国人很猖狂 请师父出手 这位金宗师嘛 实力确实比之前增长了一些 古尔纳 收起你那亲密的态度 此次本宗师 定回忆雪前迟 师父 不是金宗师 是那边的宣元明 哦 古尔纳 好久不见 还敢来我华国 这次你休想全身而退 好久不见 三位 没想到都已经迈入宗师中境了 可喜可贺 古尔纳 五年前你如我华国 今日让你贵福于此 非我如你们华国 而是你们华国人不争气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哼 猖狂 我华国卧虎藏龙 隐世高人无数 只是没有出山罢了 古尔纳 今日你来此 休想全身而退 古尔纳大师虽然声明海内 但未免太看不起我华国舞蹈界了 狂妄自大 诸位祖师 不便发誓 遇到华国修士 就把他踩在脚下 弦云哥哥 你之前说做过古尔纳这一脉的祖师 不会就是古尔纳说的吧 好像确实叫什么丹尼啊 只能说那家伙运气不好 来华国要我杨威没多久 行凶的时候碰到了我 原来是祖传的恩怨 你们外国人还真是小气量 多少年的事情了 自己学艺不经能怪谁 把我今天打残你们 只怪你们学艺不经 三位 这古尔纳和我有救援 我先对付他 小子 听好了 本宗师等会再收拾你 金宗师 不用这么麻烦 你们一起上吧 可恶 到现在还一副高高在上 看不起我们的态度 欺杀我也 你 薛元明 这里没我们的事了 我们先离开吧 何金美 我薛元明一生很少亏欠于一人 今日我替你彻底解决金奖 算是对你的补偿 补偿 薛元明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也补偿不了 我先来会会古尔纳 慢着 你们几个的事情先等等 我需要处理些事情 这小子 小伙子 这里是宗师之战 你还是离远点 以免波及到你 信金的 我只问一句 你们金家还找不着何家的麻烦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问本宗师 金总师 这是怎么回事 一个跳梁小丑罢了 赢了个什么学生比赛的冠军 就以为自己是高手了 殊不知他这种的井底之蛙 根本不知道宗师代表着什么 小子 我告诉你 何家金家吞并定了 那我也告诉你 金家精神毕灭 小子猖狂 他把金家彻底得罪了 小虾姐 不必担心玄元哥哥 不担心他 他面对的可是宗师 玄元哥哥说过 宗师不如狗 玄元明 小伙子 你的是荣厚在意 我们现在要对付古尔纳 找回我华国的面子 哼 让你多活一会 你们还真是啰哩啰嗦 华国如果只有你们这几个蹦的 那还真没意思 口气不响 这就是宗师的实力吗 隔得这么远 就感觉到强烈的压迫感 我华国宗师加油 打败古尔纳 看招 什么 躲开了 谢宗师 小心 不好 谢宗师 谢宗师 你没事吧 我的宗师气息 什么 这不可能 古尔纳 你好歹毒 一出手竟然废了谢宗师 肥我很毒 只是高估了你们 没有掌握好力道 才不小心废了他 什么 我华国宗师被废了 真没想到 实力差距竟然这么大 怎么样 要不要一起上 你们这样的废物 我连兴趣都提不起来 一起上 好 接招吧 很好 这才有些意思 再来 上 盘若全 祖铁掌 和我比拳法 你们还真是心里没点数啊 看招 这 又败了 看来 古尔纳又变强了不少 哼哼 华国 这就是东方鼓舞无敌之称的华国 说实话 说实话 我挺失望的 古尔纳 人狂 必有祸 不 我们虽然是宗师 但在整个华谷舞蹈街 和那些真正的影视高人皮 算不了什么 又给我说这套 你倒是让你们所谓的影视高人出来一个我看看 来呀 出来呀废物 都是一群废物 我古尔纳一人踏平华夏武道界 可恶 太狂妄了 狂有狂的资本 不服的来和我师父比试一下 古尔纳 别忘了本宗师还在 你 算了吧 你别自取其辱了 可恶 敢看不起我 金家神通 金刚不坏 我金家神通在 祖输绝对能赏 至少 至少不会输 对付你 我一只手足矣 什么 样子祸 祖输竟然输了 可恶 我金家作为十二豪族 回望肯定会受到影响 为什么 为什么我闭关五年 和他的差距越来越大 我华国宗师 竟然不是古尔纳印和之敌 为什么会这样 我华国真无人了吗 还有谁 如果华国只是这点实力 我看啊 不如你们华国人都尊称我古尔纳为师 可恶 说话太启人了 真想揍他一顿 但是打不过 实力决定一切 小夏 现在看到差距了吧 严冰哥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刚才的比赛还看不出来吗 华国人都是样子祸 只有我师父的拳法才能通神 比如这个轩元明 赢得了一时赢不了一世 他灭了金刚 待会我师父古尔纳不会放过的 严冰哥 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 以后你离我远点 我不允许你这么侮辱华国 我说的都是事实 华国的武道界就是不配登大雅之堂 我华夏非无人 暗示真正的高人还未现世 你们未免狂妄得太早了 你们华国人实力不早 自我安慰倒是不错 一群窝囊废 嘴巴真臭 再这样说 嘴给你撕了 小子 当着我师父的面 还敢这么说话 你莫非是个傻子吧 诸位 我古尔纳此次成性而来 结果却败姓而归 皆因为华国武道界太让我失望了 罢了 以后这华国武道界 就是世界武道界的一个笑话 给我住口 看上去气宇非法 莫非是隐世高人 这 这人是谁啊 报上姓名 碧人守夜人黄帆 好强的气室 哦 这气室是大宗师啊 我想起来了 这守夜人黄帆 是一位大宗师 宗师虽然不常见 但还是有 大宗师却是凤毛拧脚 我等拜见守夜人黄前辈 请黄前辈 为华国武道界证明 几位辛苦了 接下来有守夜人 守护华国荣耀 守夜人是什么组织啊 这你都不知道 怎么 你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 守夜人是华国的官方组织 专门处理各种以武犯禁的事件 守卫华国安全 他们暗中牺牲自己 维护华国的安定 抵御外来舞者的入侵 是一群让人敬佩的舞者 乌尔纳 是什么 这不可能 怎么就不可能 但凭肉体 不可能有人挡住大宗师一剑 什么大宗师 那是你太废物了 哈哈哈哈 这古尔纳也有古怪 莫非也是一个人造人 大宗师也是你能侮辱的 三才剑 三才剑 一剑三杀 这是黄范大宗师的成名绝技 任你什么剑 我一拳摧之 什么 大宗师竟然隐 我竟然败了 而且 如此干脆 华国守夜人 我行 古尔纳 我怪你身上并没有宗师气息 你到底什么修为 我何须按照你们东方的体系修行 我古尔纳全法通天 双拳破碎一切 还有谁 我就问一句 华国武道还有谁 现在大家都是知道 华国武道就是今日被我古尔纳踩在脚下 华国虽然败了 但并不是华国武道败了 你守夜人代表了华国 你败了 华国就是一无是处 我华国武道 还从没有如此被人侮辱过 如果可以 我愿和这狂徒我一命换一命 师父 该出手对付薛元明这个愣头青了 这小子现在还没跑路 应该是吓傻了吧 小子 看你还年轻 我出手对付你 以大欺小 但你灭了金刚 此事不能饶你 你先过来跪下 认错 我费你双腿 算是给你留条活路 老东西 你算是给你 他是不是骂我了 师父 你没听错 此字狂的没编了 你可真骂我的后果 别那么多废话 看你在这里嚷嚷半天 我很烦你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说得好 这小子活得不耐烦了嘛 哪来的勇气 哼 你这样卑微的蝼蚁一般的东西 也配看不起东方修行界 殊不知 你这样的在修行界 连只蚂蚁都算不上 井底之窝 你敢如此说我 骂得好 这古尔纳就欠骂 要不是我胆想 我早就想这样说了 很好 本想给你留条活路 现在被你自己葬送了 小兄弟 就凭你这份勇气 我黄帆拼此护你周全 你先走 小伙子 你先走 我们替你挡着 多谢 勇气可嘉 待会我捏碎你骨头的时候 希望你也能这么嘴硬 是 我是谁 我在哪儿 刚才发生了什么 你打我一巴掌 我是不是眼花了 你也打我一巴掌 看看我是不是眼花了 没眼花 什么情况 不肯饶恕 挨我一巴掌 竟然没事 看来你确实不是正常的人类 乌尔纳铁拳无敌 我要你付出代价 铁拳真心 师父使出全部的力量了 一拳过后 村草无声 这次宣元明必亡 铁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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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 我不信 出华国吧 师父 师父 啊 胜了 这小子 竟然打败了孤儿纳 铁拳老师 竟然如此厉害 好啊 江山带有人才出啊 多亏了这位宣元先生 华国才一雪前耻 宣元 先生 你刚说我现在后悔也晚了 不 不晚 我错了 哦 金家怎么说 金家以后不会少荷家任何麻烦 我说了 今日金家必亡 金家归入荷家 从此是荷家的一部分 什么 足处不可 闭嘴 你先听从宣元先生安排 金家归入荷家 太好了家主 我们不但解决了荷家危机 金家也是我们荷家的了 青梅 多亏你认识了宣元先生 这位宣元先生 是我们荷家的贵人啊 宣元先生 我是守夜人黄帆 今日多亏先生力挽狂澜 才让这古尔纳没有猖狂到底 宣元先生 之前你帮助守夜人 救了高映雪小姐 我们不胜感激 不知道先生有没有兴趣加入守夜人 抱歉 我没兴趣 宣元先生暂时没兴趣也无妨 守夜人的大门 永远向先生敞开 告辞 对了 宣元先生 今日这里发生的事情 你应该不愿意向外透露吧 先生有如此实力 名声不显 喜欢低调 守夜人可以帮助先生 封锁这里的消息 保证不透露传播出去 先生可以放心 多谢 黄将军 这宣元先生 就算是大宗师级别的强者 你也没必要如此客气了 我们守夜人还是有一些超品强者的 你懂什么 大宗师怎么可能这么轻松击败古尔纳 你的意思是他超越了大宗师 不是超越那么简单 毕竟我也是大宗师 虽然在大宗师里垫底 但古尔纳何等厉害 我是知道的 更何况这位宣元先生本身的修为波动 看上去也就五者四五层的样子 一身修为魅脸到这种程度 此人一定有什么来历 你的意思是隐士宗门 不知道 最近很多势力在疯狂地想要对付高映雪 如今高映雪和轩元先生在一起 我们守夜人的压力减轻了许多 我堂堂金家十二毫族就这么完了 祖叔 金家就这么给出去 那位宣元明实力十分恐怖 我这也是权宜之计 为了喘一口气罢了 总比金家当场被灭族强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除非有五圣级别的强者 五圣 有吗 废话 要是有 我还会当场下跪吗 祖叔 我实在不甘心 你一定要想想办法 祖叔 想想办法吧 办法也不是没有 哦 祖叔快说 我们金家这些年想要吞并何家 表面上无非是想要晋升成为王族 但这何其难 我们都知道这有些妄想 成为王族要有深厚的底蕁 吞并何家更多的是为了自保 毕竟我们金家在豪族中排名中下游 也就是比何家强 只有吞并何家才能避免被其他豪族吞并 而七大王族凌驾于十二豪族之上 捏死豪族如蚂蚁一般 祖叔的意思我们投靠王族 不错 只有这样才能保得下金家不灭 那宣云明就算是再厉害 也不可能只身对抗王族 那投靠哪个王族 王族会轻易让我们投靠吗 昔日我金家有一位女修 有幸成为了王族尹家的一房小妾 据我打听 如今我们金家的这位姑奶奶 已经掌握了尹家的一部分权利 在尹家有些话语权 只要投靠他 看在同族的份上 他不会不管 尹家 尹家被称为江南王 全是滔天 太好了 这样一来 情假无忧 而且还有可能再进一步 爷爷 爷爷 你是怎么知道 宣云明深藏不漏的 我告诉你 你是没看到宣云明的表现 他实力至少是大宗师姐 看看这把剑有什么不同 剑气 这把剑生成了剑气 你再看 这有丝丝的剑意 带有剑气的剑已经是非凡 而有剑意的剑则是好祖都得不到的神兵力气 是啊 剑意和剑气十分相似 所以很多时候剑意被误会成剑气 但剑意比剑气珍贵万倍不值 这把剑的剑意正是宣云明随手所加 什么 随手就让一把剑有了剑意 那宣云明他的真实身份是 不知道 不过据我猜测 这宣云明很可能是那些影视宗门的天骄子弟 影视宗门 那可都是传说中的存在 哦 你还不走 不走 那我走 站住 回答我一个问题 宇宙的本质是什么 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随着我对物理学研究的越深 越有一种旋之又旋的感觉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看的 我不知道 也许进入传说中的仙剑 能参透其中的意义 仙剑 我跟你说科学 你跟我谈修仙 那你告诉我 仙剑在哪里啊 不知道 不过 这个世界才发生变化 应该有机会知道 决云明 我有一个提议 我希望你们认真考虑一下 说 咱俩生个孩子吧 你这么聪明 我也这么聪明 咱俩生个孩子 就是为人类做贡献 你看 那边有外星人 哪有 男人 你跑不掉的 我们这次来华国 最主要的任务 不是参加什么武道大赛 而是抓到一个叫高硬雪的女科学家 这个高硬雪研究的前沿物理技术 很可能改变目前的国际形势 所以我们必须得到 用于造福伟大的巫神大人 大星球长 我们听你的安排 师傅的伤不知道怎么样了 师傅 你没事吧 无妨 本来这次华国之行万无一事 没想到 碰到了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先元明 看来华国还真是藏龙卧虎 师傅 这次的任务 你之前在北江大学待了很长时间 没有找到机会下手吗 高硬雪几乎从不走出北江大学 而在北江大学里面 肖老和高硬雪住在一个院子里 暗中还有守夜人在保护 我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 阁下可是古尔纳 谁 你是谁 此人羞为无敌 他悄然无声地出现 我竟然没有察觉 你就是古尔纳 是我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白起 战神白起 他怎么来了 他就是战神白起 掌管江南省军政大权的滔天人物 白起 白起 你找我何事 没什么大事 就是来斩你的 放肆 别人叫你战神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神了 我古尔纳也是你能挑衅的 多说无意 什么 什么 师父这么轻易被打倒了 怎么可能 华国怎么一下冒出这么多高手 我呢 你不尊华国夜郎自大 该陈 白起 你敢 我是 我是人造 你是什么并不重要 师父亡了 一代宗师孤尔纳 就这么亡了 这怎么可能 战神 饶命 饶命 滚吧 斩你们二人 追我威名 师兄 现在怎么办 把师父的尸体运回去 师父都亡了 还运尸体有何用啊 你和二人 不如跑路吧 跑路 你想的太简单了 师父不只是师父 他背后有个惊人能量的组织 听我的 带回师父的尸体没错 到时候 华国无道界 将要面临腥风血雨 那将是一个巨无霸组织的复仇 宣言明 出大事了 古尔纳亡了 谁干的 莫非是又出来了一位影视强者 战神白起 原来是他 那就不意外了 战神白起崛起于微末 在军中一路思斗 成就战神之位 是一段传奇 修为盖压整个江南 不知道战神和宣言老师比 谁更厉害 哎呦 废话 自然是 都厉害 说了等于没说 呃 主要是我听我爸妈说 战神医生武道造诣 真入化际 不 不可仰望的存在 我觉得 新人老师 没必要和他别 家主 现在金家完全停止了对何家的围攻 何家一切走上正轨 等金家并入何家之后 我们何家 绝对能更上一层楼 小心金家反扑 隐密监控金家的动向 家主放心 最近金家老实得很 应该是被宣言先生吓破了胆 金家人现在连家门都很少出 要我说 那宣言先生真不错 家主你为什么不和宣言先生进一步 少说这些没用的 宣言明一向低调 他不愿意被人过多提及 好吧 家主 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这个月 我捏碎的第几个岔杯 第七个了 家主 你怎么力气变得这么大 被你轻轻一捏就碎了 你是不是觉醒了什么 觉醒 这些异常的表现 都是在我和宣言明那次意外之后 难道是因为这个 我的身体才发生了变化 宣言明 找我有事 没事 来看看你 我听说你拿了个什么舞蹈比赛的冠军 怪不得能让我爷爷帮你 看来你很厉害嘛 帮我个忙怎么样 没空 啊 你知不知道 从小到大就没有人拒绝过我 更何况 我还说了帮忙 和我有关系嘛 我不是说了 没空 你 这是我给你的报仇 我爷爷说 你喜欢这个 这两个内单是我小时候的珍藏 现在能帮我了吗 先说做什么 有人欺负我 帮我教训几个坏人 等我五分钟 玄天真火 硬花 喜书 差不多了 喜 何时九万九千九百八十则吗 还需要继续找破景需要的灵草和泥蛋 用力啊 吃饭了没有啊 用力 用力打 打呀打倒他 在这里教训坏人 薛元明 我在这里已经连输了五天 那几个家伙在我面前可得瑟了 今天你可一定要为我找回场子 只要你赢了一局 只要你赢了一局 我给你五十万奖金 怎么样 无聊 啊 你别走啊 一百万 偷心了吧 斯妮 你来了 白冠夫 斯妮 今天可是最后一场了 输了的话 你可要和我 白冠夫 你死心吧 我不会输 难道邱小姐这次带了什么高手 让我们看看 白公子这次可是带来杀手锏 都给我闭嘴 本小姐这次也带来了杀手锏 哦 斯妮 让我看看你的杀手锏 啊 就是她 就她 一个白骨 哈哈 斯妮 你别逗我了 你就算病急乱投医 也不能找个瘦不垃圾的牌骨来充数 哈哈 哈哈 白小姐你眼光确实不行 你这也叫杀手锏 你这是送人头啊 就她这小体格 一拳就被打废了吧 走开 啊 小子 你不知道我是谁 你是谁能咋样 她是我请来的 收起你那少爷脾气 你敢动她试试 哈哈 我是什么身份 能和她一般见识吗 斯妮 我们开始吧 对啊 秋小姐 赶紧开始吧 我倒是看看她 能不能在台上坚持一分钟 哼 对了斯妮 这次你输了 可是答应我 要陪我去绝壁岛度假 雪原名 来都来了 你就帮我一下吧 我输了 可要陪这个恶心的家伙度假啊 我替白贯风少爷打累 谁敢上 我等人上去了 斯妮 该你了 上吧 雪原名 替我好好教训一下她 无聊 我先回去了 你 气死我了 不会吧 这小子吓跑了 一场不打就跑了 这也太怂了 哈哈 秋小姐 这家伙是来搞笑吧 去 留下她 是 小子 留下 让你在本上面前装高的 打费你 这小子都没有反应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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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是 什么情况 夏原名 好样的 白少 没 没气了 这小子 胆子不小 白少 怎么办 继续 我白贯风不会输 无聊 给我站住 这小子看不起白少 给我拦住他 站住 小妖 白公子让你留步 白贯风对吧 你也配称呼我的名字 怎么 想认错 你给我听好了 我给你一次机会 让开 啥 他说什么 说给我一次机会 哈哈哈哈 这小子脑袋抽疯了 越来越装了 岂不知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白少给他脸了 把他废了 让他跪在我面前忏悔 小子 小子 忍命吧 老不朽 赔你脸了 滚 什么 怎么会这样 这 秦老可是有名的高手 还没出手就 有意思 这家伙竟然有些实力 我现在有些兴奋了 这才好玩 如果这小子被一拳撂倒 反而没意思了 好戏才刚刚开始 哼 小子 我给你准备了很多对手 我们慢慢玩 嗯 什么 啊 就是 给你机会不要 自找的 你 你 你知不知道你打的是谁啊 完了 你的人生彻底完了 给我跪下忏悔 是 也太生猛了 我 我喜欢 白公子 干掉他 这家伙简直疯了 连我们都敢打 都给我出来 你们听好了 谁先干掉他 我出两千万 两千万我要了 哼 哼 看你怎么躲 一起上 一刀斩 什么 逼到还是刹不起 小子 你终究还是疏忽了 小心 小子 有些本事 但还是太嫩 你躲不开了 薛月饼 你刚刚说 我躲不开了 这 什么 我用得着躲吗 用 用不着 这怎么可能 这小子怎么会这么厉害 白少 要不先撤 不要慌 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接下来干你了 你 你想干什么 我可是白冠锋 战神白起的儿子 给 给你个机会 磕头认主 为我所 你这混蛋 我父亲是 我不感兴趣你父亲是谁 我现在 只想踹 求死你 救我 我可是给过你的机会 求死你 快 救我 你知道我的身份 啊 薛月饼 要不放了他吧 没必要给自己惹麻烦 放了他 和你和麻烦都无关 这 今天我不想灭人 只是觉得你还不配我动手 再有下次 脑袋给你拧下 可 可恶 简直是七尺大辱 你这家伙 把我当成什么了 白冠锋 你敢 给我灭 哈哈哈 活该 这 怎么可能 现在 你没机会了 饶 饶命 我进去摆解 战神摆解 不能灭我 玄元明 战神摆解 不太好惹 什么 天哪 白兽 白兽亡了 完了完了 天塌了 哎 你有些冲动了 我给你安排个地方躲躲吧 不用 这家伙 面对战神还这么有底气 是真有实力 还是 心大 师父 你不是说 邪院门是一个古老的宗门 我们怎么来到山洞里了 宗门内的其他人呢 这个 等会儿你到了就知道了 师父 师祖 就在山洞里住 记住 要叫主人 到了 就是这里 累死了 谁能想到这地方这么偏偏 要加钱 对 必须要加钱 放心 都满足你们 这是 给你们加钱的人来了 这儿 牌子上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洞呢 我们不 不要钱了 哈哈哈 不加钱了 赶紧走 既然来了 请不想吧 啊 这是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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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不要怕 主人只是吸了两个白人罢 这又算什么呢 人带来了 回主人 带回来了 嗯 过来吧 主人在唤你呢 还不快去 这具身体还不错 但为何没有达到我的要求 主人恕罪 我先前为主人物色到了一具完美躯体 但那叫轩原名的小子 太过强大 把我打成重伤了 主人可以先用这具具体 放开 日后再去找那个小子 放开 罢了 小丫头 遇到我算你总医 啊 主人 恭喜主人出关 不 我并没有出关 主人出蝶 从今日起 你就是我之奴仆 我赐予你力量 我赐予你力量 日后 还肯带你成仙 现在 你的任务是找到那具完美躯体 是 主人 你们都退去吧 天地终究 要迎来大变 我要再休眠一段时间 主人 我的伤 算是给你的奖赏了 我的伤好了 多谢主人 多谢主人 看来主人这次还是比较满意的 徒儿 你 还想继续做我师父 你配吗 原初蝶 你疯了 闭嘴 接下来老实回答我的问题 你想干什么 把我骗到这里来 要不是我的体质不符合主人的要求 我是不是已经亡了 原初蝶 我是你师父 你不能 闭嘴 从今天起 你不再是我师父 好好 我 我不是 记住 以后听我的命令行事 好 都听你的 求你放我下来 走吧 这原初蝶变得好可怕 我堂堂宗师这样毫无还手之力 薛月明等着我吧 你再说一遍 战神大人 白贯封公子 亡了 谁干的 一个叫薛月明的人 据说是北疆大学的武术指导 不过 他和邱家的邱思宁小姐 关系不错 我知道了 白起 你给我出来 夫人 灌风亡了是吗 风儿她 白起 我嫁给你受苦受罪这么多年 不吐你什么 你竟然连自己的儿子都活不住 夫人 是我的错 你别气坏了身子 你离我远点 早知道这样 我当初就不应该嫁给你 夫人 你放心 我已经知道害了风儿的人 我会让她付出代价的 给你两天时间 我的官方 风儿 妈救你这么一个儿子的 萨西酋长 这里就是高印学所在的学校 高印学住哪儿 打听好了吗 打听好了 我们这次是打着交流学术的幌子来到这里 待会儿 会有人接待我们 到时候我们趁机卢走高印学 没人能拦得住我们 很好 完事之后 我们迅速赶回非洲 哈喽 你们好 你们就是非洲密尔大学 来华国学术交流的吧 是我们 你叫我萨西学长即可 我们这次也是慕名而来 麻烦你们了 不麻烦 萨西学长长得有些显老啊 我叫高大上 学生会主席 接下来 全程我来接待你们 能不能先带我们到处转转 我们很好奇 高印学所在的学校 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没问题 来了这里 就当自己家 我华国人好客 绝对给你们提供最周到的服务 萨西学长 怎么样 我们学校的环境不错吧 是不错 不知道传奇科学家高印学住在哪里 我们想去拜访一下 这个 如果为难就算了 我们来到华国见识非浅 就算没见到高印学 也算是不需此行 哼 倒也不是不行 高导师一向不喜欢别人打扰 我带你们过去看看吧 但你们可不能去找他 毕竟学校里明文规定过 放心 我们也是懂礼仪守规矩的 高导师 高导师就住在里面 每天不知道多少人想拜访他 可惜能见到他的寥寥无几 进去 等等 你们干什么 我不是说了 不能进去 你说的不算 告诉我 哪个是高印学的房间 你们这些骗子 我高大上 怎么会受着危险 你灭了我吧 好 那我就成全你 灭了你 等等 开玩笑的 实事无证为俊杰 我高大上是俊杰 我说 小废话 赶紧说 那个房间就是 是 沈月明 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只能出卖你了 谁 请问是印雪高博士吗 是我 你们是 什么情况 高导师怎么在 沈月明的房间内 难道他们俩 逢居了 不 每一天只会的女神 怎么会看上 沈月明 我差在哪儿了 我们是来自非洲密尔大学 今天特地前来拜访 不好意思 我正在约会 改天再聊 萨西丘长 怎么办 这高印学 太不尊重人了 继续瞧门 门打开后 直接绑了他 萨西丘长 不开门 高印学不理我们 不惯着他 踹门 我来 看我一脚把门 踢个粉碎 有没有玩 我的刀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上 抓住他 高小姐 实时物质为俊杰 乖乖配合我们 我们不会伤害你 你们在这里闹事 经过我同意了吗 什么 薛元明 你怎么会在这里 臭祸 这里是我家 这句话我该问你 萨西丘长 他说的好有道理啊 萨西丘长 他说的好有道理啊 到底站哪边呢 陈元明 这是伟大的神 交给我们的任务 我希望你不要管这事 让你们的神过来亲自和我说 放肆 你算什么 神会理睬你这种小人物吗 那我也不想理睬你这种小人物了 大胆 敢在酋长出手 一起上 知道我不好惹了吧 我现在是有男人的 你们再敢打我主意 我男人全部给你们打趴下 你那是什么眼神 死心糾纱 怎么办 撤 回非洲大陆找救援 狗兽 乖 你吩咐 把他们送给守夜人 公银战神 我这次来 你们应该知道何事 战神大人 此事不用你出手 我们把那人抓来给你 不用 我亲自去找他 此人叫轩元明 现在在北江大水正将 没了 没了 就查到这点信息 大人 这就是此人的奇怪之处 很多消息 根本查不到 就好像 好像这个人 凭空蹦出来一般 这就有些不同寻常了 既然如此 你们去把他找来 我就在这里等他 是 轩元老师 在指定我一而如何 不能 小气的男人 你就是轩元明 你们是什么人 这里没你的事 我现在问你话 你是不是轩元明 直接说是 跟我们走一趟 不说是 你们可以走了 你小发听转啊 信不信我捶爆你 给你个活命的机会 战神大人要找你 什么 战神白起 战神怎么要找轩元明 哼 不去 你说什么 战神的命令你敢不遵 命令 战神算什么 我看你是活命以外了 炸弹 拿下他 轩元老师 你是怎么照着到战神白起的 好像是他的儿子被我灭掉了 什么 你灭了战神白起的亲儿子 别叹了 赶紧去找爷爷 那可是一尊战神 嗯 什么 爷爷 赶紧想办法吧 如果战神清零 整个北疆大雪 恐怕都要封灭在他的怒火之下 唉 能有什么办法 以你的面子 能不能误旋一二 我在战神那里有面子吗 那可是战神白起啊 江南王都不敢招惹的存在 我现在却不是招打吗 没办法了吗 轩元明 整个北疆大雪 都要被毁掉 哎呀 先去见轩元明吧 围巾之计 只能让轩元明走得越远越好 全校学生无限期休假 战神大人 恕无无能 请大人责罚 哼 多少年了 还没有人敢如此忤逆我 真是稀奇啊 亲自去混混此人 就是这里了 出来吧 给我玩深沉 给我出来 不是 肯定是这个房间 没有 你在干什么 此人一直在房间里 我竟然未曾察觉 你是玄元明 不是 我堂堂一代战神 就这待遇 一个不知道所谓的小子 也敢跟我摔门 开门 抄抄啥 有没有礼貌好功德些 也给你脸了是吧 在这里啰里巴索起来没完没了 信不信大废 他在威胁我 他在对我动手 我可是一代战神白旗 这边再敢敲门打断你的腿 难道是我脾气太好了 是不是觉得我脾气太好了呀 神月明 你这边危险 这 什么情况 爷爷 这就是战神白旗 没错 你爷爷我有幸见过几次 是他无疑 看气质 不像啊 被人家给扔出来了 你连句话都不敢说 闭嘴 胡说什么呢 小命不想要了 战神大人 你这是怎么了 我扶你起来吧 走开 我这暴脾气 不乃战神白旗 给我滚出来 你再乱嚷嚷 我把你嘴撕乱 神月明 神言 神言哪 这位可是一代传奇战神白旗啊 不管他是什么 和我有关系 还真是无知 给我跪下道歉 我给你留个全尸 战神大人息怒 学员老师也是 这得你说话的分 爷爷 好可怕 魔忆中散发的气势 就让人不敢直视 为什么要灭我儿子 那可是我唯一的儿子 你知道吗 没有为什么 折到我 随手就灭了 随手就灭了 哼 是不是我也可以随手灭了你 你有那个本事吗 那你看看 我能不能灭了你 秦燃先生 快躲 什么 挡住了 竟然挡住了 啊 啊 什么 啊 哈哈哈 战神不会被打傻了吧 这都笑得出来 哈哈哈 好久没有被人这么打过了 爽 真是太爽了 那我就说这人脑袋有问题吧 被人打了还是爽 少说点话吧 姑奶奶 没看到战神大人要放大招了 我年轻的时候家族遭难 未婚期被抢 被人陷害 差点身亡 幸亏拜世一位军事高人 十年后出战既无敌 一路报仇雪恨 直到成就战神之位 那战神之位几十年来 无人敢忤逆我 你小子是第一个 接下来我要使出全力了 为了表示对你的认可 我可以给你一次出拳的机会 啊 我还没说开始 啊 清静了 唉 好无聊啊 本想这是一次金氏大战 没想到会是这样 白起大人飞走有一会儿了 怎么还不回来啊 我回来了 小子 你不想伍特 我还没说开始 这次 等你说完开始我再打 你当我傻吗 还让你打一次 反正你看上去不太聪明 你再敢烦我 我出手就不会这么轻了 不会这么轻 你小子把我打飞了五十多公里 还说打得轻了 气人太深 我可是一代堂堂战神大人 好可怕呀 战神真要发怒了 那也没用 我感觉薛元老师一巴掌就能把他拍在地上 哎呀 你这也太看不起战神大人了 还是太年轻 不知道战神的恐怖啊 嗯 嗯 轩月明 害我儿子 不如本战神 今日让你 剩你那么多话 白打吗 啊 这是骑士大儒 怎么能不打 可恶 我不服 嗯 嗯 这下服了吗 还是不太服气 你这么年轻 怎么能这么厉害 我想不通 嗯 哼 这下想通了 想通了 哈哈 哈哈 这真的是战神吗 白体大人震碎我的三观呢 唯一儿子的仇不报了 呃 不报了 哪有什么唯一 这是我最不喜欢的一个儿子 呃 呃 我还有其他七八个死生子 没必要报仇 哈哈哈哈 想得看 呃 轩月先生 请收下我的基盖 学姐叔 你想干什么 我白体虽然不是什么好人 但也不是什么恶人 我想请轩月先生出战 对付那些 妄想对付我华国的境外势力 我没空 我可以等 先生什么时候有空 什么时候出战 先生是我见过最经验的修士 由你作证 什么赤魅王良都没有活路可言 你先回去吧 学员先生 有什么需要我办的事情吗 在下必定竭尽全力 教授内灯和灵草 越多越好 好 我这就去为先生收集 荆家这几日没有派人来交接病入荷家的事情吗 没有动静 最近这几天 荆家有些安静的异常 没有动静 那就是要出事了 通知所有人 加强戒备 什么 小心小心 这是 江南王府的王岐 江南王府的王岐 知道了知道了 知道了知道了 血缘师傅 喝水 是老师 不是师傅了 血缘先生 救命 你 喝 何家人 怎么回事 何家遭劫 正被人涂落 血缘先生快 那何清梅呢 家主的现在生死不知 走 我们去何家 好 好 我派直升飞机送你们 到何家了 果然 全是尸体了 没有找到家主 家主应该是被绑走了 谁干的 血缘哥哥 这边看 我 这是王岐 七大王族干的 七大王族 谁封了我 不过是一群虾兵蟹将罢了 血缘先生 据我所知 荆家投靠了王族尹家 肯定是荆家让尹家灭族何家 属于我何家家主生死不知 其先生舅舅家主啊 荆家 管我的话当耳旁疯了 不管是荆家还是尹家 不可饶恕 老师 尹家是王族世家 盘踞江南上千年的豪门大族 被称为江南王 势力庞大 走 去尹家 他们敢灭何家 我就灭了尹家 下葚 这客戍 辛苦了 優清 可唯 要是 是哪个隐家啊 自然是江南王隐家 白天说 玄渊明又去灭了隐家 哼 什么 完了 这是要把天通破呀 爷爷 你要想办法救救玄渊老师 想办法 能想什么办法呀 那可是江南王隐家 而且一般的事情还好说 他这是去灭族隐家 爷爷 你还记不记得 是谁把玄渊老师引入北江大学的 对呀 是邱家 我怎么把邱家忘了 我现在就赶紧联系 喂 咋啦 邱老 是我 有个事要禀报一下 邱老 事情基本是这样 我知道了 那没什么事 我先挂了 这 邱老 你不打算救玄渊明了 救啥救啊 为啥要救江南王啊 我是说救玄渊明啊 宣元先生 救他做什么呀 他不用救 天塌下来了 也不用为他操心 这 你 爷爷 什么情况 我有些不明白邱老的意思 唉 静观其变吧 希望玄渊明能创造奇迹 姑奶奶 这次多亏你 不但保住了金家 还灭了何家 我毕竟是金家人 帮自家人做事 没什么 何家不自量力 全员灭门是应该的 姑奶奶 那宣元明有些本事 还是让江南王那边 小心一些 有些本事 有些本事是多大的本事 比你厉害 这 我金家虽然是豪族 在普通人眼中 是独靶一方的强大势力 但你们没有接触过王族 不知道王族的恐怖 王族底蕴深厚 无不是千年世家 豪族在王族面前 就是随意拿捏的蚂蚁 那个什么宣元明最好别来 来了 只有死路一条 姑奶奶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对了姑奶奶 那个何家家主何青梅 并没有灭掉 还是被抓回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 嗯 具体不清楚 好像是派去抓她的人 发现何青梅的体质有些特别 现在正在研究 老师 江南王盘踞在江南 我白家也在江南发展 我向我父亲打听一下 江南王具体住在哪里 以及何家家主的情况 好 爸 我回来了 哎呦喂 怎么这次回来的这么突然 爸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老师 宣元明 哎呦喂 宣元先生如此年轻 就当上了大学老师 年轻有为啊 爸 我有事和你说 啊 说吧 这 说呀 吞吞吐吐的干什么 我怕说了 你心脏受不了 哎呦喂 说什么呢 我白镜山是堂过大江大河的人 有什么是我受不了的 好 那我说了 我老师 要灭掉江南王 啊 爸 你没事吧 我这小心脏 爸 你是堂过大江大河的人 你这是把你爸扔在海里呀 哎呦喂 爸 喝杯茶 咬咬精 你们真的要去灭掉江南王 是 江南王惹了我老师 宣元老师 不 宣元大爷 你确定你没疯 你只要告诉我 江南王现在在哪里就行 哎呦喂 你们不能去 你们不知道江南王的恐怖 你这次失败 江南王一定会查出你来过我白家 到时候白家也会受到牵连 你这死丫头 上个学给我惹这么大的祸 爸 玄元老师前些时日 打败了传奇宗师古尔纳 一派胡言 谁都知道古尔纳是被白起战神干掉的 是真的 我亲眼所见 全球大学生舞蹈大赛上 宣元老师一着急败古尔纳 只是后来守夜人封锁了消息 所以消息才没有传出来 真的 我是你亲女儿 我能骗你吗 就算宣元老师真的打败了古尔纳 我也不同意 你不同意 我再去问问别人 老师等等 再给我五分钟的时间 爸 白家现在是什么情况 白家 这些年发展的不错 虽然不如十二豪族 但是也是仅次于十二豪族了 您老的愿望不就是让白家寄生十二豪族吗 愿望是愿望 王族的格局千年未变 豪族的格局也有百年未变了 谈何容易 现在不就是一个机会 宣元老师如果灭了江南王 十二豪族的金家也会一同被灭 王族我们不敢想 那需要极深的抵运 但我白家取代金家 晋升十二豪族绝对没问题 但是宣元老师不可能灭了江南王 是在人为我对宣元老师有信心 爸 不赌一把 百家在你有生之年 可能看不到金神豪族了 哎哟啊 罢了 我可以告知江南王的行踪 但是我有个条件 这件事你不要参与 好 这种级别的战斗 有我没我都一样 我也参与不上 天人哥哥 我们到了 胖吗 在你身边我不怕 喂干什么 这里是境地 赶紧走开 老套 又开始了 哎哟啊 没想到我白晋山大风大浪一辈子 现在竟然无比紧张 宣元老师绝对不是一般的人物 他敢来自由把握 江南王府守卫森严 能先进门再说吧 别说了 快打起来了 和你说话呢 耳朵聋了 啊 啊 反了 敢在江南王府门前撒野 干掉他 宣元哥哥 分给我两个 爸 看见没有 宣元老师打这些人 如砍瓜切菜一般简单 一马平川 别得意 江南王的大门不是那么好进的 那都是万年阴沉木打造 无比坚硬 这 刚才的话当我没说 嘿嘿 何人如此大胆敢擅闯江南王府 江南王在哪 不知小子 江南王名号也是你能叫的 上 拿下他 打死了喂狗 爸 快点啊 里面发生什么看不到了 别急 你爸玩无人机是专业的 哦 起来了 啊 这 纯属意外 算了 我进去看看 你给我回来 不要命了 没那么快打起来 这才进去多长时间 就算王府外围的护卫打起来 也分不出结果 这 父亲都打倒了 没看到怎么打的太遗憾了 哎呦啊 走吧 爸 你走错方向了 那边是出江南王府 我就是要出去 太吓人了 这玄元明 没准还真能打到江南王面前 那不是捅破天了吗 嘿 今天就是来捅破天的 赶紧着赶紧着 嗯 我不敢再让他看了 你这是坑爹你知道吗 顾奶奶 等我金家彻底吞并何家 更上一层楼后 我给姑奶奶送一座金菩萨过来 你们不懂 拜佛更在于新城 新城则灵 夫人 不好了 不好了 什么不好了 这是你能抄抄的地方吗 夫人 有人抢闯江南王府 嗯 哦 谁啊 头正铁 那人自称宣元明 为了何家而来 他竟然敢抢闯江南王府 现在宣元明打到哪了 帮什么 顾奶奶 我没想到宣元明这么大的胆子 这里可是江南王府 绝对不能对此人掉以轻心 王爷还在 他翻不起什么浪 我们打个赌 十五分钟之内 那个宣元明必然被击败 你们信不信 信 江南王府的实力 我们有信心 这宣元明自己赶着找灭啊 哎呦 又都打倒了 哇 我老是军人 横推江南王府 横推 你想的有点多 这才到哪 这才是江南王府的外围而已 来者报上姓名 老夫不展无名 说 何清梅在哪儿 老夫还没出手 你等我起来 大战三百回合 快点 没时间听你啰嗦 老夫宁死不去 大爷饶命 让我做什么都行 何清梅在哪儿 在偏远 何家是得罪了江南王的二夫人 被他派人抓来的 希望何清梅不要有事 否则 大爷饶了我吧 我只是在江南王府混日子的 怎么没动静了 大爷 还在吗 还没走吗 我去 你们是谁 我们是来看热闹的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这江南王府不能呆了 老夫先溜了 唉呦 此人我认识 是一名准宗师实力的强者 在江南市也算是一号人物 没想到被轩辕老师打得这么惨 十五分钟到了 走 去看看那轩辕明的尸体 什么 轩辕明 轩辕明 你 你怎么来了 何清梅在哪儿 轩辕明 这里是江南王府 到了现在 你该担心的是你自己 今日 就是江南王府的末日 大胆 当着姑奶奶的面 你敢如此放肆 少啰嗦 你们想怎么亡 给你们个选择的机会 轩辕明是吧 勇气可佳 但是脑子傻了点 把姑奶奶 敢打我 我是江南王的二夫人 不要你什么啰嗦 我管你是谁 何清梅在哪儿 完了 我要用世上最残酷的酷刑 输 救 救 大胆 轩辕明 放开姑奶奶 姑奶奶 你没事吧 给你载了他 快 载了他 是江南王府的暗卫 给我上 拔他的屁 姑奶奶 暗卫只是准宗师的实力 还不是薛远明的对手 还没见过王府暗卫灭不掉的人 在江南王府行凶 你是第一个 烧废话 你们一起烧 猖狂 你这样的 我让你烧废话 这 怎么可能 说 告诉你又怎样 你不可能救出何清梅 你不可能活着出去 这里是江南王府 容不得你放肆 少废话 带路 既然你想快点王 我就带你过去 快 来一个人驾着他跟我走 不过 你们两个只能活一个 什么 快点 不然你们两个都 不 不 既下家族一活 我 我驾着姑奶奶跟你走 我一个喜恨手 难道 我真的低估着薛远明了 何清梅被抓的时候 被检查出特殊体制 所以被带到了这里 这里是江南王的修炼场所 王爷救我 薛远明 王府内不许喧哗 周老 王爷呢 王爷还在闭关 谁会理会这种小人物 老夫在足矣 周老赶紧出手 毙了这狂徒 不急不急 王府好久没这么热闹了 慢慢玩 好耶 好戏要开始了 哎呦哎 佛祖保佑吧 从现在开始 薛远明才遇上王府真正的高手 何清梅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小心 江南王府有正国阻气 你想多了 对付这么个小子 还用得着正国阻气 他配吗 我懒得一个个去找 把你们所有的高手 都叫出来 那你要先打败老夫 这 现在可以叫出来了吧 你这个小豆崽子 你敢偷袭我 废话 这叫偷袭 这叫你消 好耶 爽啊 去边去 薛明 一 带着何清梅离开这里 那你呢 我留在这里 灭了江南王府 哈哈哈哈 好大的口气 哎呦哎 这是江南王的正派夫人 平时江南王闭关 都是大夫人处理王府 一定是我 是个狠角色啊 嗯 不是狠角色 也不会抗着火箭炮出来 大夫人 大夫人 大夫人救我 我为什么要救你 大姐 我 我是江南王府的人 闭嘴 今日之祸 都是你招惹的 为了一个金家 让王府被人打上门 都不够丢人的 大夫人 我错了 请救我一命 不过 这里毕竟是江南王府 你这小伙子在这里撒业 就是不给王爷面子 我也就只能让你 王在这里 疯了 什么 大夫人 我是王爷的女人 你不能连我一起婚啊 玉妃 疯 疯 不要 我是王府二夫人 这 轩原老是不会 小疯 什么 装完就想走 谁给你的勇气 这怎么可能 肉身扛火箭弹 就算宗师也不行 快 给我轰 不要停 我不信轰不灭他 小的美 这小的美 竟然这么厉害 大宗师 出来 好强的气场 哎呦 了不得 了不得 王府真正的至强人物出现了 这人怎么浑身包在铁皮里 那可不是普通的铁皮 那是地底岩浆包裹而成的无双战甲 据说 这位王府大宗师很早就入了宗师境 为了突破自己 以肉身跳入地底岩浆之中 最后完成突破而出 身上至此也沾上了一层铁皮 经过多年锻造 形成了如今的铁甲 防御无双 战力无双 厉害是厉害 就是觉得脑袋有些不正常 竟然跳岩浆 就是就是 接下来如果轩远老师 能够击败这位大宗师 就能见到江南王了 不过能一路打到这里 已经远远出乎我的预料 江南王府屹立千年 还无人敢如此做过 你敢不敢和我一战 没必要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你害怕了 但是现在已经晚了 只为你没有资格和我一战 我对你 只是单方面的头预 什么 你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给我把他的醉丝烂 我江南王府 还从未见过如此狂徒 大夫人抱宽子一 看着 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大宗师 你怎么样 毫发无伤 他根本破不掉我的铁甲防御 哈哈哈哈 你还真是个蠢货 我都说了 破不开我的防御 什么 这 怎么可能 我说过 我对你只是单方面的徒女 行了 不愧是我老师 哎呦 玄元明 神人啊 那是自然 我那大宗师 竟然就这么败了 王爷 王爷 你赶紧出来啊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怎么了 这时候闹地震了吗 这 并不是地震 是江南王出关了 这是 王爷这是修为大成的征兆啊 古乃第十二代江南王 何人喧哗 王爷 我刮了此贼 我要把他的肉喂狗 不然无法结我心徒之恨 夫人莫放 本王修为突破 已经无敌于世间 小姑娘 你笑什么 你说的话太好笑了 无敌于世间 这句话 让我有些忍不住 觉得好笑 那是因为你太不知了 好强的压力 这是什么修为 爸 这江南王什么修为 给我的感觉太不一样了 我从来没有在别的人身上 感受过这种气势 不知道 恐怕是突破到未知的领域了吧 现在还笑得出来吗 本王的修为你们根本无法想象 不就是突破个炼气期 有什么好装的 你 你竟然知道炼气期 小子 难道你出自某个隐世宗门 这小子敢闹王府 难道是有什么来历 你想多了 只是你这样的底层修士太常见了 底层修士 本王辛辛苦苦几十年 以天纵之姿突破到炼气期 你竟然说我是底层修士 不然呢 不是底层修士是什么 说你是高手 你配吗 哈哈哈 王爷 这种狂徒 你恐怕这辈子也没见过吧 还留着他干嘛 这种人 就是要把他打残 打废 让他后悔万分 听好了 本王不配 我倒要看看 哪里不配 本王不配 我倒要看看 哪里不配 好家伙 好戏开场了 哎呦喂 两个超绝高手终于要开打了 这注定是一场史诗级的对决 看到这等人物的战斗 我白镜山不枉此生啊 啥玩意儿 爸 这就是你说的史诗级对决 这怎么看 也像是大人在打小孩啊 这不是真的 本王怎么会被打飞呢 王爷 你是不是没用权力啊 王爷 到了现在 你可不能收着啊 放心 不会了 小畜生 我要收死了你 啊 啊 啊 什么 我可是突破了练琴棋啊 幸运丹田 给我爆 快点 大王回去吃饭了 我滅 平肉 两根手指足矣 啊 怎么 怎么会这样 大王的世界观即日被毁了 为什么会这样啊 这上哪儿说理去啊 接下来我只能 好 北京之际 只能去拿正国阻气了 宝贝女儿啊 你打我一巴掌 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 爸 别说是你 我都感觉像是在做梦 这也太简单了吧 那小子 赶紧去拿正国阻气 赶紧去拿正国阻气 这道铁门是太和经打造 关上后无人可进入 那小子无论如何也进不来 暂时安全了 多少年了 没动用过正国阻气了 小子 这是你逼我的 虽然这里很安全 那小子进不来 但有正国阻气在手 本王有信心出去掌了他 轩辕先生神人啊 打得江南王暴头数窜 龟宿不出了 轩辕老师 这个铁门是合金打造 恐怕打不开 你们让开铁 给我 什么 现在 还有藏的地方吗 小子 我有正国阻气在手 说不得你放肆 现在我给你个机会 就此离去 本王可以既往不咎 就此离去 你们灭和家的事情怎么算 你们抓和青梅又怎么算 一个小小的好族而已 灭了就灭了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还有这个女人 也就是体质有些特殊 让本王有些兴趣 如果你愿意让给我 本王可以送给你一个好族 或者本王可以拿更漂亮的女人跟你换 好 就凭你这句话 干嘛 心动了是吧 你只要拾去 本王可以给你很多你想要的 你今日必亡 什么 朕以为本王任你拿捏 你既然如此尸骨不化 别怪本王把你枕在阶下 哼 震果走气 虽然垃圾 倒是可以用 这把之前从拍卖会得来的剑 今天正好吸收这把所谓的震果走气 尚此剑正是恢复以前的光彩 小子 你竟然也拿出一把剑 是一把破剑 是来搞笑的吗 别废话了 我说过了 早点结束 回家吃饭 既然如此 老夫斩了你 看看老夫能不能劈碎你的破剑 让你这辈子吃不上四菜一汤 什么 哼 怎么可能 我的下巴要保不住了 哎呦 这是科幻片吧 不对 是全幻片 不用紧压 这是轩辕哥哥的正常操作 你 到底为什么用手就接住了 谁说我要和你对剑了 你配让我出剑吗 什么 我的震果走气 哼 快点 再开快点 战神大人 去江南王府做什么 还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着急过 今天 有人攻打江南王府 什么 什么人这么大胆 这不是找面吗 不自量力 战神大人 你这是去给江南王站台吗 不过我觉得 以江南王的实力不用担心 谁去谁往 我给江南王站什么台 我是去灭了他 一个小小的江南王敢惹轩辕先生 烦了他 还是太慢了 你扔自己去 你先回去吧 来的时候好好的 回去便闯同车了 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不能灭我 我之前已经给战神白起打了电话 他正在赶来的路上 你灭了我 白起不会放过你 战神白起的名号 想必你也听说过 你收过十万江南进军 一身修尾比本王指强不弱 战无不胜的长盛将军 我劝你赶紧离开这里 否则 白起来了 你就走不了了 还好 不算来得太晚 白起 你终于来了 快救我 完了 真是战神大人 万万没想到 江南王 我们请来了战神大人 恐怕又是一场恶战 小子 你很狂 但你是战神的对手吗 白起 给我斩了此子 我必有重心 白起 拜见先生 小子 你很狂 但你是战神的对手吗 白起 给我斩了此子 我必有重心 白起 拜见先生 那嘞 什么 战神大人 他贵了 白起 为什么 你为什么给这小子贵了 闭嘴 玄元先生乃绝世高人 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也敢惹先生 不可能 他就是一个无名小辈 就算实力很强 就怎么能和你我相比 玄元先生 这江南王你看怎么处置 人废了 整个江南王府 并入何家 遵命 以后何家 取代江南王成为新一代王族 为练七大王族之一 完了 一切都完了 何家成王族了 何家虽然遭受了一切磨难 但却近生了连做梦都不敢想的王族啊 三十七封剑 新那浩然气 神剑 开封 好强的机器 这把剑的品鉴 绝对超过了所谓的正国祖籍 无愧是玄元先生 随手为之 就是惊天度地 这种手法 闻所未闻 何青梅 这把剑就送给你了 当作你们何家的镇族之气 你们何家近生王族 也算是明正元顺 好 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男人 让我爱而不得的男人 老婆 你别急坏了身体 白琪 你这个废物 儿子都忘了这么长时间了 你还没有给我带来仇人的身体 老婆 那人不好惹 够了 以后别叫我老婆 白琪 你别忘了 你有今日的成就 是谁帮了你 我明白 我很感激江家 很感激你 哼 白琪 从现在开始 你给我滚出这里 什么时候报了仇 什么时候回来 好的 你放心 我会的 你坏我了 你这个废物 我怎么就架了你这个窝囊废 门葫芦 无能 废物 哼 亲爱的想清楚了吗 什么时候娶我 亲爱的 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等我搞定了那黄领婆 财山转移 和她离婚后 就娶你 那你可不能让我等的太长时间啊 别光说我 你和你老公怎么样了 哼 那个傻子 别提了 等着净身出户吧 真好 以后 我们 就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那是什么 救命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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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紧急情况紧急情况 长山湖发现一类灾害 目测伤亡达到数十日 快 紧急调动附近的守夜人 高手前来处理 这个震动 长山湖又怎么了 这是什么 屋中出现了一座宫殿 爷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我在这里都淡出鸟来了 我能感觉到这天地在变化 恐怕接下来不太平了 那好啊 最好冬天路再次开启 我们就有了成仙的机会了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恐怕一个大事要来临 所有的一切 都要在这个时代做一个了结 薛元明 出事了 出大事了 天塌下来也和我无关 能不能以后不要什么事都来找我 长山湖 你知道吧 就是我们北江市外 不远的一个湖泊 那里突然冒出了很多妖兽 妖兽 妖兽好啊 过去给叶猪一些回来 不但有妖兽 而且还从湖中冒出了一座巨大古老的殿宇 你说 这是什么神奇 古老的殿宇 有照片吗 有 你看看 这是 怎么可能 你认识这座宫殿 血离妖宫 不错 没想到这帮丑陋的家伙现世了 爷 你遇到没错 确实要不太平了 什么 什么妖宫 什么意思 玄元先生 玄元先生 出事了 出大事了 黄芬先生 长山湖湖面上出现诡异点语 现场不少人被摇手声吞 这是我已经了解过的 直接说重点 守夜人派人前去调查 但都是有去无回 我想请先生出手 我会去的 不过不是现在 那什么时候 三日后 血离妖宫的出现 需要三日稳固正方 稳固后的血离妖宫不再会轻易移动 为了避免让他们跑了 三日后我再前去最为稳围 好 那我就派人封锁长山湖区域 等先生出马 出手吧 小姑娘 我已经不问世事已久 我不接受你的挑战 我知道你的妻儿也住在附近 你 把我的妻儿做要袭 你一个姑娘竟然如此卑鄙 出手 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既然如此 别怪我逞强无情 什么 求求你放过我 这些妻儿 鲜美 修为得到了暴涨 主人应该会满意的吧 斩草除根 这人的妻儿我去解决吧 我没吩咐的事情不要去做 明白吗 明白 下不为例 是 听说长山湖有神秘店与现世 我们去看看 我没吩咐的事情不要去做 明白吗 明白 下不为例 是 听说长山湖有神秘店与现世 我们去看看 我五毒教古籍记载的没错 血黎妖宫果然现世了 小们 血黎妖宫是我五毒教的祖庭 里面肯定宝贝众多 绝对不能让其他修士占到便宜 不错 谁敢和我们抢血黎妖宫 直接灭了他 我五毒教不是吃素的 这一次五毒教清朝而出 血黎妖宫至在必得 里面的宝贝先不说 重要的是可能还有老祖在里面 什么 找门 血黎妖宫封锁了几千年 里面真的还有活着的老祖吗 点击记载的确实有 这事虽然有些匪夷所思 但谁又能说得准呢 不管如何 血黎妖宫不容其他人插手 围着一律灭掉 听守夜人说 这段时间不少舞者都前往一探究竟 现在长山湖周围热闹非凡 都说里面有修仙者留下来的宝贝 一个个的妄言欲穿 等着电雨开启 时间差不多了 出发吧 嗯 血缘先生 自从这血黎妖宫出世 无数修士闻风而来 而且还有不少邪教的修士 比如那五毒教就放出狂言 谁敢染指血黎妖宫就灭谁 很多修士都亡在他们的手里 开启了 等三天终于你送进来 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宝贝 看来我司徒月来的正是时候 这是司徒月 成名很早 早就退隐江湖 一身横练 当时已无对手 没想到这次血黎妖宫出世 把他也吸引来了 王老 司徒月来此恐怕没那么简单 根据情报 这司徒月最近和五道协会有接触 如果此人替五道协会而来 有些麻烦了 走进去 快点 去晚了老公就被人枪走了 玄元先生 我们什么时候进去 不急 王帆 你也在 看到老朋友怎么也不打声招呼 司徒月 道不同不相为谋 你有什么可打招呼的 那可不一定 我现在已经正式加入五道协会 现在咱俩是一条船上的了 五道协会 可不是和我守夜人在一条船上 我守夜人为国为民 无任何私心 五道协会就不一定了 都一大把年纪了 还是想不开 你既然不为自己着想 那我司徒月确实没有什么和你说的 告辞 玄元先生 这次进入 血泥妖宫的五道协会成员 应该不会少 我再多着急一些守夜人前来吧 不用 我不喜欢太多人跟着我 好吧 那就我跟着玄元先生一起进去 爷 我回来了 准备的怎么样了 按照你的吩咐都准备好了 这一次他跑不掉 进去吧 让我开船送先生过去 不用了 这 轩元先生 还真是生马 何止是生马 司徒月育空用的是真气 刚才轩元先生这一跳 我根本未感觉到任何真气波动 这说明轩元先生纯粹的力道飙射而出 肉身修炼到这种程度啊 神人哪 袁小姐 我们也该进去了 那个人影视 轩元明 他竟然也来了 袁小姐 正好这次一并把这小子抓了 送给主人 主人可是很喜欢他这具肉体 我说了 我没吩咐的事情不要做 你是不是耳朵聋了 再有下次 我毙了你 是 是 轩元明 之前你看不起我 现在的我 会让你高攀不起 大部分修士都已经进入了 我们也进去吧 还以为里面有什么危险 现在没想到是这样一幅场景 给我灭 小心 碰上硬茬子了 赶紧跑 守夜人 拿下他们 黄狼 都问清楚了 他们是五都教的弟子 目的是灭掉进来的所有人 想把这里据为己有 五都教 这群臭虫也来了 没想到血黎妖宫里面自成空间 而且还如此大 走了这么半天 我们还没有到达终点 诸位 我们是青帮的修士 一起走吧 轩元先生 这青帮是一个隐秘的古老组织 帮内有些修士 不过不是很多 要他们加入吗 没必要 进来的人大部分都要亡在此地 他们现在出去还来得及 小子 吓唬谁呢 不组队就不组队 还在这里危言耸听 一看你这人就没啥大本事 走走 懒得搭理他们 什么 这里怎么还闹地震 不同寻常 大家小心戒备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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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三乱的咒术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下三乱的咒术 血缘先生 进入我们体内的是什么东西啊 血咒 什么 血咒是什么东西 简单来说 就是一种诅咒 中了血咒 要一个时辰内灭掉一人 若为高深的人时间会长一些 否则就会血咒爆发 自焚而亡 什么 这血咒竟然如此耐毒 果然是一座妖宫 哼 又在吓唬人 一个时辰灭一人 否则就会爆发 哼 我不相信 世上还有这种诅咒 血缘先生 有办法破除这诅咒吗 很简单 现在出去 离开血里妖宫 血咒自己 我算是看明白了 这家伙说来说去 就是想让我们离开 这样他就少了像我们这样强的竞争对手 可以有更大的概率夺得这里的宝贝了 你们几个先出去吧 接下来我跟着宣言先生 不用 跟在我身边无事 青帮这几个小喽啰还跟着我们 看来还是心虚 救我呀 这 血咒真的爆发了 瞬间被烧成了灰 怎么办 下一个 可能就要轮到我们了 灭一人 那个小子不是说 一个时辰灭掉一个人吗 只有这样才能解开诅咒 那我们去灭掉谁呀 这不是有现成的人吗 青帮的小崽子嘛 别不失去 老东西 你也敢跟我们叫办 别怪我 怪就怪这小子自己说的 只能灭人才能让诅咒不爆发 自量力 滚 这么厉害 我们竟然被他一人一巴掌拍飞了 你肯定不是一般人 你到底是谁 守夜人黄帆 什么 你是大宗师黄帆 我去 这是踢到铁板上了 我们是灵 我们有点灰山 轩元先生 你看这几人怎么处理 不用处理 他们活不了了 走吧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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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死啊 自作孽不可活呀 啊 不好 他身上的血咒爆发了 不是 我来 没事了 我没事了 给我灭 太惨烈了 这不就是为了让大家互相残杀吗 快看 这 地上的血液 被大地吸收了 准确地说 是被这座血里妖宫吸收了 这就是血里妖宫开启的目的 血里妖宫果然是妖宫 进入后 又怎么能轻易得到好处 可惜很多人看不透 你们是干什么的 走吧 不用理他们 跟着他们 一个时辰就要灭掉一人 跟着他们 当作我们下一个时辰的解药 对 对 这件事好不错 跟着听着他们 这一方世界到底是什么呀 走了这么久 傻宝贝都没看到 累死了 前锋那可是 几位 请留步 这是什么 妖物吗 我这里有三把剑 一把零剑 一把金剑 还有一把铁剑 还有一把铁剑 你们要哪一把 呃 他这是干什么 赠送给我们剑 不知道啊 说吧 要哪把剑呢 嘿嘿嘿 我要零剑 灵器呀 哈哈哈哈 我做梦都得不到的质宝 这下发财了 恭喜你获得了一几灵器 那么作为灯架交换 你给我什么呢 呃 什么 灯架交换 你给我什么呢 我什么也没有 那可不行 既然你什么都没有 那就把你的身体给我吧 跑 你的一切 全都给我 不要 放了我 我不要离间了 这太凶残了 赶紧跑 赶紧跑 都给我站住 每个人必须要选择一把剑 一击就把武者六层的修士抽成了喜物 这树妖 实力很强 呃 怎 怎么办 快点选 不选的都给我亡 怎么办 该怎么选 选铁剑 这树妖 你拿什么给我呢 我这里有一颗棒棒糖 可以吗 棒棒糖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东西竟然如此好吃 这是宝贝呀 这树妖竟然把棒棒糖当宝贝 他竟然都没有见过棒棒糖这种东西 正常 这只树妖不知道和外界隔绝多少年了 太好吃了 这种宝贝 我觉得我的铁剑配不上你 那树大人 要奖上我什么吗 肯定有奖赏 就奖赏你成为一棵树吧 呃 什么 呃 什么 成为一棵树 是不是很幸福啊 哦哦哦 不用感谢我 你给我棒棒糖 这是应该的 好了 接下来你们怎么选 这算啥 选和不选都活不了 看来不管我们怎么选 这个树妖都不会放过我们 呃 还能选啊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没人选那我就指定人选了 宣言先生 这 小伙子 接下来你选 哼 空一边去 你在骂我对吧 我还敢打你 你咋反抗 你竟然敢反抗 啊 让开路 臭虫一般的东西 是小伙子疯了吧 敢一弄鼠妖 不是疯就是傻 接着现在 我们赶紧溜 说我是臭虫 我仇灭你 我灭 被我刺中了 什么 你的身体竟然没事 是 这小子竟然扛住了 树妖的攻击 不听话 就捶抱你 小伙子外来休息 我先犯不了你 啊 看吧 这就是不自量力的后果 他终究还是不敌树药 这仙子 赶紧溜溜溜了 这就是敢反抗我的后果 在这血泥妖宫内 你们才是操不操 你 你怎么可能症状 本来还以为你能给我带来一些惊喜 现在看来 一点难度都没有 你想干什么 我警告你 这里是血泥妖宫 自然是把你连根拔起 你小子 我再次生长千年 紧紧招跟血泥妖宫 如围一体 你休想把我连根拔起 你做梦吧 你 什么 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 住手 快给我住手 快给我住手啊 哼 你在保护薛元先生 终究还是低估了 这力量无敌啊 还是什么 竟然把一个千年树药 都连根拔起了 这小子有苦怪 快跑 天雷斗了 可别我灭 天雷 你敢 这玄妖宫撒野 你不可能活着出去 啊 救命啊 啊 走吧 我们怎么办 我们恐怕累不及了 什么意思 一个时辰的时间到了 啊 好险 要不是正好看到这三人被我们灭掉 我们就要被血肘焚身了 这次进来的修士恐怕没几个能活着回去 长老 我们要不出去吧 闭嘴 别忘了我们这次进来的任务 世界要变天了 我无道协会要抓住机遇 要做这个世界的天 那血肘再爆发怎么办 见人就灭 没有别的办法了 如果见不到人呢 见不到人 我们这不是还有三人吗 我倒是有个办法 让你们避免血肘 谁 出来 五毒教 五毒教的人 你们竟然也进来了 最该进来的就是我呢 因为这里本来就是我五毒教的祖庭 你们来找我们想干什么 合作 我们给你们克制血肘的丹药 我们五毒教需要人手 帮我们彻底掌控这座血肘妖宫 让五道协会和你们五毒教合作 你在说笑 不同意 那就算了 我们走 等等 可知血肘丹药给我看看 嗯 章狼 这要能吃吗 能不能吃 你先给我试试 感觉怎么样 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反而体内多了一丝 温量的气息 这么说丹药没毒 我压制不住血肘了 救我 废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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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缓过来了 原小姐厉害 此地的血肘都奈何不了你 这里的机缘肯定是小姐的 原小姐 你既然能挤出血肘 不如趁机招收一些修士 为我们所用 有道理 那就招收一些吧 轩原先生 我们去哪儿 去血肘妖宫的核心地毯 好像不是这个方向 我去找些东西 应该就是这里了 这竟然是一处药田 都是有年份的灵草 就是这里我们到了 这是什么东西 像是一根肉球 莫要胡言乱语 这就是老祖 老祖吸收了血肘爆发修士的血液 心脏开始重新跳动了 老祖只剩下一个心脏了吗 还怎么复活啊 老祖自有办法 掌门 我回来了 这是何妖物 掌门 武道协会行长老 答应和我们合作 很好 行长老实实问 您是武都教掌门 先说好了 我们只是暂时合作 事不可谓我们会立刻离开 哼哼 如你所愿 您是武都教掌门 先说好了 原小姐 想不到此地还有这种奇物 这里竟然有一颗跳动的心脏 这里竟然拦了这么多人 你们是何人 我家小蝶 原初蝶 很好 和我武毒教合作怎么样 可以给你一枚压制血肘的担药 不需要 我家小姐已经为我们压制了血肘 什么 除了我武毒教 竟然还有人可以压制这里的血肘 我不信 你不信 那是因为你无知罢了 放肆 你敢对我武毒教无理 给我拿下 住手 宝戏还没开始 不着急动手 没动手算你们走运 我家小姐是来这里寻宝的 你们有线索吗 这颗心脏就是这里最大的宝藏 真不少 又来了一拨人 没想到这次活下来这么多人 有意思 薛月明 可恶 还对我挨打不理 薛月明 今日我会让你知道 你高攀不起 你们几个 想要活命吗 我可以给你们压制血肘的担药 永不到 我们自己可以压制血肘 啥 你们也想 邪门了 血里妖宫的血肘这么容易压制吗 更有意思了 一个个竟然都能破解血肘 这批修饰质量很高 这人先生 那是什么东西 哦 妖人的心脏 一旦让他离开血里妖宫出世 生灵投叹 什么 既然如此 必须毁掉他 方郎 我去毁了他 大蚊 本算是什么东西 敢在此奉刺 这种歹毒之物 我守夜人有义务毁掉他 黄帆 少在这里端守夜人的架子 这东西可是宝贝 让你毁掉了 大家岂不是白来一场 我都说 我就是要毁掉他 我看谁敢怂我 先破了我五毒教这一关再说 黄老 我来 就这样小垃圾 也别在这里说大话 黄帆配不配 这血连妖宫乃是大凶之地 这些东西也都是妖物 我守夜人又守卫天下安宁之责 今日谁敢阻拦我 就是和守夜人为敌 丁长老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该你出手了 五道协会和守夜人秉立 所以我不同意你毁坏此堡 五道协会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身上的职走是什么 时代变了 守夜人那套家国大义 也该改改了 你行长老 也算是五道协会高层 能从你嘴里说出这种话 我只能说一句无耻 多说无意 黄帆 这里这么多人都不同意 我看你能如何 那就站个痛快 可我竟然偷袭老夫 狂犯 你不行 宣元明 上次你不是很嚣张吗 有本事再战 上次要不是主人 我恐怕此生就是个残废了 这次有云出叠子 无论如何也要捉了宣元明送给主人 你们 所有人 想要护住这颗妖人心脏的家伙可以一起上 我不想浪费时间 上次把你废了 你又出来蹦跶 但我再废你一次 看看你还能不能再蹦跶起来 羽小姐 救救我 宣元明 住手 他现在是我的人 你的人 有什么特别吗 你竟然 我的青脈 修为 四肢 竟然全被你废了 宣元明 你还真是一点没变 朋友 你真的要和五毒教为敌吗 谁是你朋友 既然不是朋友 那就是敌人了 金球不吃吃把酒 跟着他 各位 我协力用锁链 捆住此人 我还以为有多大的本事 还不是被我们抓住了 可恶 放弃我变了他 上 给我碾碎他 哼 不自料理 哈哈 养上了 小子 独消片刻就会被毒液融化掉 这就是和我五毒教作对的下场 哦 是吗 你是否有点过于自信 什么 多谢你们赠送的妖灯 刑长老 此时不想更待何时 诸位随我 一起拿下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南明离火掌 南明离火掌 玄远先生小心 这是警长老的绝学 一掌之威 曾经打破过一位大宗士 趁现在 上 小子 看你接不接得住我的南明离火掌 灭 什么 你跑得了吗 我疼 什么 你干什么 鞋齐齿大乳 你竟然把老夫当做棒锤乱灰 这是什么恐怖存在 老夫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狠人 玄远先生就是牛 没人能奈何得了玄远明吗 看来今日还是需要我来出售 哈哈哈哈 你这样优秀的年轻人还真是不得见哪 假如我五毒教如何 我给你个副掌门当当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和我说这话 副掌门算哪根从 本掌门一圣寒阳很高 今日也被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崽子激怒了 给我吞了它 小子 你以为接住了蛛丝就完事了 哼 我告诉你 这蛛丝粘性极强 我根本摆脱不掉 糟了 这五毒教掌门的妖兽等见几口 一旦被缠住 麻烦很大 现在给我过来 成为我这蜘蛛妖兽的食物吧 我不信 给我过来 用点力 把这小子拉过来 这怎么可能 这小子的生气如此担保 怎么会拉不动 哼 开我 你给我过来 这 什么 这小子 这小子 是有多大的距离 竟然把我的五毒蜘蛛 如此轻松地拉过去了 小子 给我王把 五毒蜘蛛攻击力绝对超越大宗师 你这是自取灭亡 给我碎 什 什么 我的五毒蛛 接下来 你敢 小子 不得伤害我的妖兽 五毒蛛 赶紧回来 小心 你回得去吗 小子 你敢对我的妖兽做什么 我必战你 大好的妖丹 不收还不收 不错 这颗妖丹等级可以 算是没白来一趟 你 灭了我辛辛苦苦 培养了上百年的妖兽 这家伙 还真是个猛人哪 还有谁想要阻止我 薛月明 我们俩的恩怨 也该解决一下了 原初蝶 你又出来笨的了 我劝你一句 离我远点 你 你还是看不起我 我并没有看不起你 那 你是 我根本就没有正眼看过你 吓 洗坏我了 薛月明 我已经脱胎换骨 不是以前的我了 所以呢 所以现在的我 你惹不起 我让你后悔说出这话 哼 什么 我不信 给我灭 怎么可能 云小姐有了主人的改造 竟然也不是薛月明的对手 薛月明 你太过分了 啊 这股邪恶的气息 竟然不属于老祖的心脏 有希望干掉这小子 我用你 付出代价 知道原初也不对劲 没想到它被污染得这么严重 而且看气息 和无形无体的腰围 看来大势将其 这妖物要彻底出师 我不信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这么强 为什么 我如此无能为力 你难道真的不可战胜吗 别挣扎了 对付你一只手就够了 告诉我 你在哪里受到了无人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要灭了你 哇 你找命 薛月明 饶命 薛月明 你还是心软了 新长老 接下来只能你力挽狂澜了 你是眼神不好还是脑子有问题 我刚被这小子干了 你让我力挽狂澜 你行的 行什么行 要干你自己去干 我先溜了 站住 干啥 还要留我们吃饭啊 吃了我五毒教的丹药 就这么走了 你想的太简单了 腿长在我身上 我想走你拦得住 我就走了 我还能跑 我还能大跳 你奈我何 别把自己太当回事 我五道协会不去任何人 玩够了吗 该发作了 什么意思 这是怎么回事 是 弹药的问题 救我 哈哈哈哈 我五毒教的骨丹 竟是那么好吃的 现在没人救得了你们 乖乖成为我五毒教的血尸吧 不 啊 呃 呃 一个道 无人竟然瞬间变成了这种东西 太恶心了 这样的邪术 这样的邪术竟然还在使用 轻食 五毒教 毕灭 小子 吹牛谁都会 现在 所有血尸给我啃了这小子 小子 孤单生成的血尸不死不灭 实际战力可能超越了大宗师 我看你怎么活 行活 这是 身体产生的异象 而不是术法产生的 这是大修行者才具备的能力 轩辕先生 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很好 很干净的 一点骨头都不要剩下 你想的多了 什么 这么简单就解决了 这小子竟然如此强 这么年轻的强者 为什么我没听说过 果然 还是无人能奈何的了宣渊明 五毒教的人 席个不留 上 铲除五毒教 妖术 赶快想办法呀 这里可是我们的主场 怎么能让外来人偷虐我们 可恶 小子 我会让你身不如死 看似轻飘飘的一脚 竟然差点要了我的命 这人好恐怖啊 今日这里的邪恶东西 全部都会被毁灭 哈哈 这里是我五毒教的祖庭 我绝对不会让你得逞的 小子 接下来我会让你见识到真正的力量 这是个狠人 哈哈哈哈 老祖我三千年再次复活 主宰大帝 哈哈哈哈 今日老祖抽关第一件事 就是血涂千里 让这人间知道我的恐怖 血涂千里 你敢 我划过还轮不到你来放肆 我来面捏 去 蚂蚁一般的东西 这自称老祖的家伙实力很强 有希望打败轩原明吗 轩原先生 这怪物不是一般的强 你要小心 嗯 知道了 动动手指的事情 哈哈 动动手指的事情 你还真是让老祖我笑死了 你要是能笑死 就省得我动手 嗯 轩原先生也会说笑话吗 嗯 瞧瞧本老祖 我灭了你 说用一根手指 就用一根手指 这游戏违背修仙常识了 一根手指怎么可能把老祖我弹飞 我不信 再来 不可能 再来 再来再来 确定了 这是我打不过的人 开我的 这是我的猪肠 这里的一切力量我都可以调动 我虽然打不过你 但你也灭不掉我 是吗 试试看 十层防御 来呀 打到我 算你赢 翠子妈小五 哼 哼 什么 这怎么可能 一拳 就一拳教主就灰飞烟灭了 这 而且是吞噬了老祖心丧的掌门 以前是我太无知了 原来轩原明 根本不是我可揣测的 不过 我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 雪原明 你必须啊 不可饶术 不可饶术 所以这样就剩了吗 谁的声音 难道那什么老祖还活着 这妖人在漫长的时间里 已经和雪梨妖宫融为一体 一般情况下灭不掉 小子 明白就好 现在我要关闭雪梨妖宫 我们所有人就准备困在这里吧 想怪这雪梨妖宫被困我是主宰 我们慢慢玩 不好 雪梨妖宫关闭了 雪原先生现在怎么办 该怎么出去 自然是怎么出去 怎么回事 雪梨妖宫的门怎么关闭了 雪原先生还在里面 老公关闭 他们还怎么出来 这 你刚才的话算我们没说 可恶 既然被你们跑出来了 爷 都已经准备好了 小子 我记住你了 这天地一变 来日方程 没有来日方程 今日就昏迷了 大言不惨 你拿什么留住我 怎么可能 这是练狱大阵 练狱大阵 练狱大阵 你怎么会 对 可恶 不 小弟 饶我一命 我愿意做牛做吧 没有朋友 西唐 看你不太高兴的样子 是那个玄元明没有找到吗 爷爷 你说什么呢 谁 谁找他了 爷爷也是过来人 都明白的 如果现在有一件事 需要你立刻去处理 爷爷 什么事啊 这么紧急 前几个月 我孔家几乎耗尽了所有的现金流 买下了南太平洋的一座小岛 开发黄金资源 我想此事 你也知道 是那座小岛出问题了吗 不错 这座岛前几日出现了一些很难解决的事情 这次 你带上所有的孔家高手 一同前往 好 我马上出发 吸收 九万九千九百八十一层了 经历了这些事 终于在此破镜 现在破镜需要的能量越来越多了 大哥 有好消息 我这边发现了大陆之河的线索 快说 在南太平洋的一座小岛上 出现了大陆之河的异象 好 地址给我 我尽快赶过去 大哥 按照你的吩咐 你想走水路 看一下大洋的变化 我已经为你安排了国内最豪华的游轮的天字吧 好的 那就那样吧 斯诺 我们好久没有出来散心了 这次正好乘坐你家的游轮 一起去漂亮国 也就是为了满足你的心愿 要不然我才不乘坐游轮 时间太久了 反正也没事 你这次是去漂亮国继承佳业 等你继承了佳业后 可能就没太多时间出来了 那是 萌萌快看 那是小哥哥 小哥哥 你是说那位轩原名 在哪呢 这 他刚才就在那里 我看见了 斯诺 自从上次一记探险回来后 你就经常念叨这轩原名 说实话 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萌萌 你瞎说什么呢 看你这样子我就知道了 不过 斯诺 我需要提醒你 你姓谢 注定了和那轩原名不是一路人 萌萌 小哥哥很厉害 你这就是典型的花痴少女 对一个人的喜欢是盲目的 薛原名是有些本事 但他还远远配不上你 能配上你的 只能是门当户队的家族子弟 比如王公子 咳咳 斯诺 这么巧啊 呦 说到王公子 王公子就来了 这也太巧了 王琪 你怎么也在这儿 肯定是特别的缘分 要不然 我们怎么会在这里碰面 对对 这就是缘分 斯诺 我不打扰你和王公子了 你们聊 等等我 我正好还有些事需要处理 这 王公子 斯诺就着脾气 对认可的人很热情 不认可的极其冷淡 你多和他见面就好了 无妨 这个游轮到漂亮国 需要一些时间 本公子有的是机会 这是你的报酬 吴冒 本公子很欣赏你的办事能力 多谢王公子 薛原名 薛原名 真的是你 封怀飞和黄元月 还有乔佳佳 这三人都是我十年前的大学同学 没想到在这里碰到 你小子 怎么这么多年一点都没变呢 细皮嫩肉的 跟个小白脸似的 阿民 一会儿十年没见了 没想到这么巧 能在这里见到你 佳佳 好久不见 乔佳佳这女孩很善良 我当时在壁谷修行 很少吃饭 乔佳佳以为我吃不起饭 经常给我带饭吃 回忆起这些恶事 我以为我会胡锦胡搏 没想到 还会横生许多感触 看来随着十万层越来越近 我的心境也在不断变化 我觉得你这话说的不对 宣元明真是碰巧和我们遇见吗 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宣元明啊 你是不是故意来的 你想多了 阿民 是这样的 我们正在这艘游轮上 举行同学聚会 不过来的同学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毕竟能登上这艘巨型游轮 花费不小 就算我是这艘游船的负责人 也只能免部分的费用 所以 宣元明啊 我们没有通知你 希望你能理解 理解 你们联系也联系不上我 宣元明 你就继续装吧 你绝对是打听到我们在这里聚会 故意来接近我们的 阿民不是那样的人 你忘了 大学的时候 阿民最喜欢亲近 根本不参加班级的任何活动 不主动和任何人接触 佳佳 那是你有所不知 你恐怕不知道 宣元明暗地里追求过黄媛媛吧 啊 是不是啊媛媛 啊 是有这么回事 无聊 你们玩得开心 我先走了 这黄媛媛媛 我们则是安利华北区总经理 大家都敬一敬 这次啊我们之所以能在这座豪华轮船上聚会 多亏了方怀妃 是她帮我们订了人字号的豪华客房 好 方总 我敬你一杯 我也敬方总一杯 方总发大财 来 大家客气了 都是同学 我方怀妃既然有如今的地位 为大家做点事情 应该的 怀妃 这人字号豪华客房到底有多尊贵 给大家科普一下呗 行 那我就给大家科普一下啊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艘巨型邮轮啊 是国内最豪华的邮轮 没有之一 那是顶尖家族谢家所有 邮轮上更是设有天地人三个级别的豪华房间 地字号客房也只有九间 象征着九五之尊 也是很尊贵的客人才能住 其中天字号客房最为尊贵 整个邮轮只有一间 只有最顶级的人物才配得上 那我们人字号岂不是也很尊贵 这么大的邮轮比我们高级的只有十间 没错 我给你们安排的就是仅次于天字号和地字号的人字号客房 一共只有一百零八间 都是豪华至极 每一碗的价格都在五千人民币以上 哇五千一碗 这也太贵了 要不去方怀飞 我恐怕这辈子也不会去住这么贵的房间 大家一起感谢方总 来来 阿明 嗯 你现在做什么呢 在一所学校教书 教书 那也挺好的 你呢 在做什么 我 我只是普通的上班族 对了 薛云明 你既然来了 也说句话呗 这是薛云明 当年班级的小偷明 不是没通知他 他怎么来了 既然不爱说话 我问你个问题 你偷偷来了 住什么房间 这还用问吗 肯定是普通客房 没准连普通客房也没有 薛云明 同学一查 我给你安排一件人字号 还得方总大欠 薛云明 还不赶紧敬方总一杯 哼不用了 我住天子号客房 你说啥 薛云明说他住哪里呀 方总 薛云明说他住天子号客房 这薛云明平时闷葫芦一样 没想到说起大话来也不眨眼啊 薛云明 这种大话你也敢说 谁信啊 你们怎么能这样 怎么知道薛云明在说谎 佳佳 薛云明这种拙劣的谎言 不攻自破 乔佳佳 你相信他那就是太天真了 我作为这艘游轮的总经理 定位仅在船长之下 天子号的房间 早就被定出去了 而且是一位 不可言说的大家族 为一位大人物定的 薛云明说他住天子号客房 难道他是哪位大人物 别开玩笑了 鬼都不信 薛云明 你不爱说话可以不说话 没必要骗人啊 就是 这样大家还怎么处 混得不好我们可以帮你 但人品有问题就没智了 也就是同学医生 不然走就瞅他们了 阿弥 不管怎样 我信你 好了 不要再说了 同学医生 给些面子 饭都吃完了 我带大家去游轮上耍耍 听方总安排 今晚玩得痛快些 薛云明 一起去吧 不去 说你两句还生气了 佳佳 劝劝薛云明 毕竟同学一场 好多年没见呢 阿弥 一起去玩玩吧 这次见面之后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 呦 方总 你来了 这些都是我的同学 每人发三千筹码 算在我头上 方总大气 方总不会是我们的好同学 方怀飞 可比某些只会吹牛的人强多了 薛云明 你不玩吗 不玩 嗯 我也不想玩 乔佳佳 你这些年 是不是过得不好 啊 我 你怎么知道 其实我这次是 偷跑出来的 不过 这乔佳佳 浑身有一股淡淡的灰气 这就是大家 常说的美与你缠身 这些烦心的事情 就不说了 有机会 我再和你详细说 吉哥 看我这些同学怎么样啊 看样子都是穷酸货 不太肥 不肥也够宰了 每个人拿出几十万 应该问题不大 这套宰自己的同学 你倒是下得去手 同学有什么用啊 不就是带宰的吗 况且 我在他们身上 每个人都投入了将近一万块 一定要捞回来 不然我还不亏死了 哼 放心吧 有我在 今天在他们身上捞个一二十万没问题 很好 事成之后 吉哥你六我四 喂 淮飞 过来 陪我去赌量吧 哇 又赢了 已经赢了一万块了 来源啊 不如玩捡大的 这样赢的太慢了 淮飞 你说的对 今晚 人家答应你的追求 愿意和你深入交流 哇 我也赢了 这就是在捡钱啊 嘿嘿嘿 各位同学啊 可以适当的玩大一点 赢了足够的钱 后半辈子 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我也经常在这里玩 说实话 我都在这里赢了几百万 挺放纵的 这一把我下两万 我也两万 哼 赢吧 赢得越多 待会你们吐回来的也就越多 佳佳 你在这干啥呢 你和薛元明在一起没前途 走 跟我去赌钱 我就不赌了 走吧 现在就是捡钱 赶紧赌量吧 佳佳 下注啊 可是 我不会玩啊 这样 我给你下 赢了算你的 输了算我的 决定了 我们压大 好耶 赢了又赢了 你扔着飞机 你呀继续呀 这个 差不多了 该收网了 没错 怎么回事 怎么又输了 都快要把赢的给输回去了 主持同学 不要慌张 听我一言 赌博 最重要的就是心态 我那几百万怎么赢呢 就是放平心态 方总 可是我们一直说 今天怎么可能放的平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 赌博必胜诀窍 只要学会这个诀窍 保证赢 而且百分百赢钱 啊 必赢绝窍 这么神奇 方总 别掉我们胃口了 跟你说吧 必胜绝窍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倍数压住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玩头子 单核双的概率都是百分之五十 比如我们第一局压双 压一百块钱 如果输了 那么第二局就继续压双 而且压二百块钱 以此类推 如果还不中啊 第三局压四百块钱 毕竟出双的概率是百分之五十 只要一直压下去 总会赢 哇 还能这么玩 方总一些话 让我大彻大悟啊 哈哈 这确实是必胜的诀窍 逻辑上没有漏洞 佩护方总 怪不得年轻有为 不过方总 我有个疑问 如果遇到极端情况下 连续六七把单 或者十几把不出双怎么办 那时候我们手里的筹码 早就压没了 到最后还是输啊 对 虽然这是极端情况 概率极小 基本不会出现 但是不得不防 是啊是啊 你说的这种情况 我早就为你们想好了对策 哦 这位是姬哥 和方怀飞的铁哥们 手里资金雄厚 如果遇到这种极端情况 大家可以找姬哥贷款 姬哥看在我的面子上 都会借给大家 哈哈哈哈 都是方总的同学 看在方总的面子上 你们借捆 我就不要利息了 之前 我就是用这种方法 在这里赢了几百万 哈哈 方总这么说 这是百分之百成了 干了 借姬哥的钱 也就是极端情况下过一下手 反正最后我赢 哈哈哈哈 主爱 那就糟起来吧 今天都给我赢一辆宝马再走 上钩了 我押五百 小 我去竟然输了 不慌 我再押一千 不两千 继续押小 我连续出了五把大了 我就不信了 继续押一万六 小 四五六 到 连续六把大 这怎么可能 才六吧 晃什么啊 重要的是心探 可是 我没钱了 找姬哥呀 姬哥不收利息 免费用钱 多好啊 可是 快点的 买巧买大 买定离手 连续六把大 如果放弃的话 下一把出小 前面所有的钱都白打了 干了 姬哥 几乎五万 钱有的是 你们要多少有多少 下五万小 小小小小小小 二单小 哈哈 赢了赢了 方总万岁 几个仗义 等会儿 我请两位哥哥喝酒 厉害 方总的方法果然有效 既然这没有效 今天就彻底造起来吧 我要赢回一套房子 来来来 赶紧笑 我要一万 佳佳 梁小明都亲自实验了 我们也别闲着了 赶紧赚钱吧 佳佳 我真不想玩了 你呀 知道现在为什么你会混得这么差吗 就是这不想那不敢 当年在大学的时候 你可是我们班的班花呀 以你的姿色 该加个大款才对 当年如果你答应那些富二代的追求 现在也不至于这样 我有自己喜欢的 我知道 你喜欢那个榆木脑袋轩元明 但那家伙 要啥没啥 又不会说话 差了方怀飞十万八千里 如果真找了轩元明 就倒了八辈子没了 媛媛 轩元明很优秀 你不能这么说他 行了 赶紧下注赢钱吧 还是那句话 赢了算你的 输了我给你兜着 但我们不会输 很好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这些人已经失去理智 彻底疯狂了 这些人已经失去理智 彻底疯狂了 接下来 佳佳佳 你放心 今天我肯定把你的价装给赢回来 吉哥 我和乔佳佳 每人借十万 黄媛媛 太多了 不行 你听我的 绝对能赢 吉哥 再给我也拿十万 我这里也欠十五万 凌智输了九把了 吉哥 就二十万 我不信这次还输 大家放轻大胆地去玩 钱我管够 哈哈哈哈